六数,九十六境,九十六道,九十六种意道。 有关外道之数,虽有多种意说,然以九十六种,九十五种外道二说为最多。 九十六及九十五此二数之算定,一诸经论有数说,一,六师外道及富兰娜加叶, 莫加离居舍离子,山蛇叶皮罗之子,阿其多赤舍青婆罗,加罗揪陀加瞻岩,尼坚陀若提子,六师各有十五弟子,总计为九十六人。 一级外道之六师各有十六种之所学法,依法自学,于之十五种各教十五弟子,师徒和论为九十六种。 二,五大外道及数论,圣论,离系,寿出,辩出,各有十八部之末派,本末总计为九十五种。 另就九十五种,九十六种之关系,举出述说,一,九十六种皆为外道。 二,九十六种中,有一种入于佛教为独子不顾除之,于为九十五种外道。 三,九十六种外道中,尼坚子外道之教义尽于佛教故除之,于为九十五种。 四,九十六种中有一为小臣教,实非外道,应大臣贬之,故除之而为九十五种。 五,九十六种中有一种通佛教,故九十五种为外道,亦为内教。 撒泼多论卷五,华言经书卷二十八,一零章转著,普记,百论书,吉藏,真言教介义卷中,P126。 九上缘或九种缘上借上帝所起之祸,即见苦所断之邪剑,见取剑,借净取剑,疑,无名,即见即所断之邪剑,见取剑,疑,无名,即十一变形中,除身,编二见之九者。 此九者于缘上之中且约戒说,或为缘一戒,或何缘二戒,故品类足论卷五位,有诸随眠为欲戒系缘色戒系,缘无色戒系,缘色无色戒系,畏色戒系缘无色戒系。 大臣阿皮达摩杂极论卷六则为,欲戒烦恼除无名,见,疑之外,不能怨上帝未尽,此无名等虽亦能怨上帝,然比不能清缘上帝如缘字帝。 小臣,杂极论等意为除此九之外,其余贪、甜、慢等不能上缘,为时则为此等意的缘上帝。 据舍论卷十九,成为时论卷六,批一百二十七。 九山八海,古印度之世界观所是山,海之总数。 据启示经卷以长阿含经卷十八等载,以须弥山为中心,周围环绕区提罗,伊萨陀罗,油甘陀罗,苏达里舍纳,安师傅切拿,尼明陀罗,皮纳多加,卓加罗等八山,山与山之间各有一海水,总为八海。 即,一,须弥山,范斯莫尔,又座苏弥卢,修弥楼,意味妙高或好光。 屹立于世界之中央,高八万四千游巡,顶上一桶,终有地势之宫殿。 二,曲提罗,范卡迪罗卡,又座妾的洛家,曲的罗科,意味丹木或空破。 高四万二千游巡,顶阔一桶,以七宝合成,围绕于须弥山之外,二山之间有大海,扩达八万四千游巡,水上便附无量之幽罗华,摩华,居木陀华,奔图利加华等诸妙香物。 四海中又有福婆提,严福提,瞿陀尼,玉丹月等四大洲,各分布于东,南,西,北四方。 三,伊沙陀罗,范塔拉,又座伊沙陀罗,伊沙多,意味持轴或自在持。 高二万一千游巡,顶阔一桶,以七宝合成,绕于须提罗山之外,二山之间有大海,扩四万二千游巡,幽罗华等诸妙香物便附水上。 四,犹干陀罗,范余格拉,又座犹尖陀罗,于剑达罗,意味双持。 高一万二千游巡,顶阔一桶,绕于伊沙陀罗山之外,二山间之大海,扩二万一千游巡。 五,苏达里舍纳,范苏达安娜,又座修腾梭罗,意味参见。 高六千游巡,顶阔一桶,绕于犹干陀罗山之外,二山间之大海,扩一万二千游巡。 六,安师傅切纳,范余格拉,又座阿苏格拉,意味马半头或马尔。 高三千游巡,顶阔一桶,绕绕苏达里舍纳山,二山间之大海,扩六千游巡。 七,尼明陀罗,范明陀余格拉,又座尼明达罗,尼明陀罗,意味持边或持地。 高一千二百游巡,顶阔一桶,绕绕安师傅切纳山,二山间之大海,扩二千四百游巡。 八,皮纳多家,范菲妮格拉,又座皮纳耶加,皮尼达加纳,意味障碍或监语,又称相笔。 围绕尼明陀罗山之外,高六百游巡,顶阔一桶,二山间之海水,扩一千二百游巡,水上便附幽罗华等珠妙香物。 九,卓加罗,范开克拉菲,又座卓契罗,遮加河,意味沦为或铁围。 高三百游巡,顶阔一桶,围绕皮纳多家山,世卫世界之外扩,初级太虚。 二山间之海水,扩六百游巡。 又巨舍论卷十一,大皮婆沙论卷一三三等所传与上之术说稍有不同。 瑜伽诗的论卷二,顺正理论卷三十一,巨舍论光际卷十一,巨舍论诵书卷十一,批一百二十七。 九孔,乃身体中之九处孔学。 又座九窍,九窗,九入,九漏,九流。 据四分绿卷三第三僧残法所在,九孔细致二眼,二耳,二鼻,口,大小便道。 此九孔,破如窗,长流浓血不尽,未窗,由外物通,未入,由内物出,未流,漏,故有多明。 关于孔学之术,气无定说,亦有作六俏者。 北本大班涅槃金卷三十一,石颂绿卷三,有部皮奈耶卷十一,致缠病密药法卷上,四分绿形式超资石剂卷中二,P128。 九星轮,星对某一对象之作用有九种,连续不断,循环如轮,称为九星轮。 即,一,有分星,即未接触对象以前,毫无知觉思维之星。 二,能引发星,即对对象能起强烈作用之星。 三,见星,对对象起见,闻,秀,未等六十之星作用。 四,等寻求星,判断对象有无价值之星作用。 五,等贯彻星,洞悉对象价值之星作用。 六,安立星,知悉对象之价值后,而能以语言表达之星作用。 七,适用星,根据前星之决定,进而对对象采取行动之星作用。 八,返元星,动作寄星,将预修费时,遂赴返元前所做事之作用。 九,有分星,此即还原至最初之有分星。 以上虽分为九种,然除见星通六十外,语者无非是意识之作用。 又,一,语,九,同为有分星,故九星时为八星。 此,有分星,细出自小城上座部之说,大臣为时宗则认为有分星细指阿赖耶时而言。 设大臣论是卷二,无信,成为时论掌中书要卷下本,佛教上座部九星轮略是, 汤用铜,往日杂稿,P128,九方便,乃密教修胎藏借法时所诵之九种祭诵。 大日经卷七载,灭迷之方式,方便,有九种,称为九方便。 即,一,做礼方便,礼敬佛,法,僧三宝。 二,出罪方便,忏悔罪障。 三,归依方便,信仰佛,法,僧三宝。 四,师身方便,献身如来教,依法修行。 五,发菩提心方便,发愿达成佛教之真实目的。 六,随喜方便,随喜他人之善行为。 七,劝请方便,其请如来红角。 八,奉请法身方便,希求如来使自身体的真理。 九,回向方便,以上之功德普皆回向一切众生,愿自他同振菩提。 九,表示因为之九十,胎藏界之九尊,此系对金刚界法之五悔而言。 P128 九方便十波罗密菩萨,乃于九种方便,一一配以十种波罗密菩萨。 九方便者,胎藏次第修法中所诵之九种祭诵及其应器真言。 即作礼方便,出罪方便,归依方便,师身方便,发菩提心方便,随喜方便,劝请方便,奉请法身方便,回向方便等。 十波罗密菩萨及谈波罗密菩萨,戒波罗密菩萨,仁辱波罗密菩萨,精进波罗密菩萨,禅波罗密菩萨,蝺波罗密菩萨,闪若波罗密菩萨,方便波罗密菩萨,奉波罗密菩萨,治波罗密菩萨等。 其中,第十之至波罗密菩萨通于随洗以下之四方便。 以上使者位于胎藏界曼陀罗之虚空藏院。 成为时论卷九,大日经书卷七,P129,九世,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各聚三世,何为九世? 即过去之过去,过去之未来,过去之现在,未来之过去,未来之未来,未来之现在,现在之过去,现在之未来,现在之现在等。 华言之教义以此九世相及相入,总为一念,总别合之而为时事。 华言五教章卷四,P129 九句英,英明用语。 至所立法与能立法之关系上可能有之九种英。 为英明中判别正英,四英之标准之一。 其所以称为九句英者,乃言从宗同品与宗一品望英,一英之有否而区分,各计有三种,一,全部有英,二,全部无英,三,部分有英部分无英。 三三相成何得九种? 九种中,仅二种为正英,余七种皆为四英。 九句英如下,一,同品有义品有,为全部宗同品,宗义品皆有能立法中所言之以。 如生论师对佛地子立,身是常,宗,命题,以,所量性故,为因,理由。 立中,常,为所立法,所量,是能立法。 故凡具有常性者,如虚空,皆为宗同品,凡不具有常性者,如平,皆为宗一品。 所量,为思想之对象,凡具常性与无常性之事物,皆可为思想之对象。 故宗同品,宗义品中全有此英。 然此英太宽,不可证明身之为常或无常,故为四英。 二,同品有义品非有,为因与宗同品有全分,全部,关系,与宗义品全无关系。 如佛地子对身身论者立,身是无常,宗,以,所作性故,为因。 无常,为所立法,所作,为能立法。 凡具有无常性者,如平,是宗同品,凡不具有无常性者,如虚空,是宗一品。 如平等具有无常性之事物,无疑不具有所作性,故同品有,如虚空等不具有无常性之事物,无疑具有所作性,故一品非有。 所作性之范围与无常性之范围相等,能证明立终身却为无常,故为正英。 三,同品有义品有非有,为因与宗同品有全分,关系,而与宗一品仅部分关系。 如圣论者立,身是情勇无间所发,宗,以,无常性故,为因。 情勇无间所发,为所立法,无常,为能立法。 故凡具有情勇无间所发性者,如平等,是宗同品,凡不具有情勇无间所发性者,如电,虚空等,是宗一品。 凡品等,具有情勇无间所发性者,无疑不具有无常性,故同品有。 凡如虚空等,既不具有情勇无间所发性,亦不具有无常性,凡如电等,虽不具有情勇无间所发性,然具有无常性,故一品有非有。 此因过于广泛,无确切正宗之力量,故为四因。 四,同品非有异品有,为因与宗同品全无关系,而与宗异品有全分关系。 如生生论者力,生是常,宗,以,所作性故,为应。 常,时所立法,所作,是能立法。 故凡具有常性者,如虚空,为宗同品,凡不具有常性者,如平等,为宗一品。 虚空等具有常性之事物,无疑具有所作性,故同品非有。 平等不具有常性之事物,无疑不具有所作性,故一品有。 宗同品全部具有所作性,则于所作性范围内,无疑事物是常住者,即所作性之范围与常性之范围,毫无关设。 宗一品全部有所作性,故无常之事物,无疑不在此所作性范围中,而所作性之范围内又无任何常性事物,其所作性全系无常者。 此因非但不能证明自宗,反而替敌,问难者,方作证,颠倒是非,故为四因。 5.同品非有义品非有,未应与宗同品,宗义品全无关系。 如申论师对佛弟子吏,申是常,宗,以,所闻性故,未应。 常,未所立法,所闻,是能立法。 5.故凡具常性者,如虚空等,皆宗同品,凡不具常性者,如平等,皆宗义品。 5.虚空等具有常性之事物者,皆不具有所闻性,故同品非有。 5.平等不具有常性之事物者,亦皆不具所闻性,故义品亦非有。 6.宗同品,宗义品中全无此因,如前立中,所闻事物中,既全无常住者,亦全无无常者,不能为所立宗作证,故为四因。 6.同品非有义品有非有,未应与宗同品全无关系,与宗义品有部分关系。 7.如生显论者立,身是常,宗,以,情永无间所发性,故,为应。 8.常,为所立法,情永无间所发,是能立法。 9.故凡具有常性者,如虚空,为宗同品,凡不具常性者,如电,平,为宗义品。 9.虚空等具有常性之事物,皆为具有情永无间所发性,故同品非有。 10.便不具有常性,义不具情永无间所发性,平不具常性,但具有情永无间所发性,故义品有非有。 10.宗同品全无能立法,宗义品部分能立法,部分不能立法。 10.如前例中,情永无间所发性,故,非但不能正身是无常,反而正出身未常,此意颠倒是非,故为四应。 11.同品有非有义品有,为应与宗同品有一分,部分,关系,而与宗义品有全分关系。 11.如生生论对生显论力,生非情永无间所发,宗义,无常性故,为应。 11.非情永无间所发,为所立法,无常,是能立法。 11.故凡不具有情永无间所发性者,如电,如空,为宗同品,凡具有情永无间所发性者,如平,为宗义品。 11.于宗同品中,殿等位具无常性者,虚空等位位具无常性者,故同品有非有。 11.宗义品如品等,则无以不具有无常性,故义品有。 11.宗同品中不分有能立法,部分无能立,宗义品则全有能立法。 12.如立中因,无常性故,不能证明,生必非情永无间所发性,故为四因。 12.同品有非有义品非有,为应与宗同品有一分关系,而与宗义品全无关系。 12.如圣论施力,内身无常,宗,以,情永无间所发性,故,为应。 12.无常,使所立法,情永无间所发,是能立法,故凡具无常性者,如电,平,为宗同品,凡不具无常者,如虚空,为宗义品。 12.宗同品中,平等是情永无间所发,便等则非情永无间所发,故同品有非有。 12.宗义品则无一具有情永无间所发性,故义品非有。 12.宗同品部分有能立法,部分无能立法,宗义品则全无能立法。 12.例如,情永无间所发性,必居于无常性之范围内,能正宗,故为正应。 9.同品有非有义品有非有,为应与宗同品,宗义品均有部分关系。 12.如申论施对圣论施力,申是常,宗,以,无直爱故,为应。 12.常,为所立法,无直爱,是能立法。 12.故凡具有常住性者,如极为,虚空等,皆为宗同品,凡不具常住性者,如乐,平,皆为宗义品。 12.宗同品中,如极为等是有直爱者,如虚空等是为无直爱者,故为宗同品有非有。 12.宗义品中,如快乐等乃无直爱者,如品等乃有直爱者,故义品有非有。 12.如历中,凡无直爱者,未必全然是常住,不能正宗,故为四应。 12.九具因中,有,只具全分关系者,非有,只全分无关者,有非有,只具亦分关系者。 12.其中,一,三,五,七,九,五具未不定过,四,六,未相为过,锦,二,八,无过而成因。 12.九具因为新英名之纲格,三项之基础,或未成那所创畅。 12.Kton, Twixky, Kor, Lockton, L.A., Pop, Pot, Hichu, Kakra, Amaru, Fives, Chas, Gakir, Lo, Pakhe, Nava, Dharma, Kakra。 12.英名入政理论书卷上本,英名论书明灯超卷二末,英名三十三过本作法转解卷上,英名入政理论物他们浅示,英名大书黎策,参阅,英名,2276,P129。 九具对问,大日经中,金刚萨朵发起之九具询问。 集,一,菩提心之身,体,二,菩提心之相,相,三,心之蓄身,静心,四,心之相,染污心,五,十,修行所经,六,功德具,本有功德,七,修行,能行,八,意熟心,无济心,九,心之书意,修得静心。 前六者就法所问,后三者乃就人而问。 又大日经中对此九具之作达称为九具达说。 参阅,三具阶段,五百四十二,P132。 九分教,请参阅九部经。 九的,又称九有。 有情居指之世界,可分为玉界,色界,无色界等三界。 依禅定三昧之深浅,色界,无色界复分为四禅天,四无色天,与之玉界,寄立九种有情之注的,称为九的或九有,九种生存。 九者即,一,欲界无趣的,为地狱,恶鬼,畜生,人,天,六欲天,等杂居之所,故又称五去杂居的,或杂住的。 二,离生喜乐的,离欲界恶后,所生得之喜乐。 色界初禅天属词。 三,定生喜乐的,由定所产生之书,圣喜乐之境地。 色界第二禅天属词。 四,离喜妙月的,离于钱的之喜,而生得圣乐之境地。 色界第三禅天属词。 五,舍念清静的,舍钱钱的之喜与钱的之乐,而心达安静平等,即舍,自觉,即念,知清静静地。 色界第四禅天属词。 六,空无边处的,离色界之物至性,而正的虚空无边自在性之境地。 无色界第一天属词。 七,时无边处的,得时无限扩达性之境地。 无色界第二天属词。 八,无所有处的,离钱二的之动性,省钱于,亦无所有,之即竟想境地。 无色界第三天属词。 九,非想非非想处的,有想与无想距离,而不偏于有无, 达平等安静之境地。 无色界第四天,即有顶天,属词。 又于四禅天中之位置定,中间定,四根本定,以及四无色定中之下三无色定,即除非想非非想处定以外者,等九定, 虽属有漏定,但其境地乃为其无漏定之强利依所,故称无漏九地。 杂阿含经卷十七,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一,卷一四一,巨舍论卷二十八,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七十七, 辟一百三十二,九地九品私货,乃至三界九的各有九品私货,合计为八十亿品货。 三界总有九的,即玉界,四禅,四无色。 其中玉界具有四种修,私,货,贪,田,慢,无名,四禅,四无色以除田,尚于三货。 于各地中,总此等修货,分上上乃至下下九品,合之为八十亿品修货。 据舍论卷二十三,批一百三十二,九字,乃日本咒术。 又称九字大事,纵横法。 日本密教僧与修艳道之山福,山中修行之僧,于入山时,为守护己身,口念,灵,兵,者,皆,臣,列,在,前,之九字。 一边唱诵,一边以指向空纵横交替划线,此称切九字。 其中四纵五横之符字,一称六甲密咒,系日本密教才自我国道教者。 相传持此咒术,即可护身至圣,驱除一切灾祸。 表解如下,批一百三十三。 九字名号,即,难无不可思议光如来,九字之名号。 乃日本真宗未显示其本尊阿弥陀佛之别的所用者。 批一百三十三。 九字曼陀罗,至弥陀,菩萨之通种子,HR,歌里,于开夫莲花之中台,八页上所建立之曼陀罗。 若以形象带种子,则中台安观音,八页各安弥陀,四八页安观音,慈世,虚空葬,普贤,金刚手,文书,除盖障,地藏等八菩萨,内愿之四于不列西,满,歌,五四公养,外愿有香,华,灯,图四公养,集沟,锁,零四摄菩萨。 盖八页上弥陀之妙果未因为愿力所成,中台配置大悲观自在菩萨,乃显示果得全分归入因为之观音。 又于静妙果土称阿弥陀佛,于五卓二世称观自在菩萨,此皆不外法身慈悲之化现。 无量寿如来观行供养仪柜,参阅,阿弥陀曼陀罗,3682,P133。 九年面壁,即面壁坐禅九年。 为禅宗出祖菩提达摩之故事。 菩提达摩于梁五帝普通元年,五百二十,泛海至精灵。 宇帝宇,姬不器,遂自梁折卢渡江,至洛阳。 七指于松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达九年之久。 神僧传卷寺,P133。 九有情居,至有情,众生,知身心,及有情所住之处所,共有九处。 又称九居,九众生居,九门,九有。 即,欲界之人天,半仲天,即光镜天,辩镜天,无想天,即四无色天等。 其中,除无想天与四无色天之地,四非想非非想处天二者以外, 于七柱处特称七十柱。 长阿含经卷九,据舍论卷八,大乘一张卷八,参阅,九的,132,P133,九次地定, 伴于Navina Purva,Sampataya。 亦为次地无间所修之九种定。 又称无间禅或炼禅。 紫色界之四禅,无色界之四处即灭受想定等九种禅定。 以不杂他心,依次自已定入于他定,故称次地定。 分别为初禅次地定,二禅次地定,三禅次地定,四禅次地定, 空处次地定,十处次地定,无所有处次地定, 非想非非想处次地定及灭受想次地定等。 身心智慧力之行者,自是其心,从出禅心起入二禅, 不令意念的入,乃至入灭受想定, 只习一切心时,是达禅定之至极。 如是意念无间杂,亦称无间禅。 又以此禅恋诸未禅,使之清净,譬如恋经,故称恋禅。 大智度论卷二十一,卷八十一,大乘一章卷十三, 大明三藏法术卷三十四,辟一百三十四。 九色禄经,全一卷。 五,知千亿。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本经之经文极短, 未叙述菩萨前世修业之本身故事, 旨在教室修人辱行。 此外,康僧慧所义之六度及经六卷第五十八则, 修凡路王之本身故事与本经略同, 然六度及经系阐明修经浸之药。 开原式教路卷二, 真原心定式教目路卷三, P134。 九助心, 执行者修禅定时, 令心不散乱而助于一进者, 共有九种心, 即, 一, 安助心, 即能枪心安助于某对象。 二, 射助心, 即当心念对外在对象起作用时, 能令心念速返回本心。 三, 解助心, 当解之, 分别理解, 知心对外在对象起作用时, 能令心速返。 四, 转助心, 即停止解之之心, 而乐于安助。 五, 扶助心, 即久入禅定而深厌时, 能速令折服。 六, 习助心, 即内心动念时, 能速令止息。 七, 灭助心, 当贪爱心起时, 能速与灭除。 八, 信助心, 当诸多妄念停止作用时, 乐知心之本性本来明镜, 而自然安助。 九, 持住心, 累积禅定功夫之结果, 自能安助禅定, 自然行善止恶。 大臣庄严经论卷七, P134, 九佛式, 一山助持或遵速千化时, 其葬一次地有九, 称为九佛式, 依序位, 入堪佛式, 宜堪佛式, 所堪佛式, 挂真佛式, 对真小餐, 起堪佛式, 殿汤佛式, 殿茶佛式, 丙聚佛式。 若略去挂真, 小餐, 则称七佛式, 再略入堪, 移堪, 即称五佛式, 一般在家人仅有殿汤, 殿茶, 丙聚, 是为三佛式。 赤修百账清规卷三千化条, 行持鬼犯卷二丧仪法, 批一百三十四。 九佳, 指士尊超九佳而先成佛。 据大宝基经卷一一一载, 士尊与弥勒虽同时发心, 然士尊一勇猛之精尽力, 超越弥勒九佳而先成佛。 批一百三十四。 九余饭中, 寺院之大中, 于行佛式时敲壮。 饭, 表清净之意。 阴中之上部有九个乳状突出物环绕, 故称九余饭中。 批一百三十五。 九味斋, 或作揪美菜, 供备菜。 细及九种美味之公物, 禅宗与法会素季, 带叶, 及前叶, 供养之。 禅陵象器兼卷十四季供门, 批一百三十五。 九铁, 乃唐代善导大师著述之总称。 即, 观金玄义分义卷, 观金序分义义卷, 观金定善义义卷, 观金散善义义卷, 以上位四铁之书, 净土法式赞二卷, 观念法门义卷, 往生理赞义卷, 班舟赞义卷。 或称五部九卷, 四铁之书共属于观金一部之书。 批一百三十五。 九果, 为九种犹因所得之果。 几等流果, 易守果, 离戏果, 试用果, 增上果, 安利果, 加行果, 和和果, 休息果等。 乃尖陀罗果有不知人所利。 九者即, 以等流果, 如善生善, 不善生不善。 二, 易守果, 由善恶之因所感苦乐之果。 三, 离戏果, 离烦恼之戏父而得责灭之果。 四, 适用果, 如一是夫之作用而成就诸事业, 由具有因等所得之果。 五, 增上果, 由雨立, 不善之增上应所得之果。 六, 安利果, 如由风轮安利水轮。 七, 加行果, 如由不静观, 持习念等力, 遂引起静志, 无生志。 八, 和和果, 如根与静和和而生时。 九, 修习果, 如由色戒之道, 其欲戒之化及欲戒之语。 另外, 加施弥罗国之施锦利五果, 以适用, 增上二果设安利, 加行, 和和, 修习等四果。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一, P一百三十五。 九, 和发心, 未若有众生能于尼连禅和沙树乃至八横和沙树之诸佛所发菩提心, 则未来势必能诵持涅槃经等大成经典, 并护持无上正法。 北本涅槃经卷六, P一百三十五。 九谷处, 直密叫九谷之金刚处。 右座九谷处, 略称九谷, 九谷。 金刚处原为印度之兵器, 密叫沿用之, 以为智慧之志, 象征能断除烦恼, 降伏恶魔, 其两端单独者称为独骨, 分三之者称为三骨, 分无之者, 称为五骨。 九谷处之形状与五谷处相同, 为增骨术, 以表示中胎, 胎, 愿之八叶九尊。 其两端有金胎两部之九尊, 表示, 因果不二, 之一。 唯妙大曼图罗金卷五, P一百三十五。 九品, 及九种等级。 右座三三之品, 乃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等九品位。 一般常用之词有九品往生, 九品净土, 九品大一, 九品或。 P一百三十五。 九品大一, 大一及森加黎, 有上, 中, 下三位, 各有其各节之条数, 副分位九种, 及上森加黎, 四长一短。 分上二十五条, 中二十三条, 下二十一条, 中森加黎, 三长一短, 分上十九条, 中十七条, 下十五条, 下森加黎, 二长一短, 分上十三条, 中十一条, 下九条。 其中, 上上品之二十五条, 下上品之十三条, 及下下品之九条位后市最通行者。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四, P136。 九品印, 即自上品上升至下品下升至九种印象。 又作阿弥陀九品往生印, 往生九品印, 三三品印, 三三品往生印。 乃根据观无量寿经, 九品往生, 之说, 依念佛行者之罪业, 修行, 所分之九阶级印象。 例如往生有九品往生, 极乐有九品净土, 九品念佛, 故阿弥陀佛亦有九品弥陀之区别, 其具体之表现即为九品印。 然有关九品印之印象, 有多种说法, 较常见者, 以上品印象为两手叠合, 置于丹田边, 伸三指, 右手置于左手下。 中品印象为两手当胸, 长向外并列。 下品则为长向外, 右手向上, 左手向下。 上身印象为拇指, 使指之指间驱合。 中身印象为拇指, 中指之指间驱合。 下身为拇指与无名指之指间驱合。 如是各品各身之印相准此组合之, 即成上品上身, 上品中身, 上品下身, 中品上身, 中品中身, 中品下身, 下品上身, 下品中身, 下品下身等之九品印。 其中, 上品上身之印称妙观察之印, 右座定印, 弥陀定印, 其座向乃节最通俗之印, 立向未来迎印, 以下品上身之印相味最普遍。 中品印相右座说法印。 此外, 九品印相之说于诸经中并未记载, 仅知此一说法自唐末以来即已流传, 后传至日本, 于真言宗及净土教君盛行此说。 P136, 九品安养之化身, 安养者, 吉乐之以明。 往生吉乐净土之人, 有胎生, 化身二种。 以佛之他利而自利念佛者, 或身于边地之宫殿, 或身连内而花不开, 五百岁间不能见闻三宝, 犹如胎生之人, 于母胎内不能见日月, 故称胎生, 信佛制之人, 随九品之行业各化身于莲华中, 生香光明一时巨足, 称为化身。 无量寿经卷下, P136, 九品往生, 又坐三倍生想, 依九之身。 修习净土法门, 上、 中、 下三根接的往生, 依此三根分位九品。 即, 依, 上品上身, 先发三心, 即, 至成心, 身心, 回向发怨心, 四修三业, 即, 此心不杀, 具诸戒律, 读诵大臣经典, 修行六念。 此人精尽勇猛, 临命忠实, 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 与大事至菩萨至行者前, 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 与诸菩萨受手迎接。 二, 上品终身, 一发三心, 然于大臣法不能受持独诵修行, 唯能解了第一异地, 身性因果。 此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观世音, 大事至等无量大众, 持子经台, 受手迎接。 三, 上品下身, 一发三心, 然于大臣法不能受持独诵解义, 唯性因果。 此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观世音, 大事至极诸眷属持金莲花, 化作五百化佛受手来迎。 四, 中品上身, 受持五戒, 持八戒斋, 修行诸戒, 不造五逆, 无众过恶。 此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 放金色光, 至其人所, 其人见乙, 心大欢喜, 见己身坐莲花台。 五, 中品终身, 一日一夜持八戒斋, 或一日一夜持沙弥戒, 或一日一夜持巨族戒, 微宜无缺。 此人灵命忠实, 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 持七宝莲花至行者前。 六, 中品下身,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效养父母, 行事仁义。 此人灵命忠实, 欲善知事未说阿弥陀佛国图乐事及法藏比丘四十八愿, 至心性乐及的往生。 七, 下品上身, 或有众身做众恶业, 虽诽谤方等经典, 多造恶法, 无有惭愧。 此人灵命忠实, 欲善知事未赞大臣十二不经题, 除雀千节及众恶业, 副教令和长插手, 称, 南无阿弥陀佛, 名号, 除雀五十亿节生死重罪。 二十比佛及浅化佛, 化观世音, 大势至菩萨来迎。 八, 下品终身, 或有众身毁犯五戒, 八戒及巨族戒, 偷僧止物, 到现前僧物, 不尽说法, 无有惭愧, 以诸恶法而自庄严, 如此罪人, 灵命忠实, 地狱众火一时俱至。 欲善知事未赞阿弥陀佛实力威德, 除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地狱猛火化为良风, 吹诸天华, 华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 九, 下品下身, 或有众身作五逆时恶, 聚诸不善。 此人灵命忠实, 欲善知事种种安慰, 未说妙法, 教令念佛。 如是至心, 令身不绝, 聚足时念称难无阿弥陀佛。 于念念中, 除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即见金莲花犹如日轮, 祝其人前。 以上九品往生, 静影四会远以之为求生净土者之九种观法, 善导则以之为求生净土之实践方法, 二者皆以九品为凡夫。 静影以四的至六的之菩萨为上品上身, 初、二、三地之菩萨为上品终身, 种姓以上之菩萨为上品下身, 又以小臣前三果之圣者为中品上身, 见到以前之内外二凡为中品终身, 见到以前之凡夫为中品下身, 而以时学大臣之人为辩阶位, 故依过之轻重分为下品上身, 下品终身, 下品下身。 天台则以习种姓, 实柱, 以上之菩萨为上品, 外凡至实性为中品, 凡夫为下品。 有关九品往生之阶位, 诸家亦说颇多。 由于往生有九种差别, 故所生之净土亦有九种, 九品净土, 迎接往生者之莲花台亦有九种, 九品莲台, 来迎之阿弥陀佛有九种, 九品弥陀, 所结之手印亦有九种, 九品印, 往生者之念佛方法有九种, 九品念佛。 日森清卵以为九品净土系方便化土, 然与阿弥陀佛之真实暴土并无二致。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一书卷末, 净影四会远,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四, 观无量寿佛经书, 至以, 观无量寿经一书, 吉藏, 辟一百三十六。 九品网生社, 唐文宗开成五年, 八百四十, 成立于慧姬之念佛社。 据八穷市金石不正卷七十三所收之处那传碑文之记载, 开成五年五月, 文宗崩, 实行破佛政策之五宗即位, 十会基之语四言请沙门原音讲授金刚经, 又以原音位首, 赵穆一二五林人, 于于瑶之平原经社, 成立九品网生社。 悲文中且列有第一品至第九品网生之资塑姓名, P140。 九品网生经, 全译卷, 唐朝不空译,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九品网生阿弥陀三摩地及陀罗尼经之略, 又称九品网生阿弥陀经, 内容记载无量寿佛国九品尽十三摩地名, 及其境内做十二大曼陀罗佛像名, 并教以往生九品之方法。 P140。 九品念佛, 为念佛分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等九等。 此等位之分, 或随观念之深浅, 或随念佛之多寡。 前者如日本原性之往生要集中所云, 后者如善导之观念法门所云。 往生要集卷下, 大八四、八二下, 念佛之行, 与九品中是和品设。 答, 若如说行, 理当上上, 如是随其胜列, 应分九品, 然经所说, 九品行业, 事事一端, 理时无量。 观念法门, 大四七, 二三中, 日别念一万辩佛, 亦需一十里赞净土装严是, 大需精进, 获得三万, 六万, 十万者, 皆是上品上身人, P140。 九品净土, 又称九品净杀, 九品安养。 据观无量寿经之说, 愿往生之人, 由于鸡类不同, 行业各疏, 而有优劣之九品, 故所生之极乐净土, 亦有九品之别。 此外, 密教别有九品之说, 以上品上身真色地, 上品中身无垢地, 上品下身离垢地, 中品上身善绝地, 中品中身明立地, 中品下身无漏地, 下品上身真绝地, 下品中身贤绝地, 下品下身乐门的, 称为九品净时真如尽。 无量清净品等绝经卷三, 阿弥陀经卷下, 九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及 陀陀罗尼经, P141。 九品或吉滩, 甜, 慢, 无名等四种修获, 就其粗细而分位上, 中, 下等九品, 又做九品烦恼。 总三界有玉界, 四禅, 四无色, 共为九地。 其中, 玉界具有四种修获, 四禅, 四无色除田之外上有其余三货。 于各地复分上上乃至下下九品, 九的合位八十一品, 称为八十一品修获。 此通有漏, 无漏二段, 凡夫意的段其中下八的七十二品, 若救胜者而言, 于修道位段玉界之前六品者位第二果, 段玉界九品者位第三果, 段境上二界七十二品者位第四果。 又每段此一品, 各有无见, 解脱二道, 所段之障, 于一一地中各有九品, 故能对智之道亦有九, 称为九无见道, 九解脱道。 无学之圣者修炼根实, 亦有九无见, 九解脱。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九, 聚舍论卷二十三, 批一百四十一。 九品润身, 只欲借断九品修获有润七身之作用。 润身, 即烦恼滋润液而身当来之果。 大臣一张卷五本分别润身之不同, 未有总, 别二种。 所谓总, 乃前之三品润四身, 中三品共润二身, 下三品共润一身, 就别而言, 上上品润二身, 上中, 上下个润一身, 中上品润一身, 中中, 中下个润半身, 共位一身, 下上品润半身, 下中, 下下共润半身。 一级, 依表可知, 随获之强弱, 润身之势力渐渐, 若断前六品者为一来果, 第二果, 全断九品者为不还果, 第三果。 第六十项应聚身之烦恼, 自无始及在有情身中论身无穷, 欲戒仅限其身。 乃因其入于圣位, 其身成就无漏之圣道, 故聚身烦恼受压于彼圣道, 事力仅限其身。 成为时论了一灯卷一具舍论光纪卷八, 参阅, 九品或, 一百四十一, 批一百四十一。 九品联台, 为九品往生之行者所承坐之联台, 略称九联。 行者临命中之计, 慎重及持联台来迎, 行者称此联台, 花和道净土, 道以花开, 生相聚足。 行者之品位由上至下既有九种, 从而连台亦有九品之别。 观无量寿经于此有详尽之叙述, 其中, 除中品下身于文中省略外, 于由上品上身至下品下身依次为, 金刚台, 紫金台, 金莲华, 莲华台, 七宝莲华, 宝莲华, 莲华, 金莲华。 P142。 九品弥陀, 指九种阿弥陀佛之尊行。 由于基类不同, 往生极乐净土者有九品之别, 其来迎之佛亦有九品, 后世特以应器区别其项。 以其佛体有九种, 故又称九体阿弥陀。 古图中, 古图中, 来迎阿弥陀尊之首, 皆作安慰摄取之印, 适合于授手迎接之经文, 新图则上上, 上中, 下上三品做转法轮印, 上下, 中上二品做安慰摄取之印。 此说原自观无量寿经, 为九品往生之人感弥陀来迎之相有差别之说, 至后世遂为应器有九品之别。 我国随唐时已有此说。 如随朝宴从之愿往生里赞继, 详述应器一个品而易, 唐五宗时, 日僧会运游我国传阿弥陀九品曼陀罗底日。 P142 九品绝王、绝王、即佛陀。 九品, 为净土世界之九种品位。 阿弥陀佛为净土世界之教主, 故称九品绝王。 P142 九拜、禅宗三拜、三次、之礼法。 赤修百账清规卷一达摩祭条, 大四八、一一一七下, 住持上香三拜,不收作句。 上汤,退身三拜。 在敬前问训一汤,赴卫三拜,收作句。 九种敬礼之法。 此说鉴于周礼, 位、鸡手、盾手、空手、震动、 击拜、凶拜、旗拜、包拜、宿拜。 九度礼拜。 古代朝廷拜贺、奏庆等重要仪式中所行之礼法。 印度施行之九种礼法。 为、发言慰问、 俯首示镜、举手高一、 合掌平拱、 屈膝、常柜、 首膝聚地、 五轮聚驱、 五体投地。 大唐西域记卷二, P142 九界,乃至十法界中之九界。 即、地狱、恶鬼、畜生、 阿修罗、 人间、天上、 身文、 圆觉、 菩萨。 P142 九界情直, 为九界之众生, 稀有执迷之心。 十界中, 为佛界能离情直而全之见。 参阅 九界 142 P142 九相, 据大臣其信论之说, 源于不觉之故, 凡夫遂产生三系六粗之相。 三系指无名夜相, 能见相, 境界相, 六粗指至相, 相续相, 指取相, 记名字相, 起夜相, 夜系苦相, 三系六粗合称九相。 参阅 三系六粗, 617 P142 九面观音, 乃菩萨相名。 藏于日本法龙寺。 系自中国迎请至日本之坛墓相。 高三十七点五公分。 阴世相目所致, 故无彩色。 雕法精巧, 卫义庄严菩萨相。 P143 九十, 十有常养滋意之意, 九十集, 断食, 处食, 思食, 食食, 禅悦食, 法喜食, 怨食, 念食, 解脱食。 前四十位世间之时, 能常养生死之色身, 后五十位出世间之时, 能滋意法身之慧命。 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一, 参阅, 十, 三千九百九十七, P143, 九封头尾, 禅宗公案名。 森问九封, 大四八, 二六八上, 如何是头, 风云, 开眼不觉晓, 森云, 如何是尾, 风云, 不坐万年床, 森云, 有头五尾时如何, 风云, 忠室不贵, 森云, 有尾无头时如何, 风云, 虽宝无力, 森云, 直的头尾相称时如何, 风云, 而孙得力, 室内不知, 九封乃时双庆诸之法四道前禅师。 戒与一森论头尾之事相, 已是道人的真实境界之因缘。 头者, 见证一切诸法必尽空迹之意, 伟者, 更出世间森罗万象, 而显现自在之妙用。 若有头无伟, 则不未贵, 有伟无头, 则无力, 头尾相称, 使得玩具意。 红至于此有颂云, 大四八, 二六八中, 归原举方, 用行舍藏, 顿至七炉之鸟, 进退处帆之羊。 吃人家饭, 卧自家床, 云藤至雨, 漏结为双。 玉线香头透真笔, 景丝不断土缩长, 使女鸡亭夕夜色像五, 木人鹿转西月影一样。 从荣录第六十六则, 批一百四十三。 九师相成, 南北朝时代有定九师相成禅法四帝之说, 据旨官府行搜药记卷义所载, 九师未明, 醉, 松, 旧, 监, 惠, 闻, 思, 以。 然摩和纸官卷义之上所记, 第七位北齐绘文, 第八南越绘斯, 第九天台至义, 关于其他六师之所传则不明。 世门正统卷义载绘文以前之六师相成, 为名罪, 神罪, 松多, 旧多, 奸多, 惠多, 然正确与否人值得商榷。 旨官府行船红卷卷义之一, 梁高森船卷十二, 旭高森船卷二十三, 批一百四十三。 九病, 乃止寒, 热, 饥, 渴, 大便, 小便, 愈, 饕餮, 老等九种疾病。 此说出自长阿含经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 欲为贪淫欲, 饕餮为贪食。 人寿八万岁乃人类果报之最殊胜者, 食人有有此酒病。 批一百四十三。 九祖乡臣, 天台宗三种乡臣之一。 九祖者, 龙树, 惠文, 惠思, 至乙, 灌顶, 至巍, 惠巍, 玄朗, 湛然等, 九祖顺次传承天台教。 按天台宗虽未至已所创, 而以成慧思, 思成慧文, 文由龙树大制度论三至一心之文及三论四地品之计而乐物三观相及之旨, 故以龙树为同宗之高祖, 至以以下, 四地相成, 急于战然, 扩大敷衍祖书, 中心教门。 佛祖统计卷七, 批一百四十三, 九餐上堂, 禅家一月九次上堂, 即每三日上堂一餐, 视为九餐。 参者, 资餐请义。 禅灵象器兼卷十一, 批一百四十四。 九玉, 即九地。 总称玉界一的, 色界四地及无色界四地。 参阅, 九的, 一百三十二, 又指九界而言。 即地玉, 恶鬼, 畜生, 阿修罗, 人间, 天上, 身文, 圆觉, 菩萨等。 参阅, 十戒, 四百五十七, 批一百四十四。 九代禅, 福山法远为皆引修行僧所用之九种方法。 其学人编辑其所事之宗门语句, 称为, 佛禅宗教义九代籍, 略称, 福山九代。 参阅, 福山九代, 四千一百五十八, 批一百四十四。 九范, 指第四禅之九天。 即无云, 福山, 广果, 无响, 无凡, 无热, 善陷, 善见, 色就禁等。 人王经天台书卷上, 批一百四十四。 九条一, 又坐九条夹沙。 单称九条。 三种夹沙之一。 森加离之一种, 所谓九平大一之下下平。 旗帜为二长一短, 条数为九, 与五条, 七条合称为三一。 其中, 五条未尝着之符, 七条于四内重中理送斋讲时穿着, 九条以上之一, 繁入王宫, 身作说法, 入礼起时, 降服外道等诸时, 当穿着之。 四分绿卷四十, 十送绿卷五, 批尼日用接药, 参月, 僧加, 五千七百二十三, 批一百四十四。 九条西藏, 指振西藏时所畅之计, 为四个法要之一。 此计有九条, 故称九条西藏。 此计之前三条语, 三条西藏, 同。 又第一条之, 守执西藏, 当愿众生, 设大师会, 适如十道, 四具, 乃出自新一华严精卷十四进行品, 其他诸具之出处不详。 真言诸经常用几卷上, 批一百四十四, 九重, 只形成佛教教团之出家弟子与在家信徒。 即, 比丘, 比丘尼, 沙弥, 沙弥尼, 是插摩纳, 学法尼, 幽婆塞, 男性在家信徒, 幽婆仪, 女性在家信徒, 敬住男, 敬住女。 令有说后二者系出家男, 出家女。 十颂绿卷五十五, 批一百四十四。 九重戒, 为比丘, 比丘尼, 是插摩纳, 沙弥, 沙弥尼, 幽婆塞, 幽婆仪, 敬住男, 敬住女等九重所受持之戒律。 比丘, 比丘尼所受乃具足戒, 是插摩纳受六法, 沙弥, 沙弥尼受十戒, 幽婆塞, 幽婆仪受持五戒, 敬住男, 敬住女于一日一夜受持八戒斋。 P.144 九步法, 请参阅九步经。 九步经, 范语NAVGA, SALNA, 巴黎语NAVAGA, Buddha, SALNA, 又作九分教, 九步法, 略称九经, 为佛经内容之九种分类。 九步之名称, 南北所传诸说各异。 一, 据巴黎文善剑绿皮婆沙序, 长步经柱序, 南本大班涅盘金卷三等, 九步位, 修多罗, 巴萨特, 纸业, 巴盖尔, 加陀, 巴JTH, 和加罗那, 巴Vicarai, 又作寿祭, 幽陀纳, 巴UDNA, 伊蒂木陀家, 巴ITIVATAKA, 又作如是语, 蛇陀家, 巴JATAKA, 又作本身, 皮佛略, 巴Vidala, 阿弗陀达摩, 巴ABUTADAMA, 又作未曾有法。 据大明三藏法术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载, 此九步自古称为大臣九步, 系自十二步经中, 除去尼陀纳, 因缘, 缘起, 阿波陀纳, 辟域, 幽波提舍, 论意, 等三步而成者。 大臣一张卷以法院一零张卷二等位, 于十二步经中, 大臣菩萨之人无犯戒等, 故无缘起, 机缘殊胜, 故无辟域, 无贞结问答之要, 故无论意。 二, 据法华经方便品之载, 九步魏, 修多罗, 职业, 加陀, 本时, 本身, 未曾有, 因缘, 犯NIDNA, 巴童, 辟域, 犯AVNA, 巴童, 幽波提舍, 犯Yupaday, 称为小臣九步, 细字十二步经中, 除去皮佛略, 方广, 何加罗那, 授记, 幽陀那, 无问自说, 等三步而成者。 三, 据大吉法门卷上所在, 九步魏, 契经, 职业, 纪别, 加陀, 本时, 本身, 缘起, 方广, 西法, 细字大臣九步之中, 除去幽陀那, 令家缘起而成者。 四, 据石柱皮婆沙论卷九念佛品所在, 九步魏, 修多罗, 其夜, 寿记, 加陀, 幽陀那, 尼陀那, 如是语经, 斐斐罗, 魏曾有经, 细字小臣九步中, 除去蛇多家, 令家尼陀那而成者。 大班涅盘经义记卷二, 大臣玄论卷五, 法华经玄义卷六上, 妙经文巨丝字记卷十二, 参阅, 十二步经, 三百四十四, 批一百四十五。 九经, 请参阅九步经。 九欲, 如来藏经举九种辟欲, 解说如来藏之意, 以明示如来法身虽为烦恼所赴, 然自信清静毫不为彼烦恼所染。 九者即, 一, 如为夫花内有如来身结家夫作, 据天眼者去为华而出之。 二, 如唇蜜群蜂守护, 以巧制方便先除笔蜂, 乃取其蜜。 三, 如金粮为离皮, 贪于轻贱为未可弃, 除荡济精, 常为欲用。 四, 如真经堕不尽处, 隐莫不献精力年载, 真经不坏而莫能知, 为天眼者知, 能由不尽中取真经而受用。 五, 如平家有真宝藏, 若无语者, 不能开发此真宝藏。 六, 如眼罗果内食不坏, 种之鱼的, 成大树王。 七, 如人以弊物果精相, 弃捐旷野, 为天眼者知出相, 众皆礼尽。 八, 如平女怀圣王胎。 九, 如真经相, 外虽瞧黑, 内相不变。 佛性论卷四无变异品以此九欲表九种课程烦恼。 即第一欲为贪食烦恼, 第二欲为甜食烦恼, 第三欲为吃食烦恼, 第四欲为增上贪甜吃结食烦恼, 第五欲为无名住的所涉烦恼, 第六欲为见到所断烦恼, 第七欲为修到所断烦恼, 第八欲为不敬的所涉烦恼, 第九欲为敬的所涉烦恼。 P145 九尊, 即密教胎藏界曼陀罗驻中台八夜院之中尊大日如来, 即八夜莲华中之四佛四菩萨, 又称五佛四菩萨, 中胎九尊。 据大日经卷五入秘密曼陀罗为品载, 九尊指大日如来与东方之宝状如来, 南方之开夫华王如来, 北方之古音如来, 西方之无量寿如来, 东南方之普贤菩萨, 东北方之观自在菩萨, 西南方之妙吉祥童子, 西北方之慈世菩萨。 有观经鬼所说九尊之身色, 坐应等, 见于安然之观中愿传定是夜观顶巨族之分卷寺。 参阅, 胎藏界曼陀罗, 3935, P146, 九脑, 又作佛九脑, 九恶, 九恒, 九难, 九醉暴。 指佛因过去世之业障, 而于成道后所受因果报应之九种灾难, 即, 一, 佛习为婆罗门之子火蛮, 与瓦斯之子互习相善, 互习曾树妖火蛮拜见家夜如来, 然火蛮以, 何用见此道人, 之恶言三句, 由此因缘受, 六年苦行, 之报应。 二, 佛习为婆系浪人, 曾幼影女陆相至辟之佛日常修道之缘中娱乐, 后杀陆相女儿嫁祸辟之佛, 故受, 孙陀利邦, 之报应。 三, 佛习为部主商客, 应真传阁战, 以毛川另一部主角致命中, 故于启时时受, 木枪穿彻族夫, 之报应。 四, 佛习为婆罗门时, 曾渡彼婆夜如来及彼丘众受盘头王供养, 遂发恶言, 并交其五百童子骂彼等须时马迈, 故佛及五百罗汉于皮兰一时寿, 时马迈九十日, 之报应。 五, 习时是种族捕杀池中之余, 佛为一童子, 曾以杖打于头, 故受, 琉璃王沙是种, 知报应, 且于其时, 佛感头痛。 六, 其时空, 佛曾入婆罗门聚落, 其时不得, 空而返。 七, 佛习为一比丘, 因度无胜比丘受善患妇之公养, 遂谤无胜与善患通, 由此佛说法实受, 瞻途女戏于于妇悔谤污赖, 知报应。 八, 佛习为虚摩提, 因不欲与其亿母帝分财产, 遂于高崖推落其地, 投食即杀, 故遭, 提婆达多以食即佛, 知报应。 九, 佛于阿罗婆家临终, 冬至前后八夜, 洞寒不堪, 曾所三一遇寒。 大制度论卷九, 大明三藏法术卷三十三, P146。 九无畏, 即九种无畏之义。 无畏者, 为本来横存, 无因缘造作, 不畏生, 住, 亦, 灭四乡所迁之实在法。 九者即, 则灭无畏, 非则灭无畏, 虚空无畏, 空无边处无畏, 时无边处无畏, 无所有处无畏, 非想非非想处无畏, 缘起之性无畏, 圣道之性无畏等。 乃小臣之大众不, 亦说不, 说出事不, 基硬不所立。 此中, 则灭无畏, 即简则力, 乃依智慧力而得之灭, 非则灭无畏, 乃圆缺乏不生时所显之灭, 虚空无畏, 以无爱畏性, 不障碍他法, 亦不为他法所障, 周辨于有形之物体中, 恒常不便, 空无边处无畏, 乃至非想非非想处, 无畏即四无色所依之定体。 彼能依之五蕴, 原唯有畏法, 经就其所依之处, 故立位无畏, 原起之性无畏, 与圣道之性无畏, 乃十二原起及八圣道之之理法。 原起之, 圣道之虽未有畏法, 然其理法既然不动而无便意, 故立位无畏。 义不宗伦论, 成为十论术即卷二末, 则灭无畏, 非则灭无畏, 虚空无畏, 不动无畏, 善法真如无畏, 不善法真如无畏, 无计法真如无畏, 道之真如无畏, 原起真如无畏等。 小成化的不知所利。 此中, 前三者及后二者与大众不等之说同, 不动无畏乃离定帐之苦乐受所显之灭, 善法真如无畏乃感善法之爱果, 所感之理真实如常, 不善法真如无畏感不善之非爱果, 理法真实如常, 无计法真如无畏乃不感无计果之理, 常然不便。 上述之善法, 不善法, 无计法等真如无畏之体虽各依, 而其性皆善。 义不宗伦论, 成为十论数计卷二末, P146。 久无见道, 指正断烦恼为之久无漏道, 又作久无爱道。 兼及爱或格之意, 为观真至理, 不为或所兼爱, 格。 烦恼尚存, 于后念的泽灭之理, 故烦恼与泽灭间更无间隔, 称无间, 由此至涅槃, 故称道。 三界分为九的, 九的一一有修或, 见或。 一的之修或又分九品断之, 每断一品或, 各有无间, 解脱二道。 即正断烦恼之未未无见道, 断后相续所得之之未解脱道。 修或于各地力有九品, 故能对之之道亦有九品, 称九无见道, 九解脱道。 又无学之圣者, 练根转种性时, 亦有九无见, 九解脱。 据社论卷二十五, 卷三十三, P147。 九无学, 范语NAVAIK。 即无学位之人有九种优劣差别, 又做九种阿罗汉。 自己之所做成伴, 无副修学之位, 称为无学位, 为阿罗汉果等。 于声闻之第四阿罗汉果分为九种。 有关九无学之名称及次第, 诸经论所举步一, 一中阿罗汉之福田金甘露未论卷上载, 一, 退法, 若遭疾病等议员, 即退师所得之果, 乃阿罗汉中最顿根者。 二, 司法, 据退师所得之法, 乃遇自杀, 以保所得。 三, 护法, 与所得之法防护不退, 若带防护, 有退师之据。 四, 安住法, 若无特胜之退原则不退, 若无特胜之加行则不转教优之种性。 五, 堪达法, 堪能行炼根修行之事, 速达不动种性。 六, 不动法。 七, 不退法, 此二者, 乃最立根, 能断尽一切烦恼, 得尽至极无生至, 此中修炼未因而的者称为不动, 依本来种性者称为不退, 一及前者不败坏所得三昧之种种因缘, 后者不退师所得之功德。 八, 会解脱, 了断会障之烦恼, 于会的自由。 九, 据解脱, 了断定障, 会障, 断不染污无之, 得灭尽定, 余定, 会能自在。 此中, 前期者一根之力顿而分, 后二者就所离之障而分, 又依次相当于成十论卷一分别贤圣品所说, 退相, 死相, 守相, 住相, 可敬相, 不坏相, 不退相, 会解脱相, 聚解脱相。 九五学家有学位之十八种, 称为二十七贤圣, 乃小成圣者分类之一种。 大乘一张卷七本, 据据舍论卷二十五所在, 司法乃至不退法之七种, 阿罗汉加入独绝, 佛而成九五学, 此乃一根之上中下, 而分位下下乃至上上等九种。 大皮婆沙论卷六十二, 杂阿皮弹心论卷五, 批一百四十七。 九节, 九种劫腹, 即九种劫腹众生令不得出离生死之烦恼, 为一爱, 二会, 三慢, 四无名, 五见, 六取, 七一八, 即九千, 即六随眠之根本烦恼加以取, 即千三者, 以戏腹之义强, 故特称位结。 然五见中, 为立身, 边, 斜位见结, 即四取中, 锦立见, 戒二取位取结。 此有二义, 即, 一, 三见, 二取之体皆为十八事, 即由物等故称结。 二, 三见位所取, 二取位能取, 所取, 能取虽义, 由共取之义故称结。 幼时禅中, 锦立即, 千位结, 其理有期, 即, 一, 皆自立现行故。 二, 即位见之因, 千位平之因。 三, 即与幽相应, 便显七之随获, 千与喜相应, 便显欢之随获。 四, 出家于教法, 再家于财宝, 皆由此二者恼乱。 五, 帝氏天有甘露位, 千位即色, 阿修罗有女色, 千色即位, 由之护心斗阵。 六, 此二者能恼乱人天而去。 七, 恼乱自他故。 又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以百事为九, 九节之自信。 陈石论卷十, 巨舍论卷二十一, 参阅, 节, 五千一百七十九, 批一百四十八。 九化山, 位于安徽青阳县西南, 占地一百余平方公里, 原名九子山, 宇山西五台, 四川峨梅, 浙江普陀合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 山有九十九峰, 以天台, 莲华, 天柱, 石王等九峰最雄伟。 主峰石王峰, 海拔一三四二公尺。 九化山原名九子山, 系因九子峰而得名。 此峰顶有九小峰, 壮如婴儿, 回环向背, 团聚而系, 故名九子。 唐代李白至此, 以九峰耸易如莲华, 更名为九化山。 九化山峰鸾其立, 高出云表, 李白提诗云, 席在九江上, 遥望九华峰, 天河挂绿水, 出九芙蓉, 唐代流雨溪赞齐, 齐峰一箭惊魂破, 四代王安时遇之为, 楚越千万山, 雄骑此山间, 山中多溪流, 瀑布, 怪石, 古洞, 苍松, 翠竹, 山光水色独特别致, 遍布名胜古迹。 昔日有骚人莫克来此游, 作诗描述此春光云, 一连风促万花红, 百里春英迪小风, 九十连华一奇笑, 天台人力宝光中, 齐山川之秀, 素有, 东南第一山, 之称。 此山最早开发于东晋隆安五年, 401, 碑渡在此创建化成寺, 据宋高森船卷二十池州九华山华城寺的藏传记乃, 的藏位新罗国王金氏之义族人, 明经乔爵, 喜欢九华山之忧翠, 的山神之柱, 七指于山。 至德, 756, 757, 初年, 诸葛节来此, 见地藏修苦行, 遂构建禅语。 剑中, 780, 783, 初年, 张公言文的藏高峰, 以旧额, 并上张奏请建四。 真元十九年, 803, 的藏世纪于此, 此今世的藏被认为系的藏菩萨之印化, 并广被尊崇。 自世九华山乃被认为系的藏菩萨显盛度众之道场, 地藏信仰之中心, 同时大规模建筑寺语, 立经诵, 元, 明, 清儿日益兴。 鼎盛时期, 佛寺达三百余座, 僧众四千余人, 香烟缭绕, 经年不绝, 故有, 佛国先臣, 知语。 献上存化成寺, 九子寺, 申宝殿, 惠居寺等七十八座古沙, 佛像一千五百余尊, 藏有名神宗万历年间所斑之圣旨, 藏经及其他寓印, 靶器等文物一千三百余剑。 百岁宫中宫有, 应身菩萨, 无暇禅师之肉身作相。 九子寺, 见竹宏伟, 寺左有七步全, 英如中古不绝, 寺右有垂云剑, 身如环佩和鸣, 素称, 九子听权。 无相似系堂开元初年王继有之故宅, 后改建卫寺, 北宋至平年间赐, 无相似, 知匾额。 上禅堂, 原名景德堂, 清康熙年间玉陵国师弟子宗演扩建, 史意精明。 旁有金杀权, 身不赢欧, 四十不竭, 权颜上, 金杀权, 十课, 传为李白所书。 权边有一金钱术, 为九化山三宝之一, 传为李白姑九钱所化而成。 肉身宝殿, 位于神光岭, 俗称肉身塔, 木制, 七级, 高十八公尺, 每层佛刊八座, 供奉金色的藏像, 塔两侧有十王立像公式。 据安徽通志载, 新罗国王静宗经桥诀, 的藏, 浊西九华, 居于南台, 金神光岭, 唐真元十年, 九十九岁世纪, 兜罗手软, 金锁古明, 颜面如身, 佛图姓魏地藏菩萨化身, 乃建塔纪念。 明神宗赐明, 护国肉身宝塔, 经存者, 乃清同志年间重建。 九华日露, 周天度, 小芳胡斋鱼的从超卷寺, 九华山至, 民国二十七年重修, 民国二十四年, 木建九华山幽明中第一期报告, 之那文化史记解说卷石, KL, Rai Kilt, Truth and Tradition in Chinese Buddhism, P148, 九相, 又做九相, 九相门, 九相观, 及对人尸体之丑恶形相, 做九种观相, 为不尽观之一种, 行之可断除我人对肉体之执着与情直, 九相位, 一、清淤响, 饭粉Laka Saj, 又做响香坏, 清响, 观响风吹日晒, 死尸变黄赤色, 腹又发黑青, 二、 浓烂响, 饭VIP Laka Saj, 又做响香烂, 降之响, 观响死尸皮肉糜烂, 自酒孔出浓生虫, 三、 虫淡响, 饭VIP Laka Saj, 又做响香虫淡, 时不消响, 观响驱虫, 鸟兽之时尸, 四、 膨胀响, 饭VYDHM Taka Saj, 又做响香轻, 观响死尸之膨胀, 五、 写图响, 饭VYDHM Taka Saj, 又做响香虫腹, 浓血响, 观响死尸之浓血意图, 六、 坏烂响, 饭VYDHM Taka Saj, 又做响香虫食, 观响皮肉之破裂, 腐烂, 七、 败坏响, 饭VYDHM Taka Saj, 又做响香解散, 观响皮肉烂净, 仅存筋骨, 七零八落, 八、 烧响, 饭VYDHM Taka Saj, 又做响香火烧, 观响死尸稍微灰烬, 九、 骨响, 饭Saj, 又做响香声, 哭骨响, 观响死尸成为一堆散乱之白骨, 以上九种名称之顺序各有意说, 如将九享会之余图, 称为九享图, 南传佛教清净道论说四十页处中, 列有十种肉体之不静观, 即膨胀相, 轻淤相, 浓烂相, 断坏相, 食残相, 散乱相, 斩酌离散相, 写图相, 虫具相, 海骨相等十不静, 杂阿涵卷二十七, 观佛三昧海经卷二, 大制度论卷二十一, 卷四十四, 大乘一张卷十三, 批一百五十, 酒会, 指金刚戒之酒会曼陀罗, 参阅, 金刚戒曼陀罗, 三千五百四十七, 酒会说, 乃指佛陀说华言经之会作而言, 心意华言经未共七处酒会, 但就意华言则未有七处八会, 批一百五十一, 酒会一应, 此乃显示金刚戒曼陀罗酒会与其中一应会关系之语, 一应会即是将酒会诸尊, 全部涉入大日如来以至权显之法门, 其他八会则细开大日如来之功德而立, 批一百五十一, 酒会尊数略诵, 为方便记一金刚戒酒会曼陀罗尊数所作之诵, 其诵文位, 成身千六十一尊, 三维公各七十三, 四十三亿礼十七, 将将七十七三尊, 分别酒会诸尊位, 佛体一千三十六, 菩萨二百九十七, 愤怒四尊直经四, 外金刚部百二十, 总千四百六十一, 是明金刚县徒尊, 圆容相及一法界, 此诵所是尊数如佐, 曼陀罗斯超, 批一百五十一, 酒页, 即欲界, 色界各有作业, 无作业, 非作非无作业三种, 无色界亦有无作业, 非作非无作业, 无漏业三种, 总计九种页, 作业, 即身, 口所造之业, 心意味表业, 无作业, 乃依作业而生之功能, 心意味无表业, 非作非无作业, 止意业, 无漏业, 即无漏之身, 口, 意业, 酒页若以三性, 善, 恶, 无计, 分别, 则欲界之作业, 非作非无作业通三性, 色界之作业, 非作非无作业通善, 无济, 欲界之无作业通善, 恶, 色界之无作业为善, 无色界之无作业, 非作非无作业与色界同, 无漏业为善, 诚实论卷八之九叶品, 大乘一章卷七, 批一百五十一, 酒解脱道, 三界总有九的, 若救胜者而言, 于修道为断玉界前六品者为第二果, 玉界九品全断者为第三果, 断上二界七十二品者为第四果, 每断此一品或, 各有无间, 解脱二道, 即正断烦恼之未未无间道, 烦恼即断而得解脱之未未解脱道, 一的之丝或有九品, 故能致之道亦有九, 称为九无间道, 九解脱道, 大藏法术卷五十, 参阅, 九无间道, 一百四十七, 批一百五十二, 九辨之, 即断除三界见, 修二或之九种之, 或只以此九至对此等珠或所作之断除, 又作九之, 即于见, 修, 无学等三道中, 特将见, 修二道所断烦恼之段, 立为九种辨之, 辨之, 一亿未周辨了之四地之境而断或, 虽以至未其性, 然非称至未辨之, 至辨之, 而系依此至而断烦恼之故, 果复因之明, 称, 断, 未辨之, 即是, 断辨之, 九者即, 一, 一, 欲界见苦及断结净变之, 乃断除欲界细苦及地下之见或, 二, 上二界见苦及断结净变之, 乃断除上二界苦及地下之见或, 三, 欲界见灭断结净变之, 乃断除欲界灭地下之见或, 四, 上二界见灭断结净变之, 乃断除上二界灭地下之见或, 五, 欲界见到断结净变之, 乃断除欲界到地下之见或, 六, 上二界见到断结净变之, 乃断除上二界到地下之见或, 七, 五顺下分结净变之, 乃断除欲界之修或, 八, 色爱结净变之, 乃断除色界之修或, 九, 一切结永近变之, 乃断除无色界之修或, 品类足论卷六,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七, 据舍论光记卷二十一, 参阅, 变之, 五千六百一十六, 批一百五十二, 九三, 大法会中带领众僧之九诗, 即指导师, 咒怨师, 北诗, 散花诗, 范音诗, 西藏诗, 影头, 唐达, 纳众, 批一百五十二, 九森诗, 乃颂代九森之诗, 此九森经于诗, 于时有九森诗即行诗, 其名为淮南会重, 渐南西咒, 精华宝仙, 南越文照, 天台行照, 汝洲简长, 清晨微凤, 江东宇昭, 鹅眉怀骨, 六亿诗画, 批一百五十二, 九种大禅, 指九种大臣禅, 乃部供外道与二圣, 独卫菩萨所修之九种禅定, 略称九禅, 法华玄一卷四比较诸禅, 略九大禅如啼湖, 略出世间上上禅, 九者即, 一, 自信禅, 观心之自信, 一切诸法莫非由心, 心设一切, 如如意诸, 或为助止, 设心不散, 或为助观, 分别照了, 或止观双修, 定会君等。 二, 一切禅, 能得自行化他一切功德之禅, 死有世间, 出世间二种, 其二重又各有三种禅, 即, 一, 献法乐助禅, 离一切妄想, 身心止息, 为第一寂灭, 二, 出生三昧功德禅, 出生种种不可思议无量无边之实力种性所设之三昧, 入一切无爱慧, 无正愿至之圣妙功德。 三, 利益众生禅, 不失众生除重苦, 之所应说法, 知恩报恩, 能护诸恐不忧苦为之开解。 三, 难禅, 指难修之禅。 四有三种, 一, 第一难禅, 九席圣妙禅定, 于诸三昧的心自在, 哀悯众生未令成熟, 故舍第一禅之乐而生欲解。 二, 第二难禅, 一禅出生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生三昧。 第三难禅, 一禅的无上菩提。 四, 一切门禅, 一切禅定皆由此门出之矣。 有四种, 一, 有觉有观禅, 为色界出禅之定。 二, 喜聚禅。 三, 乐聚禅。 四, 舍聚禅, 色界第四禅定, 无善恶增爱, 故称舍聚。 五, 善仁禅, 舍一切善法, 大善根之众生所修, 有五种, 不畏者, 慈心聚, 悲心聚, 喜心聚, 舍心聚。 六, 一切行禅, 意指大臣一切行法无不含舍, 此有十三种。 即, 一, 善禅, 二, 无计划化禅, 三, 止分禅, 四, 观分禅, 五, 自他力禅, 六, 正念禅, 七, 出身神通力功德禅, 八, 明远禅, 九, 意远禅, 十, 止香愿禅, 十一, 举香愿禅, 十二, 舍香愿禅, 十三, 献法乐住第一亿禅。 七, 除烦恼禅, 若修此禅, 能除灭众生种种苦恼。 四, 有八种, 一, 咒术所依禅, 菩萨入定, 除诸苦患, 毒害, 双宝等。 二, 除病禅, 能除四大所起之重病。 三, 云雨禅, 性质甘雨, 能消灾汗, 救诸积景。 四, 等度禅, 能救诸孔南极一切水路人非人之部。 五, 饶益禅, 能以饮食饶益旷野饥可之众生。 六, 吊福禅, 能以财物吊福众生。 七, 开绝禅, 开绝诸迷惑之众生。 八, 等坐禅, 令众生之所作, 悉皆成就。 八, 此事他事乐禅, 修此禅定, 能令众生的现在, 未来二世之乐。 四有九种, 神族便现调服众生禅, 随说事现调服众生禅, 教戒便现调服众生禅, 为恶众生事恶去禅, 施变众生已变饶益禅, 施念众生已念饶益禅, 造不颠倒论为妙赞颂摩的乐家为令正法九注释禅, 世间技术亦饶益摄取众生禅, 赞习恶去放光明禅。 九, 清静禅禅, 依此禅定, 一切烦恼或夜夕断禅, 可得大菩提清静之果, 顾名清静, 禅, 自重负, 乃表清静之相亦不可得。 四有十种, 一, 世间清静禅不畏不染污禅, 二, 出世间清静禅禅, 三, 方便清静禅禅, 四, 的根本清静禅禅, 五, 根本上肾禁清静禅禅, 六, 入住其力清静禅禅, 七, 舍腹入力清静禅禅, 八, 神通所作力清静禅禅, 九, 离一切见清静禅禅, 十, 烦恼至障断清静禅禅。 菩萨的持经卷六方便处产品, 法界次第出门卷下之上, P152。 九种不孩, 指九种由玉界网色界而斑涅盘之不孩果胜者, 即于中斑, 深斑, 上流斑等三种斑各分三种, 而成九种不孩。 九者即, 一, 素斑, 于中有断除余或而斑涅盘。 二, 非素斑, 于中有经短暂之时而斑涅盘。 三, 经九斑, 于中有经九时而斑涅盘。 四, 生斑, 生于色界, 素断余或而斑涅盘。 五, 有形斑, 生于色界, 经常时之加行情修而斑涅盘。 六, 无形斑, 生于色界, 未经加行, 立九自然断除上帝之祸而斑涅盘。 七, 全超斑, 先生于色界之最下范仲天, 由范仲天超中间之十四天, 至色就近天而斑涅盘。 八, 半超斑, 先生于范仲天, 后超一天或二天乃至十三天, 而至色就近天斑涅盘。 九, 便眉斑, 便经历色界之十六天, 而余色就近天斑涅盘。 据色论卷二十四, 批一百五十四。 九种世间, 即佛界以外之九界, 又作九世间。 地狱, 恶鬼, 畜生, 阿修罗, 人, 天, 以上位弥界, 身文, 原觉, 菩萨, 佛, 以上位物界, 等何称为十界。 其中除至高觉对, 出世间, 知佛界外, 与者均属相对界, 世间性, 故父以世间之名, 而称九种世间。 批一百五十四。 九种相界, 属大臣界。 即, 一, 自性界, 可分为四, 一, 从他镇寿, 二, 善尽易乐, 不从失寿, 三, 犯以孩境, 四, 身境专念无有违反。 后二法乃前二法所隐, 为菩萨自性界所具四功德。 二, 一切界, 可分为二, 一, 再加分界, 二, 出加分界。 依此, 在加, 出加二分境界略说未设律仪界, 设善法界, 饶意友情界等三具境界。 三, 难行界, 可分为三, 一, 菩萨于所具大财大足自在增上, 而能弃舍, 受持菩萨境界律仪。 二, 菩萨若遭疾难乃至施命, 于所受境界无有少缺。 三, 菩萨便于一切行住作义, 横住正念, 常无放义, 乃至命中, 于所受界无有物施。 四, 一切门界, 可分为四, 一, 正受界, 菩萨受先所受之三境界, 即设律仪界, 设善法界, 饶意友情界。 二, 本性界, 菩萨助种性位, 本性人贤, 故身, 与二叶横位清净。 三, 串习界, 菩萨往习于身中, 曾串修习三具境界, 由素因力所住持固, 于现在是一切恶法不乐现行, 身心艳离, 乐修善行, 于善行中身心心目。 四, 方便相应界, 菩萨依四摄, 于诸有情生与善业横相续转。 五, 善世界, 可分为五, 一, 菩萨自聚施罗, 犯欧欧, 戒, 二, 劝他受戒, 三, 赞戒功德, 四, 见同法者, 身心欢喜。 五, 设有悔犯, 如法悔除。 六, 一切种戒, 此戒有六种, 七种之别, 即位十三种。 六种即, 一, 回向戒, 即回向大菩提。 二, 广播戒, 即广涉一切所学处。 三, 无罪欢喜处戒, 即远离担者欲乐, 自苦二边形。 四, 恒长戒, 即虽尽寿命, 亦不舍所学处。 五, 坚固戒, 守戒坚固, 一切力养, 恭敬, 他论, 本随烦恼等, 皆不能服, 不能夺。 六, 失罗庄严巨相应戒, 即巨足一切戒庄严。 七种即, 一, 止息戒, 即远离一切杀身。 二, 转座戒, 即设一切善, 饶意有情。 三, 防护戒, 即随护止息, 转座戒。 四, 大事相应熟戒。 五, 增上心应熟戒, 六, 可爱去应熟戒。 七, 立友情应熟戒。 七, 岁求戒, 菩萨西求众生物以断命, 不语取, 慧欲, 邪行, 虚妄, 离间, 粗恶, 启欲, 守快障等诸非爱处加害于我。 菩萨义不以此恶处加诸众生, 令彼所求不遂, 亦不悦。 八, 此事踏实乐界, 可分为九, 即菩萨为诸众生有四种境界。 一, 应遮处而正遮止, 二, 应开处而正开许, 三, 应涉寿则正涉寿, 四, 应调符则正调符。 附有所于诗, 忍, 精进, 净律, 班若波罗密多等五种巨型境界。 如是九法能令自他宪法, 后法皆得安乐。 九, 清净界, 可分为十, 一, 初善受界, 即为为沙门三菩提故。 二, 有不太审界, 于为饭时生回馈而远离, 与不太举界, 生回馈而远离非处, 二种。 三, 离谢待界, 即于睡眠乐, 以乐, 沃乐不担者, 昼夜勤修善品。 四, 离诸放异所涉受界。 五, 正愿界, 即远离力养, 恭敬, 贪等, 不愿升天而自修犯行。 六, 鬼则具足所涉受界, 即于诸威夷所作重视善品, 加行妙善圆满。 七, 净命具足所涉受界, 即远离狡诈等一切邪令过失。 八, 离二边界, 即远离受用欲乐, 自苦二边。 九, 涌出离界, 即远离一切外道邪见。 十, 于先所受无损失界, 即于先所受菩萨境界无缺减, 无破坏。 菩萨的持经卷四, 卷五, 菩萨善戒经卷四,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P154, 九种差别, 据大臣庄严经论卷六随修品第十四载, 菩萨修行有九种差别, 即, 一, 善行生死, 指菩萨成就道业, 为化道友情, 虽出没于生死中, 而不为生死所染者。 二, 善行众生, 指菩萨于诸众生, 起大悲心, 若有病苦, 常行救济, 不生皮带。 三, 善行自心, 指菩萨能掉伏自心, 破除烦恼, 增长菩提。 四, 善行欲成, 指菩萨虽处欲成而不染者, 精修犯行, 增长法财。 五, 善行三叶, 指菩萨精修于身, 口, 一三叶, 思维策立, 皆令清净。 六, 善行不恼重, 众生, 指菩萨于诸众生, 长起怜悯之心, 虽有加恶于我, 亦不生甜恼。 七, 善行修习, 指菩萨修习菩提之道, 勇猛精勤, 心无间断。 八, 善行三昧, 指菩萨修习镇定, 不乱不昏, 遂使功德滋长。 九, 善行般若, 指菩萨已清净至, 照了世间一切诸法, 心无疑惑。 P155 九种转变, 转, 指运动, 变, 指改意。 为外道不了法从原生, 本无自信, 一切境界, 其灭违心, 而忘记有无, 遂成邪值。 巨人家精卷三载, 九种转变即, 一, 行处转变, 行处, 即四大珠根行直之处。 外道见其行直, 随时变异, 衰卸不长, 乃即未转变。 二, 相转变, 相, 即诸法身灭之相。 外道见念念之间, 身住灭相, 迁流不停, 乃即未转变。 三, 应转变, 应, 即所作之音。 外道见一切所作之音, 渐渐成熟, 熟必感果, 辗转相应, 乃即未转变。 四, 成转变, 成, 即所成之果。 外道见果即应成, 成必有坏, 应是相人, 乃即未转变。 五, 见转变, 见, 未眼能观色。 外道以见能随物迁改, 未曾暂停, 乃即未转变。 六, 性转变, 性, 即根性。 外道即自性随叶流转, 深深不息, 无有穷尽, 乃即未转变。 七, 原分明转变, 原, 即一切是原, 分明, 只见处明了。 外道见一切因缘之事, 分明小了, 皆从变灭, 乃即未转变。 八, 所作分明转变, 所作, 即一切造作。 外道见世间诸所作为, 分明小了, 生灭不定, 乃即未转变。 九, 是转变, 是, 即有未知事事。 外道见诸事事, 千患无常, 心心不住, 乃即未转变。 P156 九障碍法,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金卷六所在九种能障碍善道之法。 即, 一, 以脑害我, 二, 现脑害我, 三, 当脑害我, 四, 过去增我善友, 五, 现在增我善友, 六, 未来增我善友, 七, 过去爱我愿佳, 八, 现在爱我愿佳, 九, 未来爱我愿佳。 无人若对静意念此九法, 必增不善之心, 故称障碍法。 P156 九侧, 指不动明王之本事。 哪位断绝三戒九的之货杖,完成时的之佛果。 由于不动明王之力剑周围有九火焰, 故称九车。 其力剑称为九车剑。 P156 九车印鸣, 指以不动之力剑通车三戒九的, 断尽一切众生业烦恼为一支印鸣。 右座不动九车, 不动九车剑印, 九车剑印。 即以不动明王为本尊, 两步大日为两邪事, 而建立三尊账, 以无所不治之印观之, 三度送阿, 寒, 宗三字之真言, 观成九车之乙。 此为行者断三戒九的之烦恼, 转九时开显无治之乙。 绝缘超卷下, 参阅九车一百五十六, P156 九缘生十缘, 助臣之乙。 即未明, 空, 根, 静等九种之缘, 生眼, 耳, 鼻, 蛇等八种之识。 此系以眼, 耳, 鼻, 蛇, 生五十, 依第八十相分, 即分别相状, 指示间种种色相境界凡有明相者, 建立, 由第八十种子而生, 揽明, 空诸境而未相, 第六十缘第八十相分而得生, 取五成境界而分别, 依第七十而能止取, 第七十缘第八十见分, 即能见之时, 指眼等诸时能照逐了别诸成境界者, 而得起, 转第六十染境而未依, 第八十未重十之根本, 含诸法之种子, 依第七十而能转脱五根十而未相。 由事而知, 十即原生, 原因时有, 更互为一, 地相已脱, 而有多少不同, 故称九原生时。 据称为十论卷二至卷五所在, 一, 明元, 明, 指日月之光, 能显诸色相。 为眼因明而见, 无明则不能发于眼时, 故名为眼时之源。 二, 空元, 空, 指荡然无碍, 而能显诸色相。 为眼以空而能见, 而以空而能闻, 无空则不能发眼, 而知识, 故空为眼时与耳时之源。 三, 根元, 根, 指眼, 耳, 鼻, 舌, 身无根。 为眼时依眼根而能见, 耳时依耳根而能闻, 鼻时依鼻根而能秀, 舌时依舌根而能长, 身时依身根而能觉, 若无五根, 则无时摩所依。 故五根为五时之源。 四, 静元, 静, 紫色, 身, 香, 卫, 处五成之境。 卫眼等五根虽俱见, 闻, 秀, 长, 觉等五时, 若无色等五种成静未对, 则五时无由能发, 故静为五时之源。 五, 作意元, 作意, 即心所法, 有觉察之意。 未如眼出对色时, 便能觉察, 引领去静, 使第六时即起分别善恶之念, 吉耳, 鼻, 舌, 身出对境时, 亦能如是觉察引领。 事已变形一切时静, 皆由作意, 故作意未眼等六时之源。 六, 根本一元, 根本, 即第八阿赖耶时, 一, 指以托。 为第八时为诸时之根本, 眼等六时一第八时向分而得身, 第八时向分托眼等六时而得起, 故根本一为六时即第八时之源。 七, 染静一元, 染静一, 即第七莫纳时, 一切染静诸法皆依此时而转。 为眼, 耳等六时, 余色, 身等六成静上, 其诸烦恼或夜, 则转此烦恼染法归于第八时而成有漏, 若六时修诸道品白静之夜, 则转此道品静法归于第八时而成无漏, 故称为染静一。 然此第七时一一第八时而能转, 第八时一第七时而随缘, 更互为一, 地相以托, 故染静一为眼等八种时之缘。 八, 分别一缘, 分别, 即第六时, 此时能分别善恶, 有漏无漏, 色心诸法, 以眼等五根虽能取静, 然皆一第六时而有分别。 四之五根静之好物, 由分别而生, 第七时之染静, 由分别而知, 第八时之相分, 由分别而显, 故分别依未眼等八种时之缘。 九, 种子缘, 种子, 即眼等八种时之种子。 未眼十一眼根种子而能见色, 耳十一耳根种子而能闻生, 鼻十一鼻根种子而能闻香, 蛇十一蛇根种子而能肠胃, 生十一生根种子而能觉处, 亦是一亿根种子而能分别, 第七时一染静种子而能相续, 第八时一寒藏种子而能出生一切诸法, 以诸时各依种子而生, 故种子未眼根等诸时之缘。 P156 九轮, 日本佛塔建筑用语, 右座空轮, 乃突出于塔顶上的九层金轮中之香轮。 佛寺建筑中, 塔之, 平头, 上有重重之轮盘形建筑, 通常称为香轮, 盘盖或成漏盘, 在日本, 于三重五重之塔中, 香轮之轮数若固定为九重者, 则特称为九轮。 九轮最底轮称, 一轮, 往上鉴刺为二轮至第九轮。 古代印度所造塔顶一致有九轮。 此外, 作为贵族标志之散盖, 范莎拉亦有九轮。 参阳, 陈漏盘, 3254, 香轮, 3911, 塔, 5421, 辟158, 九横, 指九种因缘, 令人命未尽不应死而死。 即, 一, 不应犯而犯, 不当时而时。 二, 不量犯, 时不知节制, 多时, 过足。 三, 不习犯, 不知食, 不知俗, 时不习惯之饮食。 四, 不出身, 时未消化幼食。 五, 止熟, 意志大小便。 六, 不持戒, 犯重罪刑法。 七, 净恶之事, 结交恶人, 恶友。 八, 入礼不识, 不如法行。 九, 可避不避, 欲恶兽, 狂犬, 罪人, 水火等, 当避而不避。 九横经, 佛依经, 指九种恨死。 即, 一, 得并无依。 二, 王法诸禄。 三, 非人夺精气, 即丹荒乐而生不胜, 为非人, 鬼怪, 晨戏夺其精气。 四, 火焚。 五, 水逆。 六, 恶兽淡。 七, 堕牙。 八, 毒药咒剧, 集中毒药或离咒剧。 九, 饥渴所困。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P158。 九横经, 拳一卷。 后汉安是高义。 收于大阵藏第二册。 内容叙述众生受命未尽而遭恨死之九种原因, 死疾, 不应犯, 不量犯, 不习犯, 不出身, 只熟, 不持戒, 敬恶之事, 入礼不识不如法行, 可避不避。 本经与七处三观经, 大阵藏第二册, 之第三十一篇同本。 出三藏记集卷二, P158。 九负一托, 乃止摩喝止观卷以上所数不同发心之十种众生。 即, 一为火徒道, 二为血徒道, 三为刀徒道, 四为阿修罗道, 五为人道, 六为天道, 七为摩罗道, 八为尼坚道, 九为色无色道, 十为二圣道。 此中, 前九者未复, 后一者未托, 复托虽亦, 然同是邪非之发心。 摩喝止观卷一上, 大四六, 四中, 九种是生死, 如残自负。 后一是涅槃, 如独跳, 虽得自托, 畏惧佛法, 巨非故双减。 前九世世间, 不动不出, 后一虽出, 无大悲, 巨非双减也。 P158。 九地, 指九种真实之理, 地, 及真理之义。 九者即, 一, 无常地, 为三界诸法之身灭无常。 二, 苦地, 指三界有漏之果报逼迫苦恼。 三, 空地, 为诸法之自信本空。 四, 无我地, 为一切法无我, 无常义主宰之时我。 以上四者为四地中之苦果所设。 五, 有爱地, 是, 后有, 为, 常有, 而爱执之, 即因, 常见, 而感受苦果。 六, 无有爱地, 是, 后有, 为断灭而爱执之, 即一, 断见, 而生苦果。 以上二者为吉地所设。 七, 彼断方便地, 为断舍苦, 及之方便, 及道地。 八, 有于依涅槃地, 未虽已断除烦恼, 正的涅槃之理, 燃上存或业所感之一身。 九, 无于依涅槃地, 依身全然灭境, 身心空气, 归于涅槃解。 以上二者属灭地。 此九地为四地之开眼。 大臣法愿一灵张卷二末, 三月, 四地, 一千八百四十, 辟一百五十八, 九斋日, 和三常斋日, 及六斋日而成。 即真月, 五月, 九月之每日, 及每月之八日, 十四日, 十五日, 二十三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等九种斋日。 斋者, 持戒不过中时, 即过五不时。 九斋日为帝世四天王等四察人间善恶之日, 故过五不时, 以圣身心。 三藏法术卷三十五, 世事要揽卷下, 翻译名义及卷七, 批一百五十九。 九药, 泛语 Navagraha, 至九种照药之天体, 又称九直, 乃随逐日时而不相离, 具有直池之义, 故称九直。 细利于泛荔枝一种立项, 分别为日药, 泛Dytia, 月药, 泛Soma, 火药, 泛Ageracca, 水药, 泛Burthut, 木药, 泛Fihaspati, 金药, 泛Ukra, 土药, 泛Alnaycara, 罗, 泛Arhu, 记兜, 泛Ketu, 等。 日药及太阳, 月药及太阴, 火药为淫火星, 水药为沉星, 木药为碎星, 金药为太白星, 土药为振星, 以上七者, 称为七药。 罗及黄帆星, 又称时神, 逢日月即时。 记兜及慧星, 又称暴伟星, 为时神之慧。 新唐书立志第十八载, 玄宗开元六年, 七百一十八, 太史坚渠谈西达寿照, 翻译九直立, 此为类似回回立即太阳立之一种范立。 九药若配之以方位, 则日药于丑淫方, 月药于须亥方, 火药于南方, 水药于北方, 木药于东方, 金药于西方, 土药于中方, 罗于陈寺, 东北, 方, 既都于卫生, 西南, 方。 又于日本, 本地说, 中, 日卫观音, 或须空葬, 月卫世智, 或牵手观音, 或卫宝身佛, 或阿鲁加观音, 水卫为妙妆庄严身佛, 或水面观音, 木卫要师佛, 或码头观音, 金卫阿弥陀佛, 或不空所, 土卫疲卢遮纳佛, 或石一面观音, 罗为匹婆师佛, 既都为不空所。 又古俗有以此酒药配于人之年龄而叛及凶之法。 摩登加金卷上, 广大仪轨卷中, 大日经书卷四, 七药壤灾绝, 批159。 九药曼陀罗, 即化九药及其所属神像之曼陀罗。 唐代一行所者梵天火罗九药一书图九药之形象, 卷为载有梵天火罗图一帖, 一般以之为九药曼陀罗。 然此书仅有九药各别之神像, 而未说曼陀罗, 故不能详知其图样。 又巨大日经书卷五载, 日天眷属之位置如左图, 此曼陀罗缺九药中之月药而代以剑婆, 故与其称为九药曼陀罗, 未若称之为日天曼陀罗教妥。 P160 九十尊,密教义眼,耳,鼻,舌,身,义,莫纳, 阿赖耶,阿摩罗等九十配于胎藏界曼陀罗中台八夜院之观音, 弥勒,文书,普贤,阿,宝身,弥陀,不空成就, 大日等九尊,或佩乙,普贤,文书,观音,弥勒,古音,弥陀,华开夫,宝状,大日等九尊。 P160 九十尊,乃将十分作九种之义。 即眼,耳,鼻,舌,身,义等六十,再加莫纳时,即第七十,阿里耶时,即阿赖耶时,以上为八十,阿摩罗时等,何为九十。 小乘佛教历六十,大乘佛教的论宗,为十宗历八十。 真帝系之社论宗复举第九阿摩罗时,无构时,真如时,成历九十亿。 据宗静鹿卷四所示,九十集, 一,眼时,眼与色为圆而身眼时,未能见者。 二,耳时,耳语身为圆而身耳时,未能听者。 三,鼻时,鼻与香为圆而身鼻时,未能嗅者。 四,舌时,舌与味为圆而身舌时,未能尝者。 五,舌时,舌与处为圆而身舌时,未能觉者。 六,意识,意法为圆而身意识,能分别前五根所愿色等五成境界。 七,莫那时,又称分别时。 此时本无定体,即第八十之染分, 一第八十字正分而身,原第八十见分而直为我, 为第六十之主,直转第六十所愿善恶之境而成染尽者皆有此时。 八,阿赖耶时,意义作葬时。 此时染尽同源,身灭和和, 具有相分、见分、自正分、正自正分等四分。 九,阿摩罗时,意义作清净时,白净无构时。 此时乃一切众生清净本源心地, 诸佛如来所正法身果得, 再甚不增,再凡不俭, 非生死之能基,非涅槃之能计, 染尽俱敏,战若太虚。 大臣密言经卷中,卷下, 大臣入伦家经卷九, 成为时论数计卷一本,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一末, 显时论特例九十之说。 为三界有二种时, 亦为显时,亦为分别时。 显时为本时, 依其转作五臣四大等之作用分为九种, 即,一,生时,转作眼等五根相似之生之时。 二,乘时,转作色等六臣之时。 三,用时,转作眼时等六时之时。 四,试时,转作三式之时, 又生死相续不断位之时。 五,气时,转作气世间及时方三式之时, 又作处时。 六,述时,能算计良度之时。 七,四种言说时,能见闻觉知之时。 八,自他一时,转作六去生自他各一之时。 九,善恶生死时, 一切生死不离人天四去善恶之意, 能转作此等式之时。 批一百六十。 九折,九种鬼折之意。 即森瑞叛世法华经时所立之九颗。 据法华传记卷二森瑞传载, 森瑞为揪摩罗石之门人, 罗石偿命森瑞开奖法华经, 森瑞乃将全经分为九折, 即,一,婚圣相扣折, 即续品。 二,设教归真者, 即方便品, 系佛陀位上根者所宣说。 三,心内前章者, 即辟育品, 系佛陀位中根者所宣说。 四,树穷通习者, 即性解品, 系四大弟子所领解者。 五,张英敬悟者, 即化成, 受祭等珠品, 系佛陀位下根者所宣说。 六,赞扬行礼者, 即法师品。 七,本机无身者, 即多宝品。 八,举因真果者, 即永出, 受量等珠品。 九,称阳远记者, 即随喜功德品以下, 是为全经之流通分。 又法华文句记卷八之四一举九折而配以序, 正, 流通三段, 即第一折为序分, 第二至第八等七折为正宗分, 第九折为流通分。 上纪二书军为九折为僧瑞所立, 故称僧瑞为九折法师。 但法华玄论卷一位乃道荣之所立, 故称道荣为九折法师。 法华义书卷一, 即藏, 法华游义, 法华经文句卷八下, 批一百六十一。 九类生, 为三界众生出生之九种形态, 即一卵生, 二胎生, 三师生, 四化生, 以上四生, 三界共通, 五有色, 色界, 六无色, 无色界, 七有相, 无色界中除无相天以外之其他诸天, 八无相, 无色界中之无相天, 九非有相非无相, 非相非非相处。 金刚经, 大八, 七四九上,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 若胎生, 若失生, 若化生,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相, 若无相, 若非有相非无相, 若皆令入无于涅槃而灭肚之, 此外, 能言经卷七说有十二种类生。 P161, 九类鬼, 据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卷三十亿载, 言魔王所居之处有无才, 少才, 多才三种鬼, 此三种鬼中各负有三种, 故共计九种, 类, 鬼, 即, 一, 无才鬼, 下分三种, 一, 巨口鬼, 此鬼口中长土烈焰, 赤然不息, 身形则如被火燎烧之多罗树, 棕榈树。 二, 真口鬼, 此鬼附带如山, 咽喉则细如真孔, 虽见诸种上妙之饮食, 然不能吞焰, 故饥可难忍。 三, 臭口鬼, 此鬼口中横出极恶腐烂臭气, 其秀过于奋惠, 且自熏于己, 故常呕逆, 若欲饮食亦不能食, 肠胃饥可锁闹。 二, 少才鬼, 下分三种, 一, 真毛鬼, 此鬼身毛尖利, 难以清净, 其尖毛内钻字体, 外设他人, 苦痛难忍, 偶有不尽之时已稍计饥可。 二, 臭毛鬼, 此鬼之身毛臭过分慧, 熏烂击骨, 真分长腹, 冲喉变呕, 荼毒难忍, 然若拔其毛, 则伤裂皮肤, 转家俱苦, 偶有不尽之时已稍计饥可。 三, 隐鬼, 此鬼于咽喉身大隐, 犹如臃肿, 热痛酸疼, 然又更相包脊, 致使臭浓涌出, 共相真实而稍计饥可。 三, 多才鬼, 下分三种, 一, 吸四鬼, 此鬼常向此寺中享受祭品, 犹如飞鸟, 熬游虚空, 无有阻碍, 盖此鬼先是姬才而千令不能不失, 且息祭子孙之祭祀, 故身于此鬼道中。 二, 吸气鬼, 此鬼常希望以他人所弃土, 残留等物, 供其食用, 此乃因其素身千令, 故于有饮食之处, 或见会物, 或不能见, 或乐于敬物, 而又见会, 随其业力之不同, 而得多寡厚薄之时。 三, 大是鬼, 此鬼之世大, 诸如叶叉, 罗沙梭, 公叛查等君属之, 或住于灵庙, 或依于树林, 或居山谷, 处空宫等, 所受之父乐与诸天相同。 P161 九变, 指菩萨之九种变才, 即无这变才, 无净变才, 相续变才, 不断变才, 不怯弱变才, 不经不变才, 不共变才, 天人所重变才, 无边变才等。 圣天王班若波罗蜜金卷1P162 九炎寺, 位于韩国庆上到永川郡 距于面星星洞, 经井存古塔一基, 塔乃星罗时代所见, 其高除漏盘约四公尺序, 形状四佛国四塔。 P162 九显一密, 日本真言宗之教判。 以十柱星中, 前九柱星未显教, 后一柱星未密教, 称为九显一密。 参阅, 十柱星, 431, P162 九体阿弥陀, 指九种佛体, 往生极乐有九品之别, 故佛体分为九种。 观无量寿佛经, 日森绝韵之观心念佛一书为, 阿弥陀之, 阿, 自表空甲中, 乃为报身具足三身, 弥, 表甲空中, 即为应身而具三身, 陀, 为中空甲, 即为法身具足三身。 阿弥陀, 三字各具三身之义, 故意阿弥陀佛即具九体之身。 P162 勒凡四讯, 请参阅音录。 勒忠, 1932, 江苏泰县人。 九岁出家, 民国三十六年, 一千九百四十七, 于南京古林寺寿比丘姐。 先后游学于泰县光校佛学院, 南京七霞佛学院, 上海静安佛学院。 大陆沦陷后来台, 亲至于细致弥勒内院慈航法师。 民国五十年, 复籍东营, 入东经历镇大学留学。 五十六年, 以主导深研究论文的硕士学位。 修毕博士课程后, 乃反国弘法。 常任教育太虚佛学院。 五十九年, 在台北创办法藏佛学院。 六十六年, 出任中国佛教会秘书长, 于强化中国佛教会之组织功能方面, 颇为智力。 P162 乐园, 一千零三十二, 一千零九十八, 宋戴森。 江西福良人, 俗姓林。 好佛印, 故又称佛印乐园。 自绝老。 二岁学论语, 常从宝基寺日用出家, 受聚足戒, 便参诸诗。 十九岁, 入庐山开仙寺, 列善仙之法席, 又参元通之居呢。 常于书法, 能诗文, 由善言辩。 二十八岁, 驻江州臣天寺, 梵力作道场九所, 道话不止。 当时名士苏东坡, 黄山谷等军与之交善, 以张聚相酬作。 神宗清旗道风, 特赐高丽摩纳, 经, 赠号, 佛印禅师。 元福元年正月世纪, 世寿六十七, 法拉五十二。 有语路行事。 续传登陆卷五,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九, 世事基古略卷四, 禅陵森宝传卷二十九, P一百六十三。 了本身死经, 全义卷。 五, 知千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 本经之同本义义经有佛说道经, 慈世菩萨所说大臣元申道玉经, 大臣舍离缩丹摩经, 佛说大臣道经等。 初三藏记及卷六所载道安传之乐本身死经序, 为本经为佛陀出转法轮时所说四第四性之要旨。 内容包括, 以以内缘, 外缘二缘未缘起之要素。 二, 开示应相互, 缘相互。 三, 归纳内缘, 外缘之起, 皆需待非常, 不断, 不除步, 众不败亡, 相向非故等五世之起。 四, 说十二因缘等。 历代三宝记卷五, 义经图记卷一批163。 乐阴, 阴明用语。 在三之做法中属阴之, 为六阴之一, 与, 声阴, 对称。 乐者乐物或明乐之意, 如灯光照雾, 可令人明了一切。 譬如论者力, 身世无常, 宗, 命题, 以, 所作性故, 为因, 理由, 证明身乃无常不能决定常住, 令敌者, 问难者, 听后能乐之, 身世无常, 为正理。 此于力者, 力论者, 而言, 即之以启发敌者之正志, 故称为, 身阴, 于敌者而言, 以此而乐物正理, 故称, 乐阴。 乐阴因其功用不同, 又可分三项, 一, 至乐阴, 此指敌者之智慧与之事。 智慧与之事乃乐物之资本, 若无此二资良, 即便力者给予再好之身阴, 敌者亦无从乐物, 故称之志乐阴。 二, 言乐阴, 即止前述力句中立者所言之, 所作性故, 一语而言。 敌者之乐物, 除须被具智慧与之事外, 必须以赖力者言语之刺激, 方能发挥乐物之作用, 言语乃至乐阴之音, 故称为言乐阴。 三, 亦乐阴, 即止前述力句中, 所作性故, 亦亦所含之义力, 与其所指之对象。 敌者能乐物, 除前向二因外, 亦是因者利者所举之意义, 亦亦是智乐阴之音, 故称亦乐阴。 亦尚可知, 言, 亦二乐阴是智乐阴之音, 智乐阴则是言, 亦二乐阴之果, 亦乐阴是亦乐阴之音, 亦乐阴是亦乐阴之果。 英明入阵理论物他们浅示, 参阅, 六因, 一千两百五十六, P一百六十三。 乐阴佛性, 三阴佛性, 三佛性, 之一。 即止显发照了众生本具正性之观制。 金光明经玄义卷上, 智乙者, 为, 觉智, 佛, 非常非无常, 性, 理智相应, 如人善知经藏, 此智不可破坏, 称为了因佛性。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八, 法华经文具卷九下, 法华经玄义卷五下, 参阅, 三佛性, 五百五十二, P一百六十四。 乐阁, 一千三百三十五, 一千四百二十一, 明代曹洞宗僧, 松阳, 河南登峰, 人, 俗姓任。 自宁然, 是称宁然乐阁禅师。 自幼即信念于空宗, 乃于少林寺出家, 二十十那僧福, 游学诸方, 初参阅印于香山, 久而未契, 遂往天庆四叶松亭子言, 得其法, 归隐于二族言。 红武二十三年, 一千三百九十, 应众之请记主少林, 红法杜弥, 似众归敬, 王侯景仰, 十周鼠一三藩王街登山公仰, 不敢轻言照请。 永乐十九年说祭而世祭, 适寿八十七。 旭志月禄卷十三, 五登会元旭略卷一, 辟一百六十四, 了姓, 一千两百七十一, 一千三百二十一, 元代森。 俗姓五。 自大林。 少出家, 姓刚义清亮, 聪慧力学, 戒行严峻, 为众所轻。 初从南洋辞宫休闲守之教, 继夜抵真觉求元顿禅法, 得其心印, 乃四支。 自大年间, 一千三百零八, 一千三百一十一, 出主五台山普宁寺, 刚记大正。 自治元年入计, 适寿五十一。 明高森船卷二, 批一百六十四。 了明。 一千一百六十五, 宋代森。 秀州, 浙江嘉兴, 人, 俗姓禄。 出名敬礼。 身长八尺, 副大数为, 人称大禅。 一大会稿参究, 姓帅真刚义, 众亲敬之。 会稿师者梅阳, 师护义盛情, 时余年如一日。 后出主头子, 长卢, 进山诸沙, 法缘颇盛。 侍传其为布袋和尚后身, 晚岁颇有益行。 孝宗甘道元年世纪, 享受不祥。 人皆图像公知, 浩大禅佛。 武登会员补一乐明传, 有才传, 辟一百六十四, 乐轩。 一千两百零一, 宋代森。 四明, 浙江凤化, 人, 俗姓潘。 长学于明周保零四。 经纠三观十圣之旨。 修法华颤法达二十七年。 与善荣相善, 携同血经, 化观音像诗人, 共事往生。 美说法则尊尊劝人求安养, 从之念佛者众。 宋家太元年, 与荣誉告归其, 即重告别, 命诵经念佛, 端座书记, 合掌儿事。 佛祖统计卷十七, 心绪高僧传卷三, 批一百六十四。 乐物, 乃至对诸法十项, 宇宙真理知名了觉悟。 宋戴森, 生族年不祥, 姑苏, 江苏无限, 人, 好笑眼, 密眼贤杰之法寺, 属灵济宗虎秋派, 驻杭州灵影寺, 有效掩雾禅师与药一卷行事, 蓄谷尊宿与药卷寺, 增序传登陆卷二, 批一百六十四。 乐参, 浙江省人, 曾奉太虚大师指示, 宇光宗, 白慧等留学习栏, 英文造诣家, 亦有难传法聚经。 批一百六十五。 了然, 一千零七十七, 一千一百四十一, 宋戴森, 灵海, 浙江灵海, 人, 俗姓靴, 浩志勇, 是称虎西尊者。 七岁出家, 师事降福道中。 十六岁受聚足戒, 学台教育安国会。 会末, 更依言庆利, 历皆已疏离。 初居广言, 后千台周白莲, 居二十四年, 学者珍规。 绍兴十一年世纪, 世寿六十五。 有志官员踪迹, 解识布二门书药, 虎西前后几等。 佛祖统计卷十五, 世门正统卷七, 批一百六十五。 了眼贵物, 一千四百二十五, 一千五百一十四, 即佛日禅师, 属灵济宗。 日本一世, 三仲县, 人, 常驻于东福寺, 南禅寺, 除京内典外, 上通周一级庄子, 故宫卿, 学者归一者众多。 曾以幕府使者身份奉派至我国, 明朝。 驻玉王山, 与大儒王阳明曾相过从。 永正十一年世纪, 享年九十。 这有余鹿二卷, 人身入名记。 本朝高僧船卷四十三, 批一百六十五。 乐园, 一千两百九十一, 一千三百三十八, 即空姓, 乃日本真宗佛光四派中心之祖。 第四代了海之子, 二十二岁时臣记法登, 疑似至京都东山之谷, 色谷。 至此醍醐天皇赐该四号, 佛光。 于巡游东海途中恨死, 享年四十八, 世卫, 光山苑。 乐园上人传, P一百六十五。 乐意, 范语 乃直接显了法义, 与不了义合称二义。 凡直接, 完全显了竖进佛法道理之教, 称为了义教, 如诸大成经说生死, 涅槃无义者。 宣说词道理之经典, 即称了义经, 为佛所说。 而若顺应众生理解之程度, 不直接显了法义, 而见次以方便教相引导, 则称不了义教, 为了义教, 如诸经宣说厌被生死, 心乐涅槃者。 而说此不了义教之经典集称不了义经, 为了义经, 乃菩萨因人之所说。 了义教与不了义教, 合称二了。 依了义经, 不依不了义经, 即为四一之一。 但所谓不了义, 乃大臣教所言, 为小臣教教大臣教位列, 故为不了义。 然依小臣大众不知主张, 外道之说即属不了义。 依成识论之说, 无法见经典之义, 而居尼于文字之解释者, 即为不了义。 又于家师的论卷六十四称, 弃经, 应诵, 纪别等世尊略说, 其意味了, 故为不了义教, 与此相为者称为了义教。 观无量寿佛经书散善义, 原诀经略书卷一, 大臣法院义林章卷一本,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参阅, 三十教, 五百九十六, 一千两百六十五, 一千三百三十四, 原代僧, 湖州, 浙江, 德清人, 俗姓阳, 浩断崖 十七岁夜高峰于天目山, 给侍左右, 名为从依。 应见松上雪坠有神, 坐宋城高峰, 高峰傍之, 宜圣猛参, 豁然误入, 高峰未应可, 乃入上山奉母隐居。 九之, 高峰照出未替法。 太定三年, 一千三百二十六, 驻西杭州天目山镇宗寺。 圆统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 世号, 佛会员明镇觉普渡大师。 五灯会员序略卷六, 五灯全书卷五十一, 批一百六十五。 了一灯, 凡七卷, 或十三卷。 全称成为时论了一灯。 又称为时了一灯, 一灯。 唐代会找数。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三册。 本书位为十三书之一, 细祥是成为时论, 十卷, 即成为时论数计, 二十卷, 中南解文句与一理之作。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P166。 勒达, 彻底理解之意, 即对一切事理皆能勒悟通达。 法华经提婆达多品, 大九, 三五中, 深入禅定, 勒达诸法, 八十华眼卷三十七, 大一零, 一九五中, 勒达三界一新有, 十二因缘亦复然, P166。 勒达, 一千一百九十八, 一千两百六十二, 宋代灵纪宗僧, 四川彭州, 彭安, 人, 俗姓罗, 浩西言, 从玉掌山安国四僧祖登出家, 十九岁替法, 于成都习姓宗之经论, 先后叶昭爵四坏眼照, 静山这温如眼, 高原祖拳, 五准师范等, 后于师范处大悟, 未知葬第二座, 景定三年世纪, 世寿六十五, 门人修一等位边语路二卷, 悟出大观未转形状, 增序传灯陆卷四, 序灯存卷四, 五灯岩筒卷二十一, 批一百六十六, 乐观, 一千七百四十三, 越南佛教乐观禅派创始人, 又称十庙了观, 越南中部福安省人, 俗名离十庙, 曾于领老四从我国禅僧时连修席禅观, 驻龙山慈坛四, 后于成天省天台山禅宗四宗和我国灵济宗与元少禅派之教义, 创建了观禅派, 特众领悟真心及以班若未新应等。 此派广泛流传于越南南方, 世纪后, 朝廷追逝, 正觉原物和尚, 批一百六十六, 二七曼陀罗, 乃指日森觉宗所传之五轮九字曼陀罗, 五字轮与九字明和而为, 十四轮, 故称二七, 五轮九字明秘密室, 大七九, 一一上, 二七曼陀罗者, 大日帝王之内政, 弥陀世尊之甘心, 献身大觉之谱门, 顺次往生之一道, 九字明, 及阿弥陀佛之真言, 按阿弥理多地记赫罗欧。 批一百六十六 二九五步, 此可分, 二九, 即, 五步, 其中, 二九, 一指小乘十八步, 五步, 魏律宗之五步, 批一百六十七, 二九韵, 魏明上中下尊卑彼此之别, 饭与世动词变化, 有十八种之不同, 此即二九韵, 称为丁岸多生, 饭泰泰泰尼昂, 恩泰, 又坐底燕多。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 大五四, 二二八下, 二九韵者, 明上中下尊卑彼此之别, 言有十八不同, 明丁岸多生也。 成为十论书要卷上之本, 参阅, 申明, 六千四百九十五, 批一百六十七。 二二和元, 魏于别乡念注位, 观身, 受, 心, 法等四法, 以法与其他三者合为二法而观之, 以及和法与身, 法与受, 法与心而观之。 参阅, 四念注, 一千七百零八, 批一百六十七。 二人出佛生血, 二人分别以恶心, 善心, 令佛生出血。 即, 一, 调达推山得罪, 调达又称提婆达多, 生重恶心, 推山压佛, 金刚力士为保护佛陀, 以金刚处置之, 碎时伤佛祖旨出血, 提婆达多岁得罪报。 二, 只欲行真得福, 只欲, 为泛语之因义, 义义故活。 比为佛辽集, 行真出血, 而佛集顿欲, 由此乃得福报。 大智度论卷十四, 批一百六十七。 二人聚犯, 又做二聚犯过。 天台藏, 通, 别三教之人为粗人, 原教之人为戏人。 然在法华时以前原教之人, 与前三教之人聚注, 亦未有过之人, 故以此语辟欲该原教之不如法华原教。 法华玄义是千卷一大三三, 八二零上, 四位不立妙名, 为何所以? 以兼等故, 判不属粗, 如戏人粗人二聚犯过, 从过边说, 聚名粗人。 此经一笔, 故云。 此文中之, 四位, 系指华眼时, 陆院时, 方等时, 班若时之诸经典, 此四类经典虽有粗系之别, 然以法华原教之立场观之, 皆不圆满, 故称此, 四位, 中之粗人系人为二人聚犯。 P167, 二入四行, 即礼入与行入之二入道要止, 即行入之报冤行, 随原行, 摩索求行, 称法行等四行。 景德传登陆卷三十载菩提达摩略便大臣入道四行, 以入道之徒, 不出礼入与行入二种, 一, 礼入, 为及教物宗, 生性含生同一真性, 但为客臣妄想所付, 不能显了, 若舍妄归真, 宁住闭关, 则无字无他, 甚凡等一, 兼住不宜, 更不随于文教, 此籍与礼名符, 无有分别, 既然无畏, 称为礼入。 二, 行入, 即位四行, 一, 报冤行, 未修道之人, 若受苦时, 当念, 此系我素殃恶业果熟, 所以甘心忍受, 都无冤诉。 此心生时, 与礼相应, 体冤而尽道, 故称报冤行。 二, 随缘行, 为众生无我, 皆由业所转, 苦乐其寿, 皆从缘身, 若得圣报荣誉等事, 皆是过去素因所感, 缘尽还无。 得失从缘, 心无增减, 喜风不动, 名顺于道, 故称随缘行。 三, 摩索求行, 为世人长迷, 处处贪着, 称之为求。 智者物真, 安心无味, 万有皆空, 摩索愿乐, 是真无求, 顺道而行, 故称摩索求行。 四, 称法行, 性敬之礼, 称之为法。 此礼众相皆空, 无染无者, 无此无彼。 智者性解此礼, 应当称法而行, 法体无迁, 余生, 命, 才行谈舍施, 心无令习, 达解三空, 自立立他, 庄严菩提之道, 未除妄想, 修行六度而魔所行, 故名称法行。 又据其弟子谈灵所作续载, 菩提达魔敢于道御, 会可二沙门之精尘, 乃会以真道, 大五一, 四五八中, 令如是安心, 如是发行, 如是顺悟, 如是方便, 此事大臣安心之法, 令无错谬。 如是安心者闭关, 如是发行者四行, 如是顺悟者防护积贤, 如是方便者浅其不着。 顾知二入四行相当于安心, 礼入, 与发行, 行入。 二入之说, 颇类似金刚三昧金入十纪品所说, 四行说类似旧华言金卷十一之十行说, 故有人推测其为二入四行说之根据。 宋代契松于传法正宗纪卷五集指出称似行为达摩说之可疑, 然一般人深信为达摩之说无疑。 汉卫两进南北朝佛教使第十九章, 汤永童, 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说语金刚三昧金, 水也红圆着, 达和义, 佛光学报第四期, P167。 二入四行论, 全译卷。 乃禅宗出祖菩提达摩之语录。 本书于近代史被发现, 尚无定本, 目前所有之原本既有, 一,朝鲜本菩提达摩四行论二种, 即天顺八年, 1464, 即龙溪二年, 1908, 堪行之二种版本, 后者收录于禅门搓药中。 二, 北京图书馆所藏, 宿九九号, 敦煌写本。 三, 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 史坦英2715号及3375号, 敦煌写本。 其中史坦英2715号及北京本乃林木大桌于敦煌资料中发现并与朝鲜本教对后, 收在禅思想时研究第二者。 四, 语书简及其他杂录所乘, 而伦家师资记及景德传登录所收之二入四行说, 其卷手均已提有, 菩提达摩略便大沉入到四行弟子坛林旭, 然于敦煌写本发现以前, 被一位非达摩所说, 至日本学者水野红源之, 菩提达摩的二入四行说与金刚三昧经, 论文问世以后, 其价值始告确立, 亦被推向未到宣之, 旭高森传, 中达摩传, 会可传之直接资料。 前纪之敦煌写本等, 包括杂录部, 总称谓, 二入四行论, 成为今日唯一之达摩语录。 所谓二入即礼入与行入, 四行即报冤行, 随缘行, 摩索求行, 称法行。 达摩语录, 柳田圣山, 禅宗史研究, 与景伯寿, 达摩研究, 关口真达, 四行论长卷子, 菩提达摩论, 田中良招, 参阅, 二入四行, 167, P168。 二八, 乃止观无量寿经所说之十六观。 家财净土论序, 大四七, 八三中, 二八宏规, 圣呼吸土, P169。 二例, 为思泽力, 修习力。 前者乃思泽正理已对至诸杖之力, 后者为修习一切善行, 使其坚固决定之力。 华言经书卷八, 为自力, 他力。 净土门之说, 以众生自身之三学为自力, 以弥陀之愿力为他力, 舍自力而归他力乃净土门之至极。 略论安乐净土义, 为有力, 无力。 依华言宗之说, 万法以此二力彼此相入。 四, 有权力, 故能赦他, 他, 权无力, 故能入字。 华言五教章卷中, P169。 二十七贤圣, 为四项四果之二十七种圣者。 即前四项三果之十八有学, 与后阿罗汉果之九无学, 合称二十七贤圣。 此为诚实论, 中阿涵福田经所说。 诚实论所说即, 随性行, 随法行, 无相行, 欲留果, 亦来相, 亦来果, 不还相, 中般, 身般, 有行般, 无行般, 乐会, 乐定, 转世, 现般, 性解, 见得, 深圳, 退法相, 守护相, 死相, 住相, 可敬相, 不坏相, 会解脱相, 聚解脱相, 不退相。 中阿涵福田经所说即, 性行, 法行, 性解, 见到, 深圳, 家家, 一种, 向须陀还, 得须陀还, 向思陀还, 得思陀还, 向阿纳含, 得阿纳含, 中班涅槃, 深班涅槃, 行班涅槃, 无行班涅槃, 上流色就禁, 思法, 深境法, 不动法, 退法, 不退法, 护法, 实住法, 会解脱, 聚解脱。 诚实论贤圣品, 四教一卷三, P169。 二十九品, 华言五周因果指所性因果, 差别因果, 平等因果, 成形因果, 正入因果。 此五周配合该经, 第十二卷至四十八卷位说差别因果之法门, 共分二十九品, 即如来明昊品, 四圣地品, 光明觉品, 菩萨问明品, 静行品, 显手品, 深须弥山顶品, 须弥山顶上记赞品, 实住品, 范行品, 初发心功德品, 明法品, 深夜魔天宫品, 夜魔宫中记赞品, 实行品, 实无境藏品, 深都律天宫品, 都律宫中记赞品, 实回向品, 实的品, 实定品, 实通品, 实忍品, 阿僧止品, 如来寿量品, 诸菩萨助处品, 佛不思义法品, 如来实身向海品, 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 P169 二十九种庄严, 天清之净土论位极乐净土之庄严有二十九种, 皆由弥陀之愿心而庄严者。 其中, 一, 净土之一报, 及气世间清净, 有十七种, 即所谓之国土功德庄严, 一, 清净功德, 二, 亮功德, 三, 信功德, 四, 行香功德, 五, 种种式功德, 六, 妙色功德, 七, 处功德, 八, 三种功德, 九, 雨功德, 十, 光明功德, 十一, 妙生功德, 十二, 主功德, 十三, 眷属功德, 十四, 受用功德, 十五, 无珠南功德, 十六, 大义门功德, 十七, 一切所求满足功德, 二, 净土之正报, 及众生世间清净, 有十二种, 即佛功德庄严八种, 与菩萨功德庄严四种, 佛之八种为, 一座功德, 二, 深夜功德, 三, 口夜功德, 四, 心夜功德, 五, 大众功德, 六, 上手功德, 七, 主功德, 八, 不需做助持功德, 菩萨之四种为, 一步动本处便至十方功仰化身庄严, 二, 一念一时便至佛会利益群身庄严, 三, 一切世界赞叹诸佛庄严, 四, 无三宝处是法庄严, 此说与无者之设大成论卷下, 天清之设大成论是卷十五等之暴土十八元净之说大致相合, P170, 二十二门, 据舍论分别戒品中分别十八戒之二十二门, 其名称为, 一, 一, 有剑, 无剑, 二, 有对, 无对, 三, 善, 恶, 无济之三性, 四, 欲, 色, 无色之三戒, 五, 有漏, 无漏, 六, 有寻有似, 无寻无似, 七, 有所缘, 魔所愿, 八, 有直受, 无直受, 九, 大众所造, 十, 积聚, 非积聚, 十一, 能浊, 所浊, 十二, 能烧, 所烧, 十三, 能称, 所称, 十四, 五类分别, 十五, 的成就, 十六, 内, 外, 十七, 同分, 法同分, 十八, 三段, 十九, 见, 非见, 念, 六时内几时所见, 念一, 常, 无常, 念二, 根, 非根, 诸佛欲一自在三魅利安一切众生, 以出身自在圣三魅一切所行诸功得无量之方便而度众生, 即由其三魅生出二十二门, 其名称谓, 一, 供养如来门, 二, 一切不失门, 三, 具足持戒门, 四, 无尽忍辱门, 五, 无量苦行精进门, 六, 禅定寂静三魅门, 七, 无量大便智慧门, 八, 一切所行方便门, 九, 四, 无量神通门, 十, 大慈大悲四赦门, 十一, 无量功德智慧门, 十二, 一切缘起解脱门, 十三, 清净根利道法门, 十四, 身闻小臣门, 十五, 缘觉忠臣门, 十六, 无上大臣门, 十七, 无常重苦门, 十八, 无我众生门, 十九, 不禁离狱门, 念, 寂静灭定三魅门, 念一, 随诸众生起病门, 念二, 一切对治众法门, 批一百七十, 二十二品, 三十七道品中, 四念处, 四正秦, 四如一族, 五根, 五力等二十二种君在剑道之前, 总称二十二品, 修行者将修行时, 于多境中其心持散, 先修念住制服其心, 顾念住为最初, 由此事力增长精进, 为臣似是政策其心, 顾说正秦为第二, 应经敬顾无忧悔之心, 即能堪忍修至圣定, 顾以如义足为第三, 以圣定为一, 性, 敬, 念等为出示法之增上缘, 顾五根为第四, 根之意济力, 能正服处所致之现行, 千身圣法, 顾五立位第五, 巨社论卷二十五, 杂阿皮弹心论卷八, 大制度论卷十九, 参阅, 五立, 一千零四十三, 五根, 一千一百三十七, 四正秦, 一千六百七十九, 四念住, 一千七百零八, 四神族, 一千七百五十一, 批一百七十。 二十二根, 范语DV六, A, Andrea, 指鱼是特有增上一之二十二重法, 即, 眼, 耳, 鼻, 舌, 身, 一等六根, 男根, 女根, 命根, 苦, 乐, 喜, 忧, 舌等五受根, 性, 情, 念, 定, 慧之五善根, 慧之当之, 以知, 惧之之三无漏根, 根位增上之意, 眼, 耳, 鼻, 舌, 身之五根各于庄严生, 导养生, 生食等, 即不共之事等四事能增上, 故立位根, 男女二根, 于诸有情分别男女, 即别一形象, 言音等有增上之意, 命根于众同分能序, 能持, 有增上之意, 一根能序后有极自在随形, 于此二事有增上之意, 五受随增贪等之随眠, 于染有增上之意, 五善根即三无漏根增长诸清净法, 即于净有增上之意, 故立位根, 若就二十二根之体而言, 男根, 女根未生根之一部分, 并无别体, 三无漏根以一根, 三受根, 喜、乐、舍, 五善根等九根未体, 而无别体, 故其体之数十为十七, 据舍论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一四二, 批一百七十一, 二十二五简, 如来四至相应之心品定有二十二法, 称为二十二五简, 即作义、处、寿、想、思、欲、 圣解、念、定、慧、性、残、 愧、无贪、无甜、无痴、 精进、清安、 不放义、行舍、 不害、 即心亡 其中, 前五者乃心所中之五变形, 次五者为心所中之五别净, 负次十一者为心所中之十一善, 成为十论卷十, 批一百七十一, 二十二种愚痴, 菩萨时的与佛的所对质之二十二种愚痴, 略称二十二愚, 即执着补特加罗吉法于痴, 执着我法于, 二去杂染于痴, 为戏犯于痴, 种种夜去于痴, 欲贪于痴, 圆满文池陀罗尼于痴, 等至爱于痴, 法爱于痴, 一向作义气被生起于痴, 纯作义被生死于, 一向作义去向涅槃于痴, 纯作义向涅槃于, 现前观察珠行流转于痴, 现观察行流转于, 相多现行于痴, 为细相现行于痴, 细相现行于, 一向无相作义方便于痴, 纯作义求无相于, 余无相作公用于痴, 余相自在于痴, 余无量所说法无量明具自后后会变陀罗尼自在于痴, 变才自在于痴, 大神通于痴, 误入维系秘密于痴, 于一切所知境界即维系者于痴, 于一切所知境即维系者于, 即维系爱于痴。 其中, 执着我法于及恶去杂染于系救出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维系犯于及种种业去于系救第二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欲贪于及远满文池陀罗尼于系救第三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等至爱于及法爱于系救第四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纯作义被生死于及纯作义象灭盘于系救第五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现观察行流转于及相多现行于系救第六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细相现行于及纯作义求无相于系救第七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于无相作公用于及于相自在于系救第八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于无量所说法无量明具自后后会变陀罗尼自在于及变才自在于系救第九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大神通于及误入为系秘密于系救第十的所断之或障而言, 于一切所知近即维系者于及即维系爱于系救第十的满星金刚预定现在前之际所断之或障而言, 成为十论卷九,瑜伽师的论卷七十八,参阅,十重账,四百六十二,批一百七十一。 二十八天,未玉界之六天,色界之十八天,与无色界之四天。 玉界六天即,四王天,刀利天,夜魔天,兜绿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 色界十八天即,泛重天,泛辅天,大泛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静天, 无量静天,静天,无云天,浮身天,广果天,无想天,无凡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献天,色旧静天。 无色界之四天即,空无边处,时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 其中,色界之十八天聚上座部而立。 萨婆多部历十六天,经部历十七天。 大臣义聚上座部历十八天。 天台四郊以及驻卷宗,P一百七十二。 二十八祖,禅宗所传之二十八位祖师。 全称西天二十八祖。 集,一,摩赫加业,二,阿南尊者,三,商纳和修,四,幽婆多,五,提多加,六,弥哲加,七,婆须密,八,佛陀南提,九,佛陀密多,十,邪尊者,十一,赴纳耶舍,十二,马明大士,十三,加皮摩罗,十四,龙王。 龙树大士,十五,加纳提婆,十六,罗罗多,十七,森加南提,十八,加耶舍多,十九,揪摩罗多,念,舌叶多,念一,婆修盘多,念二,摩拿罗,念三,赫勒纳,念四,师子尊者,念五,婆舍斯多,念六, 不如密多,念七,班若多罗,念八,菩提达摩,兼东土出祖。 鉴于宋代气松之传法正宗迹,赴法藏因缘传一书所在,并无,婆须密,其人,自摩赫加耶至师子尊者仅二十三代而已。 鉴松增入婆须密,又在师子尊者下加婆舍斯多等四代,岁为二十八族。 此外,达摩多罗禅经所列西域诸族,亦多亦于正宗迹。 景德传登录列二十八族,则全同于正宗迹,亦有以为是后代追改,并非原本者。 唐代禅僧神会达宠远问,为西域自大加耶至菩提达摩共八代,此概物以赚禅经之达摩多罗为菩提达摩之故。 P.172 二十八族,范宇A6ATI那KTRI。 即月求于一个月间运行之白道有二十八星宿。 二十八族之说宿行于印度。 又佛典中如摩登加金卷上,大吉金卷四十一,素药金等皆有宰吉,以之度日月年纪,或论其星宿之性,或配以仁之身成策其吉凶福或。 密教义于胎藏界曼陀罗外金刚不知四方依依会其形象。 我国自古即见其说如史记天官书卷武,常论二十八族与十二月之关系,前汉书律力至卷以下定二十八族之分度,算含属年纪之别。 我国所传之二十八族说虽类似印度,然亦有颇多相议之处。 二十八族附表如上。 参阅、历、六千两百二十七,批一百七十三。 二十八族众,全称千首观音二十八族众。 乃至千首观音之眷属,有善神、龙王、神母女等,比各拥有五百眷属,由于以鬼各异,名称字异不同。 千首陀罗尼经,加泛达摩义,所举二十八部众如下。 一,密基金刚式巫楚君图殃巨师。 二,八部立世赏加罗。 三,摩西纳罗盐。 四,金刚罗陀加皮罗。 五,菩萨梭楼罗。 六,满善车针陀罗。 七,萨遮摩河罗。 八,揪蓝丹扎半指罗。 九,毕婆加罗王。 十,应得皮多萨和罗。 十一,泛摩三罗。 十二,五部禁居炎摩罗。 十三,世王。 十四,大变功德梭达纳。 十五,提头赖扎王。 十六,神母女等大力重。 十七,皮楼勒插王。 十八,皮楼勃插皮沙门。 十九,金色孔雀王。 念,二十八部大仙众。 念一,摩尼拔陀罗。 念二,散之大将弗罗婆。 念三,南陀拔南陀。 念四,婆加罗隆一罗。 念五,修罗干踏婆。 念六,加罗锦纳摩罗。 念七,水火雷电神。 念八,揪盘图王皮舍舌。 P一百七十三。 二十力,为菩萨所具足之二十种利用。 无量寿经卷下就净土菩萨之利用举有如下二十种, 即,因力,原力,毅力,愿力,方便力,常力,善力,定力,会力,多文力,诗,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之利,正念,正观,诸通明之利,如法调扶诸众生之利。 利以干用位体,以摧破位用,菩萨以知摧破众生三读,现大神通。 因力者,过去之素善力,原力者,现在之善之势,意力者,思维力,愿力者,由思维起菩提心,方便力者,为加行方便,常力者,为加行方便,无见修,善力者,为修善法,定力,会力二者,为由加行一向正修之止观双修,多文力者,多文经法之解力。 诗,诗,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力者,乃由多文之解力,而其六度之修行,正念力者,浅取向之念,正观力者,除乱证实,诸通明力者,六通,三明之利用,如法调扶诸众生之力者,有化他之大用。 观无量寿经联艺术文赞,景兴,P174 二十五三昧,未破三界二十五有之二十五种三昧。 亦称三昧之王 即,一,以无垢三昧能坏地狱有,二,以不退三昧能坏畜生有,三,以心乐三昧能坏恶鬼有,四,以欢喜三昧能坏阿修罗有,五,以日光三昧能断东福婆提有,六,以月光三昧能断西渠耶尼有,七,以热宴三昧能断北玉丹月有,八,以如幻三昧能断南岩福提有。 九,以不动三昧能断四天处有,十,以南浮三昧能断三十三天处有,十一,以月翼三昧能断研磨天有,十二,以青色三昧能断兜绿天有,十三,以黄色三昧能断化乐天有,十四,以赤色三昧能断他化自在天有,十五,以白色三昧能断出禅有,十六,以种种三昧能断天有。 十七,以双三昧能断二禅有,十八,以雷音三昧能断三禅有,十九,以柱与三昧能断四禅有,念,以如虚空三昧能断无想有,念一,以照尽三昧能断近居阿纳涵有,念二,以无碍三昧能断空处有,念三,以偿三昧能断时处有,念四,以乐三昧能断空处有。 二十五方便,为天台加关心修行之法,分方便与正修二种,方便有二十五种, 正修有十圣观法。 二十五方便行分位五颗,即,一,聚五元,持戒清净,衣食聚足,贤居净处,习诸原物,尽善之事。 二,喝五欲,喝色,深,香,味,处五者。 三,弃五盖,弃贪欲,填慧,睡眠,调毁,乙等五法。 以五法盖复心神,使不能发定慧,故称为盖。 四,调五事,调心不审不服,身不缓不及,习不色不滑,眠不洁不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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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五法。 摩喝止观卷四下,大四六,四八下,死二十五法通位一切禅会方便。 诸观不同,故方便一转。 天台四交移,摩喝止观卷四上,P174。 二十五有,生死轮回之迷戒记分为二十五种, 由因必得果,因果不亡,故称为有。 即二十五种三界有情亦熟之果体,为 一,地狱有,二,畜生有,三,恶鬼有,四,阿修罗有。 地狱至阿修罗乃六去中之四去,各亦有。 五,福婆体有,六,取耶尼有,七,玉丹月有,八,严福体有。 有,五,赤,八,乃开人之四周围四有。 九,四天处有,十,三十三天处有,十一,研磨天有,十二,兜绿天有,十三,化乐天有,十四,他化自在天有,十五,初禅有,十六,大范天有,十七,二禅有,十八,三禅有,十九,四禅有,念,五想有,念一, 一,禁居阿那含有,念二,空处有,念三,十处有,念四,不用处有,念五,非想非非想处有。 天去中,六玉天,四禅即四无色各亦有,别开出禅之大范,四禅之无想,禁居,各位亦有。 总计玉界十四种,色界七种,无色界四种。 破此二十五有者,有二十五三昧。 北本大班涅盘金卷十四,入伦家金卷七支五法门品,参阅,二十五三昧,一百七十四,批一百七十五。 二十五则副诗鬼故史集,泛名Fedlopaka Viatic,为印度古典文学之故史集,以梵文写成,然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 本书系由一复体于诗诗上之鬼所叙述之二十五个故事集成。 内容由一恶修行者,国王,复体于诗诗之鬼等三个角色之关系为故事发展之开端,恶修行者欲杀害国王,乃设计阴谋,令王每夜于墓地背负一诗孩。 时有一鬼魂,了知恶修行者之计谋,夜夜附体于诗诗,为王说故事,故史终了则复一谜语令王试猜。 至第二十五页,国王终于无法猜众谜语,赋于诗诗之鬼碎全盘托出实情,并杀恶修行者,令王获得神通力。 此故事集在印度有各种语言之译本,流传最广者为新的语译本Bait El Pachas。 中文译本有鬼话连篇集,弥文开译,令有西藏语、蒙古语,乃至世界各国语言之译本, 而与各国之民间故事、童话、预言文学等诸多影响,如德国之四兄弟、六个男人的话、格林童话、日本之醒睡笑等,接受本故事集之影响。 P-175 二十五神,守护受持五戒者之善神,既有二十五尊。 分数如此,一,守护不杀身者之五神,一,蔡皮月他尼,除邪恶。 二,书多利书陀尼,玩具六根。 三,皮楼遮纳波,平掉五脏。 四,阿陀龙魔帝,通畅血脉。 五,婆罗还尼和婆,保护沼质。 二,守护不偷盗者之五神,一,底魔阿皮婆陀,出入网来安宁。 二,阿修伦婆罗陀,饮食干香。 三,婆罗魔诞雄词,护睡梦。 四,婆罗门的柄多,除毒虫。 五,纳摩玉多耶舍,除物漏害。 三,守护不邪赢者之五神,一,佛陀仙陀楼多,除口舌之妃。 二,丙蛇耶舍多梭,除瘟疫鬼害。 三,涅底西陀多耶,除关害。 四,阿罗多赖都耶,护舍宅。 五,波罗那佛坛,平定舍宅之八神。 四,守护不妄语者之五神,一,阿提犯者山耶,除种木鬼害。 二,英台罗英台罗,护门护。 三,阿加兰师婆多,除外气神害。 四,佛谈弥摩多多,除灾火害。 五,多赖叉叉三查陀,除偷盗害。 五,守护不饮酒者之五神,一,阿摩罗斯兜西,除虎狼害。 二,纳罗门蛇兜地,除死灵害。 三,萨饼尼甘纳波,除恶鸟恶狐之乌。 四,涂饼蛇皮蛇罗,除犬熟之变怪。 五,加摩皮纳蛇尼蛆,防明关注记。 灌顶金卷以法院株灵卷八十八,批一百七十五。 二十五条,即二十五条一。 夹杀之一种,九品大一中之上上品,以二十五条步横坠而成, 每一条上右竖坠长步四,短步移称为四长一短。 凡入王宫,申作说法,入礼起时,降伏外道等诛时,当者此一。 批尼日用接药,法福革阵,条叶次第分卷五,批一百七十六。 二十五重,随朝开皇十二年,五百九十二, 文帝赤选二十五位高僧,组成名为二十五众之教化机构, 欲以佛教作国策之以还。 当时僧灿任二十五众中之第一摩赫眼将, 这有十种大臣论,僧昆任读经法主, 这有论场,会引任二十五众主, 这有商学论等。 旭高僧传卷七,卷九,卷十五, 历代三宝纪卷十二,批一百七十六。 二十五步,密教将金刚界之五制分为五步, 每步又各具五制,故乘二十五步。 密藏纪卷下,大八六,九上,建立二十五步如何? 五步即五制,一制所互聚五制, 所以乘二十五步,如是辗转有无量步。 批一百七十六 二十五菩萨,乃随弥陀来迎之诸菩萨。 往生药集所引用之识往生经, 此经被近代学者考证为维经, 在,弥陀来迎时, 随着而来之诸菩萨有关是因, 大士智,药王,药上, 普贤,法自在王, 狮子吼,陀罗尼, 虚空葬,宝葬, 德葬,金葬,金刚葬, 山海慧,光明王,华炎, 众宝王,月光王,日照王, 三昧王,定自在王, 大自在天,白相王, 大威德王,无边身等菩萨。 共二十五位, 视为二十五菩萨。 批一百七十六 二十五元通, 为诸菩萨, 身闻证悟之二十五种方法。 元通, 圆满周辨, 融通无碍之意。 盖众生之机缘万差, 故得元通之法意各不同。 二十五, 为六成,六根,六十及七大。 即,一, 阴身,即焦成那等之身成元通。 二,色阴,即幽波尼沙陀比丘之色成元通。 三,香阴,即香炎童子之香成元通。 四,卫阴,即要王, 要上二法王子之位成元通。 五,处阴,即拔陀婆罗等之处成元通。 六,法阴,即摩赫加叶等之法成元通。 七,剑圆,即阿纳律陀之眼根元通。 八,习空,即周立盘特加之鼻根元通。 九,卫之,即焦泛提之蛇根元通。 十,身觉,即碧灵家婆措之身根元通。 十一,法空,即须菩提之一根元通。 十二,心剑,即设立福之眼时元通。 十三,心闻,即普贤菩萨之耳时元通。 十四,鼻息,即孙陀罗南陀之鼻时元通。 十五,法阴,即妇罗南陀之蛇时元通。 十六,身界,即幽玻璃之身时元通。 十七,心达,即大木间连之意式元通。 十八,火性,即巫除色魔之火大元通。 十九,德性,即持的菩萨之地大元通。 念,水性,即月光童子之水大元通。 念一,风性,即琉璃光法王子之风大元通。 念二,空性,即虚空葬菩萨之空大元通。 念三,实性,即弥勒菩萨之时大元通。 念四,静念,大势至菩萨等之根大元通。 念五,耳根,即观音菩萨之耳根元通。 冷言经元通书卷五,卷六, 守冷言义书注经卷五,卷六, 冷言经急注卷五,卷六,P177。 二十五种清静定论 为一切菩萨欲证圆诀, 彼修禅定有二十五种方法。 盖无爱清静慧, 皆依禅定而生,禅定有三种, 即,一,奢魔他,静行, 二,三摩提,唤行, 三,禅那,济行。 与此,单修一行者有三人, 三行互修者二十亿人, 三行原修者一人, 合为二十五人。 此二十五人所修之禅定, 称为二十五种清静定论。 十方诸如来, 三世修行者, 无不应修此法而得成菩提。 原诀经, P一百七十七, 二十五谈别尊法, 密教位破斥二十五有, 修个别供养二十五尊之护魔法。 参阅, 有, 两千四百二十六, P一百七十七。 二十五地, 乃印度数论派之哲学。 此派将宇宙万有分为神我, 范普瑞, 即精神原理, 与自信, 范普瑞太太尼昂, 即物质原理, 二元, 而将世界转变之过程分为二十五种, 以其为真实之理, 故称二十五地。 此即从自信生, 觉, 又称, 大, 乃存在体内觉知之机关, 即觉知, 自觉, 赋身自我意识, 我执, 知我慢, 赋予我慢身出地, 水, 火, 风, 空等五大。 以上八折为万物衍生之根本, 故称根本自信。 又自五大身色, 身, 香, 味, 处等五为, 眼, 耳, 鼻, 蛇, 身, 皮, 等五之根, 与, 手, 足, 身直气, 排泄气等五座根, 以及心根, 以上十六者乃从他物所生, 故称十六变异。 如此, 从未显现之自信中, 能显出觉, 我慢等二十三种, 加上自信与神我二者, 视为二十五地。 以上细古说, 于此令有意说。 自信本位纯直, 喜, 泛于sattva, 因译萨朵, 积直, 幽, 泛于roges, 因译罗舌, 义直, 暗, 泛于Thomas, 因译多摩, 三要素, 三德, 所构成。 若此三要素平衡状态被破坏, 则需考察神我与自信之关系, 使内智能真于完全平衡, 则无形不灭之精神原理, 神我, 即可脱离有形可灭者, 物质, 之束缚, 而达到解脱。 亦即神我脱离自信独存, 而发挥本来之纯净。 经七十论卷上, 参阅, 我慢地, 两千九百四十三, 数论学派, 六千零九十三, 批一百七十七。 二十五点, 禅院中区别时间之法, 划分出夜至后夜, 即日暮至夜明, 为五根, 每一根副各分五点, 合为二十五点。 根者以古报根, 以板报点。 森唐清规卷一批一百七十八。 二十天, 赤退恶魔, 守护善法之二十位天神, 名称如下, 梵天, 帝氏, 啤沙门, 持国, 增长, 广木, 金刚秘基, 摩西守罗, 散之大将, 大变才, 大功德, 维陀天将军, 监牢的神, 菩提树神, 鬼子母神, 魔力之天, 日宫天子, 月宫天子, 缩杰罗龙王, 炎魔王。 参阅, 二十诛天, 一百八十六, 密教金刚戒曼图罗外金刚不愿之诛天。 东方有纳罗岩, 鞠魔罗, 摧碎, 饭, 帝氏珠天, 南方有日, 月, 金刚石, 罗沙, 银货珠天, 西方有太白, 风, 金刚衣, 火, 啤沙门珠天, 北方有金刚面, 燕魔, 吊符, 欢喜, 水珠天。 贤杰十六尊, 金刚鼎于加略数三十七尊心药, 参阅, 外金刚二十天, 一千八百六十一, 批一百七十八。 二十四不相应法, 为十宗分不相应形之法为二十四类, 以甲利色星星所知分位, 即, 得, 命根, 众同分, 亦生性, 无想定, 灭静定, 无想事, 明生, 巨生, 闻生, 生, 老, 柱, 无常, 流转, 定义, 相应, 世宿, 次第, 方, 时, 数, 合合性, 不合合性等。 据舍宗则利不相应法为十四类, 参阅, 心不相应形, 一千三百九十六, P一百七十八。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范与Pratia, 八利与Pakia, 乃柱成诸法生起之意。 此二十四元系西兰分别上座布特有之名书,八利七论至发去论实例。 此集, 一, 因缘, 二, 所愿缘, 三, 增上缘。 四, 无见缘, 无见为缘之意, 如善法对无计法, 无计法对不善法为无见之缘。 五, 等无见缘。 六, 聚生缘, 法生起之计, 与其聚生起而为缘。 七, 相互怨, 相互生起, 支持而为缘。 八, 所依缘, 因依处及依止之相而为缘, 例如色对依之转起之一戒, 一时戒而言, 比为所依缘。 九, 依止缘, 作为强力缘因之缘。 此缘比所依缘更为强力。 十, 前身缘, 于前而生起, 作用之缘。 十一, 后身缘, 后身之心心所法对前身之身而言, 为后身之缘。 十二, 修习缘, 令随后而来之物恋达强力之缘。 十三, 业缘, 依心加行之业而为缘。 十四, 一手缘, 如一手之四无色运, 相互为一手之缘。 十五, 十缘, 依之词色, 非色而为缘之断食等。 十六, 根缘, 因增上之作用而为缘。 十七, 道缘, 如八正道, 十二之道对其相应法及等其色而言, 比为道之缘。 十八, 净律缘, 为审律之缘。 十九, 相应缘, 如四无色运相互为相应缘, 所依, 所愿为一, 同时生灭, 相应。 念, 不相应缘。 念一, 有缘。 念二, 非有缘。 念三, 去缘, 如等无间去之心心所法对现起之心心所法为去缘。 念四, 不去缘, 依不离去之状态而为缘之矣。 汉义诸论中,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一, 巨舍论卷七, 瑜伽诗的论卷三, 成为十论卷七, 皆以四原说最普遍。 舍利福阿皮谈论卷二十五则举十原说。 清静道论, 为四十八愿, 二者相较, 虽略有出入, 然主指则属一致。 于后出阿弥陀佛祭中所举, 大一二, 三六四中, 为念法比丘, 乃从事饶王, 八愿于诸佛, 是二十四章, 即此二十四愿。 另于大阿弥陀经卷上一列举有二十四愿, 即, 一, 无三恶趣, 二, 无有女人, 女人往生, 等一化身, 三, 七宝位地, 资具自然, 四, 诸佛称阳, 文明往生, 五, 系念定身, 六, 终被往生, 七, 来隐隐皆, 助阵定句, 八, 不更恶趣, 九, 西皆金色, 无有好丑, 十, 他心智通, 十一, 常修范行, 无有三毒, 十二, 慈心无害, 十三, 供养诸佛, 工具如意, 十四, 饮食自然, 十五, 三十二相, 十六, 说一切智, 十七, 神通特圣, 十八, 说经特圣, 十九, 寿命无量, 念, 菩萨无数, 身文无数, 念一, 仁天长寿, 念二, 宿命至通, 天眼至通, 天耳至通, 念三, 卷属光明, 念四, 光明无量, 触光柔软, 无量清净平等绝经卷仪, 参阳, 参阅, 四十八愿, 一千六百四十, 批一百七十九, 二十空, 表诸法皆空之理之二十种空, 出自大班若经卷三学观品, 即, 一内空, 内法之眼, 耳, 鼻, 舌, 身, 亦六根无常, 无我, 为空, 二, 外空, 外法之色, 身, 香, 味, 处, 法六境无常, 无我, 故空, 三, 内外空, 六根, 六境皆空, 四, 空空, 空亦复空, 即不执着内外一切法为空, 非常非坏, 本性自耳, 五, 大空, 东, 西, 南, 北, 四围, 上, 下等十方皆空, 六, 圣意空, 圣意之涅潘意未空, 七, 有未空, 有未知欲界, 色界, 无色界巨空, 八, 无未空, 无身, 住, 意, 灭之无未意要空, 而不执着, 九, 毕竟空, 不执着诸法毕竟不可得, 十, 无即空, 无初, 中, 后即可得, 亦无往来即可得, 亦不执着此, 十一, 散空, 诸法放散气舍, 亦未空, 十二, 无便意空, 诸法无放散气舍, 无便意, 此无便意意空不可得, 十三, 本性空, 一切法本性若有未法, 无未法, 皆非声闻独觉等所作, 本性本来未空, 十四, 自相空, 一切法之自相, 如色辩爱, 受领纳, 想行识等之自信皆空, 十五, 共相空, 共相皆未不可得之空, 如苦未有漏法之共相, 无常未有未法之共相, 空, 无我未一切法之共相, 十六, 一切法空, 五运, 十二处, 十八戒, 有色无色, 有剑无剑, 有对无对, 有漏无漏, 有未无畏等一切诸法皆空, 而不执其为空, 十七, 不可得空, 三是一切法有不可得而不执之, 十八, 无性空, 无少性可得, 是未无性, 此无性亦不可得, 故未空, 十九, 自信空, 诸法和何之自信无实体, 故空, 念, 无性自信空, 无性与自信皆空, 大班若波罗密多精卷五十一遍大成品, 卷四零三观照品, 参阅, 空, 三千四百六十七, P一百七十九, 二十众华藏庄严世界海, 为此世界驻于香水海中莲花之上, 种种妙宝庄严, 含藏一切世界, 深广而无穷尽, 据新华严经卷八华藏世界品载, 华藏庄严世界海乃皮卢浙纳如来往昔于世界海为尘数, 结修菩萨行时, 清净为尘数佛, 于依依佛所, 竟修世界海为尘数大院之所严禁, 此世界海有须弥山为尘数风轮所持, 其最上之风轮能持香水海, 此香水海有大莲花, 称为种种光明相状, 华藏庄严世界海极柱此大莲花中, 有金刚轮山周渣围绕, 金刚轮山内所有大地皆以金刚所成, 此大地中复有不可说佛差为尘数香水海, 依依香水海周围有四天下为尘数香水河, 依依香水海中亦有不可说佛差为尘数之世界种, 依依世界种复有不可说佛差为尘数世界, 其最中央之香水海, 称为无边妙华光, 出大莲华, 其上有世界种, 称为普照十方赤然宝光明, 二十种庄严世界皆由此出, 重叠不列, 各有佛差为尘数世界周渣围绕, 各有佛出现, 教化众生, 二十种世界又称二十种佛差, 自下而上即, 一, 最圣光辨照华藏世界, 依重宝摩尼华而住, 佛号黎构登, 二, 种种香莲华妙庄严华藏世界, 依宝莲华网而住, 佛号狮子光圣照, 三, 一切宝庄严普照光华藏世界, 依种种宝阴落而住, 佛号静光至圣状, 四, 一, 众华燕庄严华藏世界, 依一切宝瑟燕海珠, 佛号欢喜海功德名称自在光, 八, 出身威力的华藏世界, 依种种宝瑟莲华座虚空海珠, 佛号广大名称至海状, 九, 出妙音声华藏世界, 依恒出一切妙音声庄严云魔尼王海珠, 佛号清静月光相无能摧拂, 十, 金刚状华藏世界, 依一切庄严宝狮子座魔尼海珠, 佛号一切法海最圣王, 十一, 恒出现地清宝光明华藏世界, 依种种书亦华藏, 佛号无量功德海, 十二, 光明照耀华藏世界, 依华炫香水海珠, 佛号超示范, 十三, 缩婆华藏世界, 依种种色风轮所持莲华网而住, 佛号毗卢浙纳如来世尊, 十四, 寂静离城光华藏世界, 依种种宝衣海珠, 佛号变法界圣音, 十五, 重要光明灯华藏世界, 依静华网海珠, 佛号不可摧拂力普照状, 十六, 清静光辨照华藏世界, 依种种香燕莲华海珠, 佛号清静日功德眼, 十七, 宝庄炎华藏世界, 依光明藏摩尼藏海珠, 佛号无碍至光明辨照十方, 十八, 离城华藏世界, 依种妙华狮子座海珠, 佛号无量方便最慎状, 十九, 清静光普照华藏世界, 依无量色香燕须弥山海珠, 佛号普照法界须空光, 念, 妙宝燕华藏世界, 依一切诸天形魔尼王海珠, 佛号浮得相光明, P180, 二十字, 乃至天台佳约四交以明之二十字, 其中三藏教有七字, 魏, 一, 世字, 二, 外凡字, 三, 内凡字, 四, 四果字, 五, 辟知佛字, 六, 菩萨字, 七, 佛字, 通教有五字, 魏, 一, 四果字, 二, 辟知佛字, 三, 入空之菩萨字, 四, 出甲之菩萨字, 五, 佛字, 别教有四字, 魏, 一, 实性质, 二, 住, 行, 向之三实心质, 即实住, 十行, 十回向, 三, 十的等觉质, 四, 佛果字, 原教有四字, 魏, 一, 五品质, 二, 六根质, 三, 住, 行, 向, 地之四实心质,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的, 四, 佛字, 至官辅行传红绝卷三之三, P181, 二时为时数记, 请参阅为十二时论数记, 二时为时顺势论, 请参阅成为时保身论, 二时为时颂势论, 请参阅成为时保身论, 二时为时论, 请参阅为时二时论, 二时为时论数记, 请参阅为时二时论数记, 二时为时论书, 请参阅为时二时论数记, 二时论数记, 请参阅为时二时论数记, 二时监督, 借律于坐持门之分类, 监督,篇章,分类编辑之义,泛语为Scanthot 戒律于座池门区别为二十类,四分律及为二十篇,即 一,受戒监督,又做受巨族戒法,大监督,说受戒之法 二,说戒监督,又做布萨法,布萨监督,说每月说戒忏悔之法 三,安居监督,说每年自五,六月安居戒至之法 四,自自监督,说下安居近日,使比丘随意举其所犯之罪而训惠之法 五,皮革监督,说皮革能否使用之至解 六,依监督,说比丘三依之法 七,要监督,又做医药法,说四要知法 八,加止纳医监督,说安居后五个月间,自信者受加止纳医,功德医,之事 九,居监督,又做巨舍弥法,说于居监谜国所起比丘互匪之事 十,瞻波监督,说于瞻波国所起之僧中真事 十一,呵则监督,又做截魔监督,说治法恶比丘之法 十二,人监督,又做僧惨毁法,别住法,别住监督,说比丘犯罪而不复藏时,对其训惠之法 十三,复藏监督,又做聚集监督,说治犯罪而复藏者之法 十四,这监督,又做这不撒法,说比丘说戒时,这不如法之比丘不听列之法 十五,破僧监督,又做调达式,说破法伦森破截摩森之事 十六,灭正监督,又做正式法,说灭七种正论之法 十七,比丘尼监督,说比丘尼特殊之法 十八,法监督,又做威仪法,就比丘之作作与莫,说如法之威仪 十九,防舍监督,又做卧具法,说比丘所著防舍或资具之法 念,砸监督,说以上十九监督外之种种砸法 四分绿卷三十一至卷五十三,五分绿卷十五至卷二十六,十送绿卷二十一至卷四十,批一百八十一 二十种外道,又做二十种小城外道涅槃 提婆论师将印度小城外道所值之涅槃大别为二十类,即 一,小城外道,即主张,诸寿英静,如灯火灭,种坏风止,为涅槃之外道 二,方论师,即主张,最初生诸方,从诸方生世间人,从人生天地,天地灭霉,还入笔处,为涅槃之外道 三,风仙论师,即主张,风能生长有命之物,亦能杀有命之物,风造万物,富能坏万物,为涅槃之外道 四,维陀论师,即主张,从那罗延天其中生大莲华,从莲华生犯天祖宫,一切有命与无命之物,从犯天口中出生,一切大地即是修复得戒场,于中一切华草即猪,羊,驴,马等,杀害供养犯天,的身笔处,为涅槃之外道 五,依奢纳论师,即主张,依奢纳论师尊者行相不可见,便一切处,已无行相,而能生诸有命与无命之一切万物,为涅槃之外道 六,裸形外道,即主张,分别见诸种种一相,为涅槃之外道 七,皮士师,即圣论师 此外道师主张,地,水,火,风,虚空,围尘等物合合,而生一切世间有知觉与无知觉之物,无合合者,即是离散,遂济离散,为涅槃 八,苦行论师,即主张,深净福德净,为涅槃之外道 九,女人眷属论师,即主张,摩西守罗座女人,生诸天,人,龙,鸟及一切骨子,蛇蝎,文等,如是知者,为涅槃之外道 十,行苦行论师,即主张,最福功德总敬,为涅槃之外道 十一,静眼论师,即主张,烦恼禁固一致,为涅槃之外道 十二,摩陀罗论师,即主张,那罗言天为万物之父,以那罗言天造一切物,于一切众生中最甚,一切世间有命与无命之物,从其而生,从之作生,还没笔触,为涅槃之外道 十三,尼尖子外道,即六师外道之一 此外道师主张,出生亦男亦女,彼二合合,能生一切有命与无命等物,后时离散,还没笔触,为涅槃 十四,僧屈论师,即数论师 此外道师主张,二十五帝自信应,生诸众生,为涅槃 十五,摩西守罗论师,即主张,果是那罗言所作,犯天是因,所谓犯天,那罗言,乃至自在天是生灭因,一切从自在天生,从自在天灭,为涅槃之外道 十六,无因论师,即主张,无因无缘生一切物,无染因,无静因,乃至极次之真,孔雀之色,皆无人作,自然而有,不从因生,为涅槃之外道 十七,实论师,即主张,实熟一切大,实作一切物,实散一切物,为涅槃之外道 十八,福水论师,即主张,水为万物之根本,水能生天的,生有命与无命等一切物,乃至水能生物,能坏物,为涅槃之外道 十九,口力论师,即主张,虚空为万物之音,最初生虚空,虚空生风,风生火,火生暖,暖生水,水及洞灵,兼作的,从地生种种药草,乃至从无骨生命,时候时,还没虚空,为涅槃之外道 念,本身安徒论师,即主张,本无日月,星辰,虚空即的,唯有大水,实大安徒生,如鸡子,周扎金色,实熟破为二段,一段在上坐天,一段在下坐的,中间身犯天,明一切众生祖宫,做一切有命与无命物等,散眉笔触,为涅槃之外道 外道小陈涅盘论,大明三藏法术卷四十六,批一百八十二 二十种玉法,为二十种法之批语 即,一,班若为母,二,方便为父,三,谈为如母,四,施罗为养母,五,忍为庄严聚,六,情为养育者 七,禅为患着人,八,善知识为教授师,九,一切菩提分为伴侣 十,一切善法为眷属,十一,一切菩萨为兄弟,十二,菩提心为家 十三,如理修行为家法,十四,诸得为家处 十五,诸忍为家族,十六,大愿为家教 十七,满足诸行为顺家之法 十八,劝发大臣为少家业 十九,法水冠顶一身所系之菩萨为王之太子 念,成就菩提为能尽家族 P183 二十种烦恼现行,据于家师的论卷五十九之记载 即指,一,随所欲禅现行,旨在家之人未离诸欲 而与所欲之境,其种种禅妇之夜,相续不舍 二,不随所欲禅现行,指出家之人不随世间欲乐之境 而深艳离之心,相续不舍 三,磨锁了之现行,指注恶说法之人 于善恶法,不身分别,于一切境界磨锁了之 此吃祸之心,相续不舍 四,有锁了之现行,指注善说法之人 于一切法而身分别,另向善法,而舍恶法 此了之之心,相续不舍 五,粗烦恼现行,指贪,甜,吃诸烦恼 各有增上粗重,或于顺境贪或粗重 或于逆境甜或粗重,各起不同 六,等烦恼现行,指贪,甜,吃等诸烦恼 或亦其献起,无轻重分别 七,为烦恼现行,指修行求离欲界之人 虽为正果,而于三界烦恼,为细轻薄 八,内门烦恼现行,指修行求离欲界之人 虽不着于色等外臣之境 而内心所起习气,相续不舍 九,外门烦恼现行,指味离欲界之人 随原色等外臣诸欲境界,而起种种烦恼 相续不舍 十,失念烦恼现行,指见圣道的果之人 呼吁于原,闻不正法,习气发现而失正念 十一,猛力烦恼现行,指味得到果之人 情家精进,其不正作义,发勇猛心 相续不舍 十二,分别所起烦恼现行,指人不信正法 于诸邪剑而起分别,望生种种植者 相续不舍 十三,任运所起烦恼现行,指人其卸怠心 不求正行,而于五欲,色欲,身欲,相欲 未欲,处欲,知境,自然而起诸祸 相续不舍 十四,寻思烦恼现行,指人于禅定观法 常自思念觉察,望其分别,相续不舍 十五,不自在烦恼现行,指人睡眠 梦境散乱,亦是所愿,相续不舍 十六,自在烦恼现行,指人省时所起协会之念 便缘诸敬,相续不舍 十七,非所依为烦恼现行,指如幼少之人 于一切敬,不知好恶,起诸放义,相续不舍 十八,所依为烦恼现行,指修行跟熟之人 依于正行之位,断诸烦恼,而能断之心,相续不舍 十九,可救疗烦恼现行,指人情修道行,断生死或夜 如救疗重病,为之生死之病而可救疗,不知乐者 涅槃之心,相续不舍 念,不可救疗烦恼现行,指人不能修诸正行 以救疗生死或夜重病,而诸烦恼相续不舍 P183 二十种烦恼随眠,烦恼,只见,思,无名,为昏凡之法,能恼乱心神 此烦恼随足众生,眠浮于第八十中,故称为随眠 据于家师的论卷五十九,显阳圣教论十九设圣决则品等载 二十种集 一,不定的随眠,不定的集欲戒,指欲戒散乱,不修禅定 故眼等珠根烦恼随足不舍,称为不定的随眠 二,定的随眠,定的,即色戒与无色戒,指此二戒虽修禅定,离欲戒之苦 而于定的贪,吃,爱,慢诸见烦恼随足不舍,称为定的随眠 三,随足自尽随眠,指于三界中,各个自分尽上所设诸见烦恼,随根其灭,潜伏不舍,称为随足自尽随眠 四,随足他尽随眠,指于色戒起欲戒之烦恼,或于无色戒起色戒之烦恼,或于欲戒而心乐上二戒之禅定 身其胃者,不知出离,称为随足他尽随眠 五,被损随眠,指众生常为欲戒烦恼所损害,而此烦恼随伏不舍,称为被损随眠 六,不被损随眠,指以身色戒,不被欲戒烦恼损害,或为离欲戒,虽不为烦恼所损 而烦恼随伏不舍,称为不被损随眠 七,随增随眠,指三界众生各于自助之境起烦恼,随时增长,潜伏不舍,称为随增随眠 八,不随增随眠,指出于色戒与无色戒禅定之中,不随他尽增长烦恼,然其烦恼已未断之故,潜伏不舍,称为不随增随眠 九,聚分随眠,指诸众生于一切尽其滩,甜,吃等诸烦恼或,无有缺减,称为聚分随眠 十,不聚分随眠,指生闻出果,急需驼还果,等虽断三界见祸,而于私祸未能全断,称为不聚分随眠 十一,可害随眠,指生闻之人修道品,三十七道品,断见思烦恼而正涅盘,而习气无名则随伏不舍,称为可害随眠 十二,不可害随眠,指凡夫众生不能修习道品,无可损断烦恼之祸,故随伏不舍,称为不可害随眠 十三,增上随眠,指贪,甜,吃等诸烦恼或,渐渐增胜,随伏不舍,称为增上随眠 十四,平等随眠,指贪,甜,吃等烦恼或,平等供企,随伏不舍,称为平等随眠 十五,下列随眠,指修行求离欲界之人,于诸色等陈念为薄,称为下列随眠 十六,觉悟随眠,只能觉知一切烦恼与夜果巨时流转,然虽能觉悟而未能断,称为觉悟随眠 十七,不觉悟随眠,指一切烦恼缠附,随逐根时,不相舍离,而魔所知觉,称为不觉悟随眠 十八,能生多苦随眠,指欲界贪,甜等烦恼能生诸苦,称为能生多苦随眠 十九,能生少苦随眠,指色界与无色界禅定之中,虽无欲界重苦,而有心上咽下之心,意味之烦恼,称为能生少苦随眠 念,不能生苦随眠,指诸菩萨虽离诸祸,不生重苦,然长存自行利他之心 一位烦恼,称为不能生苦随眠 P184 二十种随烦恼,小臣据舍论以一切之烦恼称为随烦恼,或对于六随眠之根本烦恼,而称其余之烦恼为随烦恼,大臣为十家则为根本烦恼 以外之二十法为随烦恼 据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四十载,二十种随烦恼即 一,愤随烦恼,愤,即暴怒之心 为对现前一切为情之境,即发暴怒,恼乱其心 二,恨随烦恼,恨,即怨恨 为由愤怒不舍,结诸怨恨,恼乱其心 三,复随烦恼,复,即隐妇 为自作罪恶,不能忏悔,故意隐妇,唯恐人之,恼乱其心 四,恼随烦恼,恼,即热恼 为外欲为情之境,热恼于心,不自安隐 五,即随烦恼,即,即嫉妒 为持心不平,常怀疾度,恼乱于心 六,迁随烦恼,迁,即令习 为于一切财法,贪求积蓄,不能会失,常恐散失,恼乱于心 七,狂随烦恼,狂,即诡诈不实 为语言虚狂,巧律多谋,心不自安,而生恼乱 八,惨随烦恼,为惨宁阿鱼,心常溃难,而不自安 九,害随烦恼,为嫌恨序愿,常欲损害于人,求快己意,恼恐不遂,恼乱其心 十,骄随烦恼,骄,即,经,即他 为心不牵下,常遇圣人,彼有得,恼乱其心 十一,无惨随烦恼,为平处为非,不知惨天已自悔改,恼乱其心 十二,无愧随烦恼,为因畏不善,不知愧人已自悔改,恼乱其心 十三,调举随烦恼,为外境纷扰,身心动摇,不能设服,因而恼乱 十四,昏审随烦恼,为心神昏暗审迷,而于诸法魔所明了,恼乱其心 十五,不幸随烦恼,为邪见多疑,于正法不生信心,因而恼乱 十六,懈怠随烦恼,为身心懒惰,于道业不能精进休息,因而恼乱 十七,放逸随烦恼,为纵字字意,单者欲敬,不知减数,因而恼乱 十八,失念随烦恼,为心逐邪忘,遗失正念,遂至伦坠,恼乱其心 十九,散乱随烦恼,散乱,指心常放逸 为这诸圆境,令心留意,恼不寂静,因而恼乱 念,不正之随烦恼,为与法邪解,远离正之,被绝合成,以忘未真,恼乱其心 P185 二十种护魔法,乃止善底加之四法,不色至加之九法,阿皮遮罗加之七法,何谓二十种护魔法 广之,更有一百一十种火法,秘而不易 金刚顶巾一绝,P186 二十一耳,泛名ROAKO6A或RATRAVIA TAKO 亦做事旅多平设底居之,又称一耳罗汉,文二百亿,乃中印度伊烂拿罚多国长者之子 比受佛陀教化出家后,居舍为国独住安静,刻苦精勤,日夜不寝,休息道品 以不能禁除猪漏,乃霸道归家 佛之后照之,问在俗时有何嗜好 答义好谈情 于是佛对比云,情贤若即,则不可得何因爱悦,若情贤缓,亦无何因爱悦 唯在不及不缓时,使能得其中和 同此,过分精进能扰乱此心之调和,不够精进也亦使心懈怠 一耳灵训之后,遂负其智,心无放逸,修行精勤,遂振阿罗汉果 其后,一耳犹化南印度,寄于弓箭纳普罗国 师足下毛长二寸,足不踏的,为佛弟子中精进第一 杂阿罕经卷九,大制度论卷二十二,批一百八十六 二十诸天,天台宗寺院供奉之诸神 据南宋刑廷所传,诸天传,记载,天台宗之迦兰自古奉列十六天象 后增日,月,梭杰罗龙王,阎摩罗王四天,总卫二十天 即,一,梵天王,统领梵众,主大千世界 二,帝氏天主,居须弥山顶,即刀利天主 三,皮沙门天王,即多闻天,为北方天王 四,提头赖扎天王,即持国天,为东方天王 五,皮刘乐叉天王,即增长天,为南方天王 六,皮刘伯叉天王,即广木天,为西方天王 七,金刚蜜天,此天手持金刚宝处 十达如来一切秘密事迹 八,摩西守罗天,为三界尊级之主 九,散之大将,乃鬼字母之次子,能护持正法,消灭诸恶 十,大变天,巨无碍变,护士立身,流通佛法 十一,功德天,能令众身福得成就,常居金状最甚援 十二,为陀天将军,南方天王八将之一臣,外护佛法,统护三周 十三,坚固的神,主大地之神 十四,菩提树神,守护如来臣道处之菩提树 十五,鬼字母天,为一切鬼之母,与人自习 十六,魔力之天,常行于日月之前,救护兵戈等难 十七,日宫天子,此天除名破案,成熟万物 十八,月宫天子,此天夜发光明,宫赐于日 十九,梭杰罗,即显海中一百七十七龙王中之地七龙王,为大全菩萨 念,阎摩罗王,为地狱之主 P186 二十难,二十种不易之事 据四十二章经载,二十难集 一,贫穷不失难,只贫乏而能随力辍己寄人为难 二,豪贵学道难,只人处豪贵,而能艳乐求道为难 三,判命必死难,只觉至判命,或为法舍身,或以死讯结为难 四,得赌佛经难,指人或身边地,不知出世之法,欲得见文受持如来正教为难 五,生执佛事难,指人不结圣因,不修善业,而欲执佛出世为难 六,忍色离欲难,指人能制服妄念,舍离欲心为难 七,见好不求难,指人见笔富贵荣民即可一等物而不乐求为难 八,有事不灵难,只好事者而能好礼望事,不灵于他为难 九,被辱不甜难,只被他人凌辱,而能安忍不恨为难 十,处是无心难,只处是欲缘,而心不染者为难 十一,广学伯揪难,指人根性迟钝,而欲广其学问,穷揪毅力为难 十二,不轻默学难,指人自有学问,而于默学者不生轻慢为难 十三,除灭我慢难,指人能不生骄傲轻他之心为难 十四,慧善之事难,指人的欲善之事,劝讲右耶,令的开解为难 十五,见性学道难,指人能反望归真,见性学道为难 十六,对静不动难,只能持心寂静,不为外物所转为难 十七,善解方便难,指人常怀慈爱,以种种方便饶益众生,为难 十八,随化度人难,只能随机化导而度脱众生,为难 十九,心形平等难,只能渊清平等,心无分别为难 念,不说是非难,只能爱护口业,不说他人长短为难 三藏法术卷四十七,P一百八十七 二三,指六师外道 于日本玄瑞之三论大义超卷义中,载有,二三邪徒,一语,细指六师外道而言 六师级,富兰娜加叶,范Praa,Keyapa,墨加里居舍离子,范Masker,Goelputra,山舍叶皮罗之子,范Saj,Faraputra,阿奇多赤舍青婆罗,范Asatekekumbala,加罗揪陪陀加沾沾岩,范Kakuda,Katayana,尼干陀若体子,范Niagrantha,Jetiputra, 唯摩金帝子品,北本涅槃经卷十九,参阅,六师外道,一千两百八十二,P一百八十七 二凡,为三圣行人见地以前之凡位,分外凡,内凡二种 外凡者,但闻教法而信之者,如小乘三贤,大乘十信位即是 内凡者,正行其法而敬于圣位者,如小乘四善根,大乘十柱以上之位 法华玄义卷三,P一百八十八 两千普贤行法,略称两千行法 乃心华言经卷五十三离世间品中,普贤菩萨应普惠菩萨之二百问 每一问与座时达,以性、柱、行、相、地、尿绝六位之行所示之两千行法 二百问中,前二十问乃问时性之行,四二十问未问时柱之行,四三十问未问时行之行,四二十九问未问时回向之行,四五十问未问时的之行,最后五十一问未问因缘果门究竟未中之行 又法藏之华言经探旋玄纪卷十七中,将此二千普贤行法分别为因果、行为、谱别、护设、行香等五门 华言经搜玄纪卷四支末,P一百八十八 二土,乃至二种国土而言 即将佛之国土大别为二种,指净土与惠土 惠土未充满诸恶,不净苦恼之国土,净土未重宝庄严,清净安乐之国土 新地观经卷寺,法华经宝塔平,仕土与礼土 仕土乃指应身佛所居住之事项土,礼土则是真身佛所居住之实项土 唯摩经文书卷一,暴土与画土 此二土之分法多为净土宗所采用 由于仇暴因为之愿行所现成之国土,称为暴土 至于为救济众生而化现之国土,则称为画土 安乐即卷上,暴土与硬土 众生依其修行所得之国土,称为暴土 佛陀为救济众生而随顺众生所现之国土,称为硬土 维摩经略书卷一,十字土与变化土 十字土指前置注于后置之土 变化土指变化,静慧,经节,数量映现之土 华言经书超卷七,P188 二土宗经,天台宗论生生的忍知菩萨,便方便,十报二土 而宗经利益与否知题目 凡生生的忍知菩萨,虽已断无名,正中道 以上未成就法性生,由须待父母所生果腹之肉生 故便即方便,十报二土,仍无红经利益 则虽自能增到损身,未能起应 但以此土即神通往他土,由不能入方便有余 故不能利益上土 法华玄义卷七,法华玄义世千讲义卷七 台宗二百题卷五,P188 二女,即功德天女与黑暗女 功德天女,能使人财宝盈满,黑暗女,能令人耗尽财宝 前者未解,后者未美 姐妹常不相离,功德天女所到之处,黑暗女亦必伴之 北本涅槃经卷十二,P188 二宗,为三论宗之是地中,真地中二者 宗者,不偏之义 二宗即就二帝而变宗,以是地不偏于有 真地平等不偏于空,故各得宗明 三论玄义,P189 二五食,指菩萨尼食与磕淡尼食,皆各有五种食物 一,五菩萨尼食,饭Pasia,Pojaner,又做五菩蛇尼食 亦做五蛋食,即五正食 属于五种正食者,即饭,麦豆饭,面,肉,饼 食词五种,称为足食 二,五颗蛋尼食,饭Pasia,K.H.Daya,又做五驱蛇尼食 亦做五嚼食 细五种非正食,即根,金,叶,花,果 仅食此五种而不食上树之蛋食,则不成足食 据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卷三十六载 若先食五种嚼食,后可再食五种但食 若先食五种但食,则不可再食嚼食 若再食,则犯解 四分绿卷五十九 参月,十,三千九百九十七 P189 二元神教,主张有相互对立之善 二二神存在,而为以善神为崇拜对象之宗教 如索罗亚斯德教,又称仙教,拜火教,诺斯蒂教,摩尼教等君属之 P189 二六之缘,即十二因缘 说众生设立三世而轮回六道之次地缘起 参月,十二因缘,337 P189 二六之愿,要施如来之十二世愿 即,一,愿自他生光明赤圣 二,愿微得微微开晓众生 三,使众生饱满所欲而无法少 四,使一切众生安利大成 五,使一切众生行犯行,聚三聚戒 六,使一切不聚者诛跟玩具 七,除一切众生之诛病,令身心安乐,正得无上菩提 八,转女成男 九,使诸有情解脱天魔外道禅妇,斜思恶剑仇灵,而影射正剑 十,使众生解脱恶王劫贼等恒难 十一,使饥渴众生得上食 十二,使贫乏无医者得妙医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批一百八十九 二六十中,为一昼夜之十二十成 即近日 印度立法则为六十或八十 须唐和尚语录,批一百八十九 二分加,为难陀论师所立之心十二分说 以心十其认识作用时所生相分 所愿之影像,见分,能愿之主观作用 之二种差别 另有安慧之一分说,承那之三分说 护法之四分说 参阅,四分,一千六百六十三 批一百八十九 二天,指日天及月天 指同生,同名二天 此二天分别与人同时而生 同其名字,常与该人相随伴 八十华眼卷六十,大一灵,三二四上 如人身矣,则有二天横相随足 一约同生,二约同名 天常见人,人不见天 梵天及地是天 指二王尊,即立于四门两侧 守护迦兰之二金刚立世相 参阅,二王尊,一百九十一 批一百八十九 二天三仙,二天与三仙之合称 二天指大自在天 梵梅黑佛拉,与皮纽天 梵梅黑佛拉,此二神位 印度教最高神格之神指 三仙位三位仙人,或三位哲人 即指数论学派之祖 加皮罗,范靠皮拉,圣论学派之祖 幽楼森区,范奥坎斯,与尼干子派之祖 勒沙婆,范阿帕 自佛教之立场而言 二天三仙皆属直持望剑之外道 中论卷一百论卷一指观辅行传 红绝卷十,P190 二心,真心与望心 真心即真实之心,离虚望不实 望心为妄想分别之心 冷言经卷一,大一九,一零六下 从无始来,生死相续 皆由不知常驻真心性静明体 用诸妄想 四相不争,故有轮转 定心与散心 定心即止息望念杂律,心注一静 散心为心持成六成 善导之观经书卷一玄一分 大三七,二四六中 定即席律以宁心 散即肺恶以修善,P190 二方便,指世间善巧方便,出世间善巧方便 一,略称世间方便,即菩萨为自立,立他,或二立所是现之种种善巧失位 以此为无所得,无执着,故称世间善巧方便 二,略称出世间方便,即菩萨但为立他,不为自立所是现之种种善巧失位 以此为无所得,无执着,故称出世间善巧方便 大臣大吉的藏十轮经卷十,大明三藏法术卷六,指细作方便,不念方便 一,乃为破众身着色身影像香,所显示之二种方便辟语 分析三千大千世界之为成,而说善巧,显示色身本位假,是为细作方便 二,以诸经所说是诸为成非诸为成,是明为成,达不深念想,远离对色身诸向之执着,是为不念方便 金刚班若波罗密经论卷中,大明三藏法术卷六,指体内方便,体外方便 乃天台宗所立 一,法华经所说之方便,在显真实之法者,开方便即真实,是为体内方便,又称同体方便 二,于经所说,乃对望真实所立之方便,即真实体外之方便,是为体外方便 法华文句卷三,垂玉记卷二,批一百九十 二目,二术之义 法华经文句卷七上所欲别教语通教菩萨,即,一,大树,欲别教菩萨 别教菩萨于法华会上,文说一臣之法,受济作佛,普度一切众生,如大树蒙受于水之润则而得增长,繁荣欲貌,能普复一切,故称大树 二,小树,欲通教菩萨 通教菩萨亦于法华会上,文说一臣之法,受济作佛,而其根气与化用,均不及别教菩萨,故称小树 批一百九十 二世,乃只是世与老子,即佛家与道家 批一百九十一 二王尊,又作人王,二天王,二天 位立于四门两侧,守护迦兰之二金刚立世相 两者皆妖缠清衣,金骨沉漏,数法怒目 左尊开口,右手直处,左掌前张,右尊合口,左手提棒,右臂高张 四门安置诸天及药叉神等守护迦兰之风,印度自古以来即流行 据有布皮奈耶杂诸卷十七载,佛陀交给孤长者鱼们两家硬做执杖药叉 等之说 右线印度巴赫特,巴弗提,之瑞元克有要插神像,与罗里恩坦加,罗里伊安天格,之密金刚立世世卫佛左右之雕像同 大宝基金卷九密金刚立世卫,翻译明义及卷四,胎藏金刚菩提心意略问达超卷二末,P191 二世,至今生即来世,如称二世安乐,二世西地,又称神与人之两种世界 法华经卷三药草玉品,P191 二世尊,乃至多宝塔中之世家如来与多宝如来二佛而言 又作法华二圣 法华经卷四宝塔品,P191 二世间,即有情世间与弃世间 世者,未有未法于过去,现在,未来等三世之千流,兼者,世世物物之间格 总别为二,即,一,有情世间,五蕴甲和而有情时,已为鬼,处,人,天等之差别者 二,弃世间,四大积聚而为山,河,大地,国土,家屋等,已容受有情者 有情世间为有情之震报,弃世间为有情之依报 据舍论卷十一世间品,P191 二家,显家与明家 家,即家备 佛于华言会上,以身,口,一三叶神力,或明或显,家备法会等诸菩萨各个说法,故有此二家 据华言经书卷一载,一,显家,为佛以平等大词,常见众生之机,若有素是善根成熟者,即以神力加倍之,为其说法,如生叶摩顶以增其微,口叶劝说以意其变 其加倍显然可见,故称显家 二,明家,为佛以一叶神力加倍菩萨,增长其智慧,于大众中为人演说,另谋所谓 其加倍隐秘难见,故称明家 P191 二句,指纹句与异句 句,即沟斗,又重与和和而成句 谓如来所说经典必由文以载其意,由意以成其文,文意相成则畏句 句翻译明意即卷五载,一,文句,文即字 谓一切契经,皆以文为生,文成语畏句,全显其意,必及于文,是谓文句 二,意句,意,即意理 谓一切契经,皆全意理,然意必依文而得显,文因意而能成,才断其文,必由于意,是谓一句 P191 二证,乃指体证,用证 中论别称证观论,三论宗是其,证,自,有体证与用证二意 三论悬议,大四五,七中,于无名相法强名相说,令丙学之图因而的物,故开二证,一者体证,二者用证 非真非俗名为体证,真之与俗目为用证 所以然者,诸法时相言王律诀,未曾真俗,故名之为体 觉诸偏邪,目之为证,故言体证 所言用证者,体诀明言,物无有物,虽非有无,强说真俗,故名为用 此真之与俗,亦不偏邪,目之为证,故名用证也 盖法体未识相,班若所证之理识乃不二,离偏邪屈为,而强名为证,故未体证 至于无言之体,乃离名相者,然不说则无以利物,故一般若致立其化他方便之用,强设真俗二帝之言教,以用说法教化 然不二之体证所起之用不多于偏邪,二帝之用一证,故称,用证 此外,三论旋译,复开二证为三证说,即,对偏证,进偏证,绝呆证等三种 三论旋译简幽及卷五,三论旋译讲述卷中,小物,批192 二犯,指犯与作犯二种犯戒,或称指作二犯,为,二词,之对称 一,乃厌诸圣业而不修学,依指而犯戒体,以不修善法为宗 二,乃为本所受作,依于作而犯戒体,以作恶法为宗 道宣四分律形式超卷中之四解词,为作犯者,鼓动身口为理造 尽名作,作而有为乌本所受名犯,犯由作生,故称作犯 指犯者,痴心怠慢而为其行本受,焰诸圣夜不修习,此名为止,指而为本所受,故称犯 四分律三反捕却形式超卷中,P192 二,光,乃指自佛身所发出之二种光明 色光与星光 一,色光,又衬生光,乃八字佛身,为肉眼可见之光明 二,星光,又称智慧光,乃自佛智所放,能加护众生之光明 六要超卷三末,常光与神通光 一,常光系指诸佛身体所发出之光明,如是尊之一循光明或阿弥陀佛之无量光明 二,神通光则指诸佛对特殊众生,以神通力所放出之光明而言 P192 二印,指无相三昧应与有相三昧应 菩萨出入八的,上不见可求之佛,下不见可度之众生,故审空多时,此未无相三昧应 此时诸佛劝起之,以如换三昧起种种利益众生之事,未有相三昧应 十的经论卷十,也密超卷六,P192 二极罗,为恶作,恶言二种突极罗罪 恶作者,非如法之举止,恶言者,非如法之言语 参阅,突极罗,3924,P193 二印,声音,乐音 一,声音,乃本具法性之理,能生一切善法者,如骨,脉等种,能生萌芽 二,乐音,乃以智慧照了法性之理,为辅助生成之资源者,如灯之照物,寥寥可见 以上二者,与正音,原音名义而一同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八,参阅,六音,一千两百五十六,能生音,方便音 一,能生音,为第八十能生起眼等珠时,为一切善恶之音,如骨,脉等种能生萌芽 二,方便音,为眼等珠时能为方便,引发第八十善恶之种,如水土能引发骨,脉等萌芽之方便 瑜伽诗的论卷三十八,宗静禄卷七十一,习音,报音 一,习音,又作同类音,乃后起之果,习续前音而增长,如习于贪欲,则贪欲跃增 二,报音,又作一首音,乃后之果报应于塑形之夜音,如行善恶之音,即得苦乐之报 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中,法华文句卷十八,静音,远音 一,静音,未能直接引发果者,如凡夫行不失行,于其身后的好果报 二,远音,未间接引果者,如修世间之禅定,间接十岁深色借天之果报 大智度论卷九十六,牵引音,生起音 一,牵引音,未未润味之种子,间接牵引生死之苦果者 二,生起音,未已润味之种子,直接生起生死之苦果者 如十二元中之无名,行,十,名,色,六处,处,受等数前者,爱,取,有等数后者 瑜伽师的论卷三十一,P193 二,如,即随缘真如与不变真如 一,不守自信,随染缘而生染法,随净缘而生净法者,称为随缘真如 二,随缘而未万差诸法,亦不失真如之自信者,称为不变真如 前者能生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是未安利真如 后者本来寂灭无畏而离诸相,乃非安利真如 随缘真如如波,不动真如如水,不变之水起波香,而随缘之波不失水性 以随缘真如故,真如即万法,以不变真如故,万法即真如 大臣其信论意记卷上,指离言真如与依言真如 一,真如之本体为为观智之境,离一切言说之相者,称为离言真如 二,真如之相状可依言说而分别者,称为依言真如 大臣其信论,意空真如与不空真如 一,为其自体真空虚明而离一切诸妄然,如虚空之空 二,乃其自体具一切知性功德,如虚空含有一切万象 大臣其信论,在离真如语出离真如 一,凡夫之真如实性为无量烦恼系妇而不显者,称为在离真如 二,佛菩萨之真如实性出烦恼之系妇,称为出离真如 前者名为如来藏,后者名为法身 圣蛮经,离去分数暂卷下,有够真如与无够真如 一,真如之体,虽负于烦恼,然其本来清净,如泥中之莲 不染于乌,此为有够真如,又称自性真如,亦即在离真如 二,佛果所显之理体,清净而不复于祸,如望月之清净圆满,此为无够真如,又称清净真如,亦即出离真如 设大臣论卷五,真地,参月,真如,四千一百九十七,批一百九十三 二,如来藏,止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 如来,即理性如来,藏者,寒舍之矣 一切众生烦恼心中,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之夜,称为如来藏 据大臣指观法门卷一载,如来藏有二种,即 一,空如来藏,此心性虽随染尽之源,建立生死涅槃等法,燃心体平等,离性离香,所起染尽等法即能起之心,皆不可得,故称空如来藏 二,不空如来藏,此心性具足无漏清净功德即诸有漏液或染法,包藏寒舍,无德不备,无法不陷,故称不空如来藏 批一百九十四 二字,半字与满字之合称 西潘章未生字之根本,而文字不具足,故称半字 于章之文字,于法军具足,称为满字 森明之一称 中国与日本之森吕,其名通常取二个字,故有此称 后世相言尽称僧吕,则分开两字,而称上某字下某字 批一百九十四 二守护,只居胎藏界曼图罗文书院及外金刚不愿西方门之二守护神 全称门门二守护 一为不可阅守护门者,二为相向守护门者 前者在内门右侧,后者在左侧,共受如来之教赤,守护法门 大日经卷三西的出现品,批一百九十四 二百一十亿佛土,为阿弥陀佛在因为为法藏菩萨时,为立选择之别愿,所欲见之佛土 无量寿经卷上,大一二,二六七中,耳时,是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升广,中略,即为广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岔土,天人之善恶,国土之粗妙,应其心愿,西陷与之 十比比丘文佛所说严禁国土,皆惜独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 批一百九十四 二百五十戒,又称巨族戒 即佛至比丘所必须遵守之戒律,共有二百五十条 包含有波罗仪四条,僧残十三条,不定二条,舍舵三十条,单舵九十条,提舍尼四条,中学一百条,灭阵七条 唯一各部派所传之不同律葬,各部派借条之数亦略有出入 然大体皆以二百五十条为基本之数 批一百九十四 二行,为二种修行,即自立行语化他行 为烦恼,所知二障之现行,华颜经卷十二,大一灵,五七下,妙物皆满,二行永绝 二种新行,即,一,见行,即见货 二,爱行,即爱货 唐代善导分网深净土之行业有二种 一,阵行,一,阵行,一千零七十四,五杂行,一千两百零八,批一百九十五 二行费力,净土门于往生之行业中,比较念佛 诸善二行之圣列,以诸善为列而废之,念佛为圣而立之 道错之安乐即卷下,以,诸善为万行,念佛为一行,定其费力 大四七,一五上,所修万行,但能回愿,莫不皆身 然念佛一行,将为要路,批一百九十五 二,一,指至一即听一 四分律山凡捕却行是超卷下一载,比丘之池物有至听二门 一,至一,即比丘之三一,比丘尼之五一,乃佛所制定须受池之一,为者犯解 二,听一,指长一,百一资句,乃如来特应机缘听任序之或不序 试试要揽卷上,批一百九十五 二佛中间,指释迦佛入灭,弥勒佛尚未出世期间 此时无佛注释,世人不能直接听佛说法 批一百九十五 二佛并坐,释迦佛于灵旧山说法华,积门三周说法以后 地下乎永一宝塔陷于空中 多宝佛全身设立结家夫坐,结法界定应 其实,多宝佛于塔中分半座使释迦佛坐,称为二佛并坐 多宝佛表法佛即定,释迦佛表报佛即会 二佛并坐表法报不二,定会一如 批一百九十五,二佛性,吉理佛性,行佛性 一,法相宗论众生之佛性,以其所依之体,乃不生不灭法性之妙理,故称礼佛性 二,个人第八阿赖耶时中,得成佛果之无漏种子,法而存在,称为行佛性 礼佛性者,一切众生皆具,行佛性则有具有不具,不具者永不成佛 佛的经论卷二,成为识论书要卷上本,参阅,佛性,两千六百三十三,辟一百九十五,二立,吉自立与立他 上求菩提为自立,下化众生为立他 小臣之行为为自立,菩萨之行则兼立他 无量寿经卷上,赞阿弥陀佛记,P一百九十五 二,立真实,吉自立真实与立他真实 善导于观经书散善意解释至诚心,为至极真,成即实 又真实有二,亦为自立,亦为立他 自立真实复分为二,即 一,真实心中至舍自他诸恶及慧果等,行住坐卧想同一切菩萨至舍诸恶,我亦如是 二,真实心中情修自他,凡甚等善,又此余生,口,亦三叶约为六种 即,一,真实心中之口业,赞叹彼阿弥陀佛即一正二报 二,真实心中口业,悔焰三界六道等自他一正二报苦恶之事 三,真实心中生业,合掌礼敬四世等,供养彼阿弥陀佛即一正二报 四,真实心中生业,轻蔓焰舍此生死三界等自他一正二报 五,真实心中业,思想观察意念比阿弥陀佛即一正二报,如现目前 六,真实心中业,轻蔓焰舍此生死三界等自他一正二报 不善三叶必须真实心中舍,若其善三叶,必须真实心中做 不论内外明暗,皆须真实,故称为至诚心 为其标出二立真实,而无视力他真实,是已付出诸说已是,见解不一 然日本梁忠于散善意传通计即略超中说明此二立,未虽标二立,然仅解释自立之义者,以计之自立,则立他之义一名,故不复言 P195 二行,范语阿佩阿弥陀佛 一座二乡者,二根者 指男子性气,男根,与女子性气,女根 此处则指兼具男女性气,生理异常者 其于佛道之修行即为僧家之内众,无指导他人之资格,故与善揣,半则家者同,不准出家,受解 摩资深指指律卷二十三,大臣阿毕达摩杂吉论卷八,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三,参阅,十三南十遮,三百六十八,P196 二忍,菩萨所修之二种忍 身忍与法忍 一,身忍,又作众身忍 忍,即忍耐之义 为菩萨于一切众身不甜不恼,如此母爱子,又若众身虽以种种恶害加之,菩萨皆能忍耐不起甜慧,或受众身种种恭敬供养,心意不起供高染者,称谓生忍 二,法忍,又作无身法忍 忍,即安忍之义 无身法,本质不生不灭之法,经紧就不生而言,故称无身 菩萨于无身之法,忍可忍乐,不动不退,称为法忍 大制度论卷六,安受苦忍于观察法忍 一,为安受疾病,水火,刀杖等诸苦而不动心,称为安受苦忍 二,为观察诸法,体性虚幻,本无生灭,性解真实,心无妄动,安然忍可,称为观察法忍 菩萨的持经卷五,世间忍与初世间忍 一,为初心菩萨原众生之有取有香,依诸果报,福业等,所发起有漏,有相之安忍 以彼等遭遇世间种种苦乐为顺之事,而能安忍,故称世间忍 二,乃大菩萨由于立他平等之大悲,所发起无漏无相之安忍 由此香气于无畏寄灭之礼,心无染者,任运无作而无诸行,安忍一切苦乐为顺之境,而不见诸法生灭之乡,故称出世间忍 大臣的藏十轮经卷九,参阅,忍,两千八百八十九,批一百九十六 二戒,依诸条件之不同,戒律可二分位如下十亿种 性戒与遮戒 前者戒性罪,后者戒遮罪 以知产生种种意名,称旧戒与心戒,主戒与克戒,性众戒与习世基贤戒,性众戒与离恶戒,性戒与离戒 南本涅槃经卷十一,正法念经卷五十九,摩合纸观卷四,定共戒与道共戒 心意做净律律仪与无漏律仪,道生律仪 一,定共戒,乃三圣圣者发色戒定,自得防非止恶之戒体 二,道共戒,为三圣圣者发得无漏道,自弃废恶修善之律仪 于此,小臣有不与大臣为十家所戒不同 有不主张定共戒乃共色戒有漏定,大臣则未通于无漏,无色戒,道共戒 共戒为共一无漏道,此二戒皆未随心转 参阅,戒,两千八百九十六,指持戒与作持戒 指于戒律之之恶,修善二类 参阅,二持,两百零四,善戒与恶戒 又称正戒与邪戒 一,善戒指随顺世法,佛制,余生,口,亦防非止恶 二,恶戒指如牛戒,狗戒等邪戒之戒法 南本涅槃经卷三十二,华言玄坛卷四,世间戒与初世间戒 又称在家戒与初家戒 一,为无戒,八戒等 二,为初家者应受持之十戒,六法,聚足戒等 正法念经卷五十九,文书师立问经卷上 天台四交以及住卷下末,生文戒与菩萨戒 又作小臣戒与大臣戒,小戒与大戒 一,生文戒为小臣圣者受持之戒律,如五,八,十,聚,诸戒 二,菩萨戒为大臣菩萨所受持者,如十无尽戒,四十八清戒等 南本涅槃经卷二十六,作戒与无作戒 又作表戒与无表戒,教戒与无教戒 一,作戒,依诸种表叶而受戒 二,无作戒,为以受戒而生的戒体 南本涅槃经卷三十二,大臣一张卷十,全戒与十戒 又作粗戒与妙戒 乃天台宗所谈,一,全戒为全教所说之戒律,如五,八,十,聚,诸小臣戒 瑜伽,善戒诸大臣戒,皆是三圣共门所持,藏,通二教戒内悲浅之粗戒 二,十戒乃时教所说之戒律,如梵网经中十众,四十八清戒,独畏别,圆二教与戒外菩萨受持之妙戒 法华玄一卷四下,是戒与离戒 又作随相戒与离相戒 一,世戒细受持三叶,四威夷等世相之戒法,如四分,瑜伽,梵网,梵网等大,小臣戒皆是 二,离戒乃戒不见戒相,以安住空,甲,中三官位戒律,如圆顿大戒 磨合纸官卷四之一,威夷戒与从戒戒 一,威夷戒,虽受戒,为外献威夷,但为名利,欲受人尊敬 二,从戒戒,顺从佛制,清净三叶,内外相称,如实受持戒行 南本涅盘经卷三十二,求戒与舍戒 一,求戒戒为求三有之果报而持戒 二,舍戒乃舍三有之果报,真实受持戒法者 南本涅盘经卷三十二,批一百九十七 二我见,仁我,法我称为二我,此二种望见,则称二我见 一,一切凡夫不误人生乃无运甲和和,强力主宰,既我为人,即执人有偿意我体之恶见,称为人我见 二,二圣之人,不乐误诸法之空性,既一切法各有体性 虽得人无我知,由自不畏生死,旺取涅槃之法,与法取见,称为法我见 大臣其信论卷下末,批一百九十八 二我执,为俱身我执与分别我执 一,为于五蕴等法中,强力主宰,望直为我,与身俱身,称为俱身我执 二,为于记我法中,分别我能行善行恶等事而起执着,即依自己之分别力而生者,称为分别我执 参阅,我执,两千九百四十二,批一百九十八 二,决定义,决定,断然不义之义 人言经卷二载,如来令阿南甄别甄望,亦以审因心果决之义同,亦以审烦恼根本之生起 有二种决定义,即,一,审因心果决,阿南不知众生本具之因心即如来所证之果决,如来所证之果决即众生本具之因心 故如来令其地审观察,决定之因心与果决二者,本来不义 若能及此不义之心,而未立尽修之本,则无上菩提,决定成就 二,审烦恼根本,阿南不知烦恼根本,随所作业望受生死,无解脱之时 故佛令其审观详查,决定之烦恼体性,即所作之业与所受之暴,本来虚幻不实 若能穷此颠倒之缘,则正行成立,无上涅槃,决定可证 P198 二剑,断剑,又作无剑,与常剑,又作有剑 又称有剑,无剑 一,乃固执人之身心断灭不续身之妄剑 二,未固执人之身心常驻不剑断之妄剑 大制度论卷七,参阅,长剑,四千五百二十六,断剑,六千五百六十,相貌剑与了了剑 一,非剑实际之物,但剑相貌而类推其势体者,称为相貌剑 如剑远处有烟而未剑火者 二,眼根清静不坏,直接剑其物者,称为了了剑 如自于掌中剑阿摩勒果者 此二者时相当于比量及限量 菩萨见菩提涅槃时未了了剑 南本涅槃经卷十五,眼见与闻剑 一,未知皆以眼见物者 二,乃由听闻得知物者 南本涅槃经卷二十五,柱的分剑与究竟无剑 一,十柱等菩萨,由浅至深,破一品无名之祸 显一分之三得,称为柱的分剑 二,等觉菩萨已断罪后品为系无名之祸 静静无余,登妙觉果佛之位 本有之性得一时究竟显现 更莫所见,称为究竟无剑 大明三藏法术卷六,批一百九十八 二族,仁有两族,故为仁为二族 福与智 六度之中,班若称为智族,师,戒,忍,敬,禅等五度 称为,福族 佛陀缘满福,至二族 为仁中之尊,故尽称为两族尊 批一百九十八 二族尊,佛陀之尊好 位于仁中之最尊最贵者 又二族辟福,至二者 以佛缘满福,至之二族 故称二族尊 禅愿清归卷九沙弥寿戒文,万序一一一,四六三上 归一佛,两族尊,归一法,离遇尊,归一僧,众中尊 法华经寿祭品,参阅 二族,一百九十八,批一百九十九 二身,指二种佛身 有多种分法,一,为身身与化身 身身即将身王宫,修行成道之佛身 化身为佛显神通力,变化鬼,处等之身 二,身身与法身 小臣之说,以王宫所身之身为身身,戒,定,惠等之功得为法身 大臣之说,则以随机现身之应化身为身身,礼至明和之真身为法身 即与法,报,应三身中,和法,报二身为法身,应身为身身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十四,大制度论卷九,大臣一张卷十九 三,法身与解脱身 法身乃无量殊胜功得所依者,解脱身为离烦恼之父者 解身密经卷五,瑜伽师的论卷七十八 四,法性身与应化法身 又称二重法身 此通于佛身即出的以上之菩萨 法性身乃法性所留之实质,应化法身为由此所应现之一切身 菩萨应若本涅经卷上 五,寂静法界身即未得此之应身 六,法性身与父母身身 又作法性身身与随世间身 法性身身佛与随众身幽列现化佛,真身与化身 止佛有二重身 法性身相好庄严,有无量光明及阴身 父母身身乃为度众身而受诸罪报之身身 大制度论卷九 七,言说法身与正得法身 法身本无相,离言说,然不由言说则不显,故称言说法身 法身本具足,应迷故不显,依造修而正得,故称正得法身 金刚般若经论卷上 八,真佛与非真佛 止法身与应化身 法身为本佛,应化身为莫佛,故分真,非真之名 金刚般若经论卷上 九,如流星身与如日身 前者乃往他方世界,后者处虚空,于一切处一时便照 十的经论卷移,十,法性法身与方便法身 由法性法身身方便法身,由方便法身出法性法身 此说出自弹鸾之网身论著 十一,十相身与为物身 佛自正之身,即为化他之身 此说出自网身论著 参阅,十相身为物身 五千七百八十八,十二,真身与应身 自得称为真,随他所现称为应 前者即为法身,后者又称共世间身 即真身为度脱众身而化现之世间色身 大臣一章卷十九,华言经书超玄坛卷三,十三 理法身与治法身 礼即信德,为信静明之体本来理念 等须空界,诸佛众身皆同一相,称为理法身 至极修德,为旧静始觉之志,契合清静本觉之理 理至护荣,色心不二之志所现,故称至法身 大明三藏法术卷四,指众身所受之分断身,便亦身 前者乃分断身死之身,后者未便亦身死之身 参阅,身死,两千零五十九,批一百九十九 二世飞航,律宗已出谱,为其与种种歌舞祭乐,为不应有之行为 批两百 二曲,为剑曲与戒曲 一及五剑中之剑曲剑,戒静曲剑 一,于非圣法终身定圣相,或于非事实终身决定心 以为此为事实,于皆妄语,此偏僻固陋之剑称为剑曲 二,舍至而以喜欲等戒望北清静,称为戒曲 一及非因即因,非道即道之谬剑 诚实论卷识,批两百 二受,指身受与心受 受者,为领那所处境之心所法 一,身受乃领那于身无分别之寿,即眼等五十之苦 乐,舍三受 二,心受为领那于心而起分别之寿,即意试之忧,喜二受 据舍论卷二,卷九,批两百 二受业,乃止心受业与身受业 一,心受业者,唯以招感第六十相应之寿为一手果之业,即指中间天以上至有顶天之善业 此等之处无寻思,故无前五十相应之寿,为感心受 二,身受业者,招感前五十相应之寿为一手果之业,指各种不善业 地狱亦亦有第六十相应之忧受,然比非为一手果所招感者,故仅属于身受 又如初禅天之夜,比为善,而亦为身受,故不舍于二受中 据舍论卷十五,批两百 二和,为僧家之礼,是二和 一,礼和,即二圣之圣者,同破见思之祸,同正无畏之礼 二,是和,即同一戒内之僧,僧,口,亦三业无乖为 四有六种,称为六和和,即一戒和,为同修 二,见和,为同修 三,身和,为同主 四,立和,为同君 五,口和,为吴正 六,义和,为同乐 翻译名义集卷一,批两百 二使,指小臣与大臣之使,为天台宗之说法 一,佛陀在陆也愿说阿含经,此乃小臣教之使 二,佛陀在寂灭道场说华严经,此则为大臣教之使 批两百,二宗式题,天台,显首二宗式经题,有通别,能所知义 一,天台宗以通别二义式经题,如,妙法莲华经,上四字为别,特为此经之专名,故云,别 而,经,之一字则为,通,一切诸经皆云,经,故,此为天台通别式题 二,显首宗式题,则必以能全之文与所全之意判之 如,大放广佛华严经,上六字为所全,经,一字为能全,于经亦然 华严经书卷三,批两百 二,网,即再次网权一礼 右坐再网 磨合纸观卷七上,大四六,八七下,一网然,二网不然,批两百零一 二,网身,净土宗自网身,弥陀净土之行体相状,二分位如下四种 一,念佛网身与诸行网身 一,念佛网身者,为由弥陀大悲愿力之回向,信心发的,入于念佛三昧,而网身极乐净土 或一心称念弥陀明号,或以定善,散善之回向而网身,而皆以念佛谓本 二,诸行网身者,为修诸善万行,如孝养父母,尽是师长,不师,忍辱等而回向网身者 二,即便网身与当得网身 一,即便网身者,凭身发得三心时,在会生此土密的宿正无身身之意,同时以列净土慎重庄严之术 二,当得网身者,临终受华台来迎,网身报佛弥陀之净土 三,即网身与便网身 一,以第十八愿之机,网身弥陀之真报土,为即网身 二,以第十九,二十愿之机,网身弥陀报中之画土 四,体施网身与不体施网身 一,体施网身,为会体亡,方能网身 二,不体施网身者,为会体不亡,平身闻信时,直接集的夜市承办,或网身之意 观无量寿经,选择本愿念佛及卷上,教行性正化土卷之本,P201 二性,种性与别性 一,通于一切法,本性空记者,称为种性,如无身,无灭,无来,无去之法 二,对于诸法各有其性者,称为别性,如火有热性,水有施性等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有性与无性 一,为假名师设知自性有法,乃世间所记者一切意想虚妄之根本 如色,受,想,行,食,眼,耳,鼻,舌,身,意,乃至涅槃等 二,以假名师设,故无自性,当体即空,故称为无性 菩萨的持经卷一P201 二,果,习气果与报果 相当于等流果,一手果 一,由素是所习善恶之气氛,而敢于今世之果报,称为习气果,又作所依果 如往习修善极强,今世善心则重,往习作恶重,今世则恶心强 二,由素是善恶之音,愁感于今世苦乐之果报,称为报果 如往习作诸善业之音,今世的敢负乐之果,往习作恶之音,今世的敢贫苦之果 巨舍士论卷三,卷五,大明三藏法术卷六,增上果与一手果 一,为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皆为时之所依,根及增胜之意,故称为增上果 又第六意识能引身眼等五时,第七时,分别时,之前念为后念之所依,第八时,藏时,为第七时之所依,故皆称为增上果 二,为于一时成熟之果报,可分为二,一,第八时,以此时能含藏一切诸法种子而成熟诸根时之果,故又称真意熟 系前世之总报业报之于今世之果报 二,由第八时内之种子所生起之珠根时,即前世之别报业报之于今世之果报,又称一熟生 大明三藏法术卷六,梵语Sagdijman 为生文四果之第二,即亦来果,因亦做司陀汗 参阅,斯陀汗,4978,P201 二果二义,二果即斯陀汗,亦为亦往来,有二义,即,亦,亦往天上,为第二果人有有欲借下三品或,共润亦往来生 若于人中的第二果,则亦往天上,亦来人间,便正第三果,称为亦往天上 二,亦往人间,为第一果人若在天中得第二果,则亦往人间,亦来天上,便正第三果,称为亦往人间 据社论卷二十四,P202 二和白道,一种信仰之辟语 乃净土宗大德善导于观经书中所说,为道心之间为 以水,火二和玉众生之滩,田,以中间之白道玉清静愿往生之心 道心之为,如人行侠道中,一边生水,一边大火,二边巨死 以此说而会成图,为二和白道图 大制度论卷三十七,观无量受佛经书卷四三善意,P202 二法,指时对之二法设尽一切诸法 此时对位,真俗,教行,性法,惩戒,福慧,权食,制断,定慧,卑制,震助 指观辅行传红绝卷六之二,分诸法为二种 或分味色,心,或分味染,静,有味,无味,有漏,无漏等 P202 二法相为,为烦恼与涅槃二者相为 据于家师的论卷九十二载,一,烦恼,极止无名贪爱之祸 众生随顺烦恼,流转生死,故为涅槃之道 二,涅槃,泛于Nerve A,意义灭度 众生厌生死之苦,休息泛行,断诸烦恼,正大涅槃,故为烦恼之祸 P202 二法职,即聚生法职,分别法职 一,聚生法职,乃无史实来,熏习诚信,常于一切法望生职者,亦即与生聚生之法职 二,分别法职,位于邪教,邪师所说之法,分别嫉妒而职位使法 分别之法职,菩萨于剑道顿断之,聚生之法职,于修道剑断之 大成法愿义灵章卷四,P202,二空,指二种空 其名称与解释于诸经论各异 大制度论卷三十七举出但空,不可得空,无方便空,有方便空,班若空,非班若空等 一般所言之二空位,人空,法空,并称人法二空,生法二空 人空又称我空,生空,即人我空无知真理 凡夫之人妄计色受想行时等无运是我,强力主宰,隐身烦恼,造种种也 佛未破除此一妄值,故说五蕴无我之理,为我仅为五蕴之甲和和,并无常义之主宰 生闻,缘觉等二圣之人闻之而入无我之理,称为人空 法空,即诸法空无知真理 二圣之人为达法空之理时游记五蕴之法为使有者 佛未破除此一妄值,故说般若生会,令彼等彻见五蕴自信皆空 菩萨闻之而入诸法皆空之理,称为法空 大制度论卷九十三,称为时论卷一旦空 不但空,为天台宗所立,凡有二意 一,于藏,通,别,原四交中,藏,通二教不明空,甲,中三帝,观一切法皆兮虚幻,据此空理而隐谓至极之理,但见于空,不见不空,故称但空 别,原二教所立之空为三帝相及之空,非但见空,间见不空,不空即中道,故称不但空 二,于藏,通二教而言,藏教所全之西空观未但空,通教所全之体空观未不但空,此系应体空之内按含中道之理 磨合纸观卷三上,七铁剑文卷二末,性空,相空,并称性相二空 诸法无时性,称为性空,诸法既无时性,但有假名之相,然此相亦非时有,故称相空 磨合纸观卷五,如时空,如时不空,真如体内无一切之妄然,而能究竟显实,称如时空,真如体内具足一切无漏性之功德,称如时不空 大臣起性论,全空,并称全时二空 为二圣之人所误入之身空为全空,菩萨所误入之身法二空为时空 宝性论,变中边论卷上,大臣玄论卷四,密教结印气时,以地,水,火,风,空等五轮之名 依次称为小指,无名指,中指,食指,拇指等五指,故为二空时,即指二大拇指 批202,二空真如,即人空真如与法空真如 又做二空真理 前者为空人我所显之真如,后者为空法我所显之真如 参阅,真如,四千一百九十七,批203 二空观,思为人,法二空而断除烦恼,所知二障之观法 无生观与无相观 一,无生观,诸法无自性,未因缘生,虽生而非时有,故未空,性自不生,故称无生 此一观法相当于南山三观中之性空观 二,无相观,诸法之体性空无虚假,凡夫妄直其相,如见空华,是为时有之相,若远离妄情,即可观诸法之相未空 相当于南山三观中之相空观 由心法界记卷上,参阅,南山三观,三千七百三十五,批203 二,花,为草木花,延生花 一,凡草木之花,皆具开夫结实之意,以此辟欲万行之因,即有成就佛果之能 二,延生花者,为世间之经,欲等花,皆能延世其身,以欲神通相好,即能庄严法身 华言经书卷三,批203 二门,乃各种教义之二分法 如法华经之内容,分为本门与基门 定会分为定,会二门 小臣,大臣之分为小,养二门 有教,空教之分有,空二门 如来藏一心分为真如门与生灭门,或将一切法分为真帝,俗帝二门,与戒,臣二门等 此外,净土宗之叛教学说,则将全部佛教学说分为圣道门与净土门 批204 二回向四愿,即二种回向与四种愿 一教行性正所据,日本净土真宗有二种回向 一为往相回向,二为海相回向 一即众生往生极乐之因果,即教,行,性,正四法 以及往生极乐后再凡此世救度其他众生之能力 凡此皆由阿弥陀佛之愿力而来,称为二回向 其中,往相回向系根据阿弥陀佛之第十七愿,行,第十八愿,性,第十一愿,正,而来,还相回向则根据第二十二愿而来,故称二回向四愿 至于教法是否设于往相回向远,则有种种一说 参阅,四法三愿,一千七百一十六,本愿,一千九百七十六,批两百零四,二持,指持与坐持 未戒律之两大类 又称指坐二持,指坐 以指持,指者致指,即致指身,口,不作诸恶 依指而保持戒体,称为指持 指持戒教人诸恶末座,指广律中比丘,比丘尼二部戒之条目,或指四分律中比丘之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 二,坐持,坐者造作,即策立身,口,意,造作诸善也 依坐而保持戒体,称为坐持 坐持戒教人众善奉行,指本律后所列之间度分,或指四分律中受戒,说戒等二十间度 四分律三反补却形式超卷中之四持犯方轨条,四分律三补随机结模书序,四分律形式超资持记卷中四之上,四分律书卷一,卷二本,参阅,指二修缮,一千四百七十六,批两百零四 二师,指财师与法师 解身密经卷四,大一六,七零无下,各有三种师 三种者,一者法师,二者财师,三者无畏师 大班若经卷五六九法性品比较二师之优劣,为,大七,九四二上,财师有结,法师无穷 何以故 财师但能得世间果,仁天乐果,曾得还师,经虽赞得,而后必退,若以法师,得未曾得 智诗诗诗与法师 进学经,大一七七四四中,又有二师,饮食美味,以安生命,呼散经典,开为乐听 十师安生,法师千神,二师虽快,法师畏罪 P204 二流,乃止顺流与逆流而言 轮回生死,称为顺流 去向涅槃,称为逆流 详言之,顺流,即顺生死之流 六道众生,其或造业,顺生死之流而被涅槃之道 此乃流转之因果 逆流,止游出果须驼还断以后三界之祸 故见逆生死之流而去向涅槃之道 此即还灭之因果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六 P204 二乡,止净至乡与不思议业相 净至乡,为依法力熏习,而如实修行之结果 由此净至乡而献一切圣妙之境界与功德之乡 利益众生,称为不思议业相 大臣起信论卷上,为同乡与异相 痛乡者,譬如无漏无名,种种业患,皆同为真如信相 异相者,真如平等之理,随染尽之源,而显现一切差别相 大臣起信论卷上,总相与别相 总相者,总体之相状 别相者,部分之相状 如无常为诸法之总相,而的有间相,水有施相,即为别相 大臣度论卷三十一,批两百零五 二相别,指自相别,共相别 据,西玄记,载,一,自相别,相者相状 如似念处中之身,于此身中有能造,所造,跟成各别,故身为身之自相 其余受,心,法等一皆如是,分别为受,心,法之自相 又如观身以不敬畏自相,观受以苦畏自相,观心以无常畏自相,观法以无我畏自相,故称自相别 二,共相别,但约苦,空,无常,无我四种形相,于身,受,心,法上共有,称为共相 而言别者,如观身为苦时,不能观空,无常,无我,乃至观身为无我时,不能观苦,空,无常,观受,心,法行相亦付如是,故称共相别 批205 二美,乃指定,惠之二庄严 空海之欧自义,大七七,四零七上,为,二美巨族,四变成战,即是原德之实义,批205 二耶舍,乃二人名 经论中提及耶舍比丘有二人 义为佛在世时匹舍离成长者之子 出家后,父还家迎故父 佛陀大劫赤之,遂至迎戒,此为僧团至戒之时 义为佛灭后百年,阿玉王至世时之人,为基元寺之上座 阿玉王精卷一摩赤森指律卷一 P205 二别除,别除,即比丘 有二类,一,世俗别除,即凡夫比丘 二,圣义别除,即圣者比丘 巨舍论计卷十五,蒲光,P205 二苦,苦者,逼脑身心之味 二苦乃内苦即外苦 一内苦,即四百四病之生苦与忧愁,即度等辛苦 二,外苦,恶贼虎狼之害与风与寒热之灾 大制度论卷十九,P205 二重中道,又做二种中道 唯识家认为中道有三性对望中道即一法中道二义 三性对望中道,即以便即所值性为非有 依他其性,原成实性为非无,以此权显非有非无的中道之意 此乃就严权而论中道之指,故又称严权中道 上述系于世俗门中论法之有无 然于圣义地中则以断绝心言为非有非无之中道,故称严言中道 义法中道即是严言中道,乃于原生之义法上论非有非无之中道意 关于严权,离言二重中道之同意,古来有一说,或为便即所值性为一 原二性上实法之之,于一,原二性之甲有空即之意外,别无便即之空 故三性对望中道之意无别于依法中道 或为三性对望中道遮浅便即之有,义法中道以依他之体为虚假非有而为空,故二者有差异 盖二重中道之说,本出于成为十论卷七,大臣法愿意灵章卷一本 后日本之观星觉梦超取其意,而立三性对望中道即义法中道之名 观星觉梦超卷中卷下,为十论同学超卷七之三,百把问答超卷八,批205 二重曼图罗,指胎藏,金刚两部之曼图罗,各具潜略,秘秘二重 一,胎藏界,一,潜略曼图罗,一大日经据原品所在,乃大日驻阿弥陀三摩地所献之加持境界,三不中之莲华布曼图罗 二,秘秘曼图罗,一秘秘品,乃疲鲁哲那佛本地之境界,三不中之佛布曼图罗 二,金刚界,一,潜略曼图罗,一教王经,略出经之说,乃大日驻阿三摩地,送欧自成阿佛为成生会者,三不中之金刚曼图罗 二,秘秘曼图罗,一于纸经续品,乃大日如来驻于众生本有之三摩地,与本有无作之境界所献之自信,而成三十七尊,三不中之佛布曼图罗 总之,潜略者乃加持修身之曼图罗,秘秘者乃本有本地之曼图罗 胎藏本地之礼佛更著于西方连华部,加持现曼图罗,又本有金刚之智佛更著于东方金刚部,是修身曼图罗 故身密之两部于佛部中建立,潜略之两部于连,经二部为其体 密藏记,密藏抄卷一批206 二十,法喜时与禅月时 以法与禅定皆为精神食粮,能滋意人生 一,闻法欢喜,因而增长善根,滋意会命,如世间之时,能养诸根,支持其命,称为法喜时 二,入于禅定,得安静之月乐,因而增长善根,滋意会命,称为禅月时 法华经五百弟子受祭品,正命时与邪命时 一,比丘以启时滋养色身,清净严命,称为正命时 二,不以启时如法自活,依四邪,五邪之法而活命,称为邪命时 大智度论卷三,批206 二圣,承为运在之以 运在众生度生死海之法,有二种之别,故称二圣 至大智与小智 佛陀一代所说之教法可大别为大,小二圣 佛为生文,圆觉所说之法称小晨,佛为菩萨所说成佛之法称大晨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四圣行品,良意设大晨论卷上,生文晨与圆觉晨 即小晨法分为二种 一,直接听闻佛陀之教说,依四地理而觉悟者,称生文晨 二,不必亲闻佛陀之教说,系独自观察十二因缘之理而获得觉悟者,称缘觉成 大宝基经卷二十八,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二,华言五教章卷一一乘与三圣 出自华言五教章卷一 一,法华以前说声文,缘觉,菩萨三圣正道有别 是为三圣 二,法华会上,会三圣归于一佛臣,是为一臣 P206 二圣做佛,指声文,原觉二圣得以做佛,乃法华经前十四品之中心思想 法华以前,佛为方便说故,为景菩萨得以成佛,至法华涅槃时,使为一臣庙法,二圣君得以成佛 至官府行传红绝卷六,P207 二圣成佛,为设立福等二圣之人,于说阿含经时,得二圣之极果,又于其间缘大臣诸经,至说法华时,回小心而发大菩提心,由佛受未来成佛之计 然有观二圣成佛,相信二宗各有意说 一,法相宗主张无性个别,为定性二圣永无归涅槃而成佛者,故是法华经中设立福等授记之事为佛所示之方便 二,华言,天台等法性宗主张一切皆可成佛 即使仅得小果之人,或其身已死,入于无余涅槃者,亦可回小象大,成就万行,正的佛果,故是法华经中之授记为真实而非方便 参阅,二圣作佛,两百零七,批两百零七 二圣一同,乃指声文与原觉修行之一同 据法华玄暂卷无畏,此有三同七义 三同者,一,同断烦恼障,二,同物生空之理,三,痛得甲之则灭无畏 七义者,一,声文根性顿,原觉根性力 二,声文依佛而出离,原觉自觉而出离 三,声文及声教,原觉观法理 四,声文观四地,原觉观十二因缘 五,声文分四果,原觉为一果 六,声文练根,磨练,修行之意 三,声乃至六十节,原觉练根四声乃至百节 七,声文未说法,原觉献神通 此外,大臣一张卷十七末有五同六一之说 家祥大师法华经书卷八有七同十一一之说 法华文具卷七有六同十一之说 P207 二,修,乃至专修与杂修而言 修行阿弥陀佛之净土法门,称为专修 修其他法门,则称为杂修 日本元空之黑骨上人宇登陆,汉宇登陆,卷一 大八三一一二上,若福抛杂修专者,百集百生 中略,舍专修杂者,千中无一 P207 二师,指释迦如来与多宝如来二大导师 指圣师与凡师 圣师乃具慧眼,法眼,化导之三立者 至于凡师则指不具以上三立者 磨合指观卷五之二,P207 二物,指见物与顿物 素疾直入究疾之觉物称顿物,依顺序渐进之觉物称见物 法相宗位具有菩营定性者,不须经身闻,原觉之过程,而直登菩萨接位者,称为顿物菩萨,不定种性者 则需经身闻,原觉过程方的入菩萨道,是未见物菩萨 我国禅宗依宗风之不同,有南顿,南宗主顿物,北见,北宗主见物,之说 英明用语 指悟他,犯PAR,与自悟,犯SFIRT 悟他者,使他人了悟,意即使他人获至政治,自悟者,使自己了悟,意即使自己获至政治 利者,利论者,用言语来启发敌,问难者,与正,正义者,令其了悟正理,称为悟他 为利论者必先自悟而后使能悟他 二悟有自悟,悟他两种利益,故又称二义 悟自,悟他各有四门,合称英明八门 英明入证理论物他们浅试,参阅,英明八门,2290,P208 二时,时分甲,十二种,即,一,加罗时,半KLA,八同,意味时时,只能以数量计量之时间而言 此乃戒律中所说之时间,如时时,非时时 二,三摩耶时,泛三妹阿,八同,意味假时,只某一时间而言 如经云,意时佛在舍为国,此所言之时,即止假时 大制度论卷一止朝,系二时 P208 二根,利根与顿根 一,利根又做上根,为根性锐利,素正妙果者 二,顿根又做下根,乃根性迟顿难开悟者 无量寿经卷下,正根与福根 一,正根又做圣意根,乃无根之本体,四大种所造之境色法 非凡夫二圣之所见,非限量所得,然有发时取境之用 二,福根又做福成根,福成根,乃外形可见之眼等无根 此根为为正根之一处,虚假不实,无发时取境之用 男根与女根 即男女起色欲之处 冷言经卷九,据舍论卷三,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七,P208 二书圣,为观世音菩萨及正元通,十方菩印,上同诸佛,下合群身,妙用超越 巨人言经卷六载,二书圣及,一,上合诸佛本妙决心,本妙决心及诸佛本然绝了妙明真心 止菩萨及正寂灭,十方圆明,体同诸佛,故能起同体大词,与众生乐,显应十方,现身说法,圣凡等度,有愿必从,故为书圣 二,下合众生同一悲悯,指菩萨所证元通之理,与众生本有之心,二者虽有迷雾之别,其体无二,故能起同体大悲,拔众生苦,明应十方,等师无畏,若有所求,随愿满足,故为书圣 P208 二亿,指现意与当意 现身可获得之利益,称为现意 命中后,来身可得之利益,称为当意 P208 二真如,即二种真如 有如下五类,离言真如与依言真如 即将真如庙里依据离言权及依言权而分别为二 大明三藏法术卷五,空真如与不空真如 前者能就近而显实,后者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 大臣起性论,不便真如与随缘真如 前者乃随顺万象差别之诸法,而不失真如之自性 后者则不佑于自性,而随缘,尽知缘各身缘,尽知法 大明三藏法术卷五,是摩合言论卷三 有够真如与无够真如 够止烦恼染法之意,以其有无而区别真如 大臣只观法门卷二,生空真如与法空真如 又作二空真如,二空真理 由我空而显知真理,称生空真如 由法空而显知真理,称为法空真如 称为时论卷十,参阅,真如,四千一百九十七,批两百零九 二祖安,位于河南登峰县少市山少林寺西南四公里之渔峰上 传禅宗二祖慧可,从出祖菩提达摩学佛,力学断壁,得寿衣后,养伤于此 其徒众于此建安以为纪念 安内有大殿三营,碑结束通 殿前有四口径,虽近在咫尺,而未各异,传为慧可着西石所开凿 安外有三塔,其中以周,唐武后,万岁登峰元年,六百九十六,所建之唐塔最挺拔俊秀 南上里许有密心台,又称炼摩台,乃二祖精行处 批两百零九 二祖断壁,禅宗故事 相传二祖慧可,到松山少市风求道于达摩,力学中以力刀断左壁,以示求法之决心 达摩看慧可,一致如此坚定,便准请收位弟子,后世遂称为断壁慧可 仅得传灯陆卷三菩提达摩,批两百零九 二邪式,又称二邪式 位是于中尊左右之二菩萨 如弥陀如来两旁之观音,是至二菩萨,药师如来两旁之日光,月光二菩萨,释迦如来两旁之文书,普贤二菩萨 P209 二般若,共般若与不共般若 一,共般若,即天台宗之通教,通声闻,圆觉,菩萨三圣,三圣共修正,故称共般若 二,不共般若,天台宗之别,圆二教,为对别,圆二菩萨说,而不共于声闻,圆觉二圣,故称不共般若 菩萨般若有二,即世间般若与初世间般若 一,世间般若为步行寂静真实之般若,常行有见有相之般若,此等般若,有取有者 与声闻,圆觉二圣共 二,至于初世间般若则是无取无者,平等寂灭而离诸明相者 此等般若,超胜一切声闻,圆觉,故又称菩萨出世般若大甲咒轮 得藏十轮经卷时,指识相般若与观照般若 华言大书超卷一批210 二甲,无体随情甲与有体施设甲 一,乃世间常用之我法,世间之人于心外之境直使我施法 此法体但未忘情,未便迹所执性,而无实体,是人随此忘情而直虚甲之我法 故称无体随情甲 二,乃依他其性上甲施设之我法,即内时所辨之间相二分为依他法 从实之种子而生,有实之体用,就此体用甲负我法之名 故称有体施设甲 为圣教所用之我法 成为时论卷一宗静禄卷六时期,指生死甲与建立甲 天台家常用之语 一,生死甲又做妄甲,只迷妄众生不知诸法空平等之力,而为差别诸法未实在 二,建立甲又做施设甲,只剩者之诸法空平等之力,以出世间眼观照生死甲即为空力,而为诸法差别为甲有 金光明玄一时一记卷五,批两百一时 二执,我执与法执 又称我法二执,人法二执,身法二执 一,我执,又做仁执,以不知人身为五蕴甲和和,而故执此中有偿意主宰之人我 二,法执,乃不明诸法因缘而生,如幻如化,而故执法有时信者 以上二执为五剑中萨加耶剑,我剑,之所执,其我执而生烦恼杖,其法执而生所执杖 大臣法愿一零章卷四之二执张,参阅,人我法我,两百五十五,增执与俭执 一,为增益之执,乃执着诸法时有,偏于有之执情 二,为损俭之执,乃执着诸法空无,偏于无之执情 成为时论卷一成为时论数计卷一批两百一时 二密,指礼密与世密 一,礼密,即说圆容不离之礼者 二,是密,即说如来生,口,义之秘密者 日本台密,以法华涅盘位礼密,以真言诸经卫是礼俱密之教 P210 二素因力,指大愿力与习行力 如来卑至双行,以色化众生,系由二种素因力所致 据华言经书卷一载 一,大愿力,指佛于因为,八大誓愿,欲度众生,经济成佛,乃成大愿力,视现十方世界,说法度生 二,习行力,指佛过去于无量劫,意愿起行,行成而得果,方能演说诸法 P210 二教,乃佛法之分类 细由教说之意义内容,实践方法,说法行事,说教者,及教主,受教对象之差异而分 其分类如下,一,小成教与大成教 小成教,指运在声闻,原觉之人至灰灭小果之人空,自立等教法 大成教,指运在菩萨大人至涅槃大果之二空,二立等教法 二,伴自教与满自教 谈无称所利 伴自教,指意理未辨之声闻藏 满自教,指意理原族之菩萨藏 三,升空教与法空教 升空教,指说人无我之教 法空教,指说人法二无我之教 四,顿教与剑教 顿教,指对指网之大击,一时宣说大成 剑教,指曰剑物之机,四地由阿涵至涅槃,经五十七阶等 如其潮流,谈言之门人会但,于剑教中,不限定五十,等,皆持此等之说 五,三,三圣教与一臣教 随待信行所利 三圣教,指区别声闻,原觉,菩萨等三圣,或出席小城,后去大臣之教 一臣教,指意佛臣之华眼法门,或指直径之教 六,全教与实教 全教,指全甲方便为了一臣教 实教,指真实就尽了一臣教 七,称性本教与逐击末教 称性本教,指华言别教一臣之法门 逐击末教,指由别教一臣流出者,即指三圣即小臣 八,有相大臣教与无相大臣教 有相大臣,指说菩萨时的功德形象之华言经,英若经,大品般若经等 无相大臣,指说一切众生即涅盘向之人家经,思义经等 九,化交与治教 化教,指经论所权之定会法门,即指大小臣经论 治教,指教,即律教所权之界学法门,指四分律等 十,教禅二教 指不立文字之禅与由经论所立之一般佛教 十一,显教与秘教 即显禄之教与秘秘之教 真言宗以自宗为秘教,以其他宗派为显教 十二,区区教与平道教 右座应师二教 乃唐初应法师所立 区区教,指释迦佛所说之经 方便委屈,为顺应众生性智能力之教 如涅槃经等 平道教,指披如遮纳佛所说之经 即随顺法性,自在而说之教 亦即说法性平等之理,如华言经 十三,释迦经与卢说之经 华言宗之教判 别教一臣,指全别于三圣教之华言一臣独特之思想 同教一臣,指三圣与一臣共同之教义 十五,释迦交与弥陀教 右座二尊教 右座二尊教 释迦教,即指药门,弥陀教,即指弘愿 点出善导之观经书玄一分 其后成为日本净土宗所众教义之一 十六,药门教与弥陀教 日本净土真宗所立 药门教,指定散自立之教 宏愿教,指他立念佛之教 十七,香顿教与信顿教 日本净土宗正西派所立 右北周时,道安之二教论分为内教 旧精神之教,与外教,旧形体之教 以此比拟于佛教与儒教 此外,亦有指佛教与道教为二教者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一总料简章 大放广佛华言经书卷一 四分律三反捕却形式超卷上一 华言玄坛卷四 法华玄一卷十上 华言五教章卷一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批211 二教六礼 为法相宗用以证明第七莫纳时存在之二种教证与六项理论 二教者,即隐代表大臣经之入伦加经及大小臣 共许之解脱经加以证明 六礼者,即举 一,不共无名故 二,六二缘故 三,亦名故 四,定差别故 五,无想许有染故 六,有情我不成故等六礼而加以证明 成为十论卷五 成为十论数计卷五 莫,参阅,莫纳时 一千九百四十一 批212 二教论,全一卷 北周道安传 论述如佛二教之大指并比较其优劣之作,凡十二篇 全篇由问答体而成 后周天和四年,五百六十九,五帝赐令百官论事,道,如三教之优劣,五年真鸾奉俭孝道论三卷,群臣论之,以为商度道教,遂焚于殿亭,道安凯然上本书,以论之。 论究如世道之幽烈真伟,群臣莫敢非议,佛道二教之正论乃未之中止五年 收载于广宏明集卷八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续高森传卷二十三,便显密二教论之略称 凡二卷 日森空海者 收于大正藏第七十七册 乃真言宗教叛中之恒教叛,论险,密教之幽烈深浅,而主张密教所说为佛陀证物之境界,乃真实之教法 本论系十卷章之一 P212 二现,佛之尊特身相好,有虚现,不虚现二种 一,虚现者,乃为中道之志眼未开者是现杖六之应生,广大无边之身相 于天台判教中,虚现为别教之姬,故华眼已兼别教之故,称为虚现之尊特 二,不虚现者,中道之志眼已开者,观丈六之佛身为周辩法界之妙生,故佛不必更现广大之尊特相 如法华经卷寺中,龙女见佛之三十二相,赞叹未为妙境法身。 于天台叛教中,不须现为原教之机,故法华以纯元之故,称为不须现之尊特。 观经妙宗超卷下,批两百一十二。 二重,道重与俗重。 一,道重,乃出家修道业,受巨族戒,十戒者。 二,俗重,位在家归依三宝,受五戒,八戒者。 法华玄义是千卷乙比丘与比丘尼。 纸幽婆赛与幽婆仪。 批两百一十三。 二处三会,执法华经之说会。 二处即灵山,虚空。 三会者,即,一,自初至宝塔品之伴,在灵山说,故称为灵山会。 二,自以大英申普告四众,至神力品之中,坐于虚空之多宝塔中,佛又以神力使大众意在虚空,故称为虚空会。 三,主类品以下,由塔出环本作说,称为妇灵山会。 批两百一十三。 二评,为财评与法评。 一,缺乏资深之财物,称为财评。 二,邪见不能性政法,称为法评。 大制度论卷九十八,大二五七四以下,平有二种,一者财评,二者功德法评。 功德法评,最大可耻。 批两百一十三。 二部五部,佛教最初分裂之根本二部,即上座,大众二部。 佛灭百年,幽婆多知识,复分坛无德部,萨婆多部,弥撒塞部,加叶一部,婆粗妇罗部等五部。 三论玄义,印度之佛教第四章,第六章,应顺,批两百一十三,二部戒本,即指比丘与比丘尼之戒本。 乃明是二者戒律之本经。 四分律三凡却形式超说戒正一篇,批两百一十三。 二鸟,乃至加提或鸳鸯一类之雌雄二鸟。 以其同游而不相离,故以欲常与无常,苦与乐,空与不空等事理之二法,常相及而不离。 南本涅槃经鸟玉品,大一二、六五五中,鸟有二种,一名加提,二名鸳鸯。 有止共聚,不相舍离。 是苦,无常,无我等法亦付如是,不得相离。 又大班涅槃经书卷十二,大三八,一一灵下,严双游者,生死俱长,无常,涅槃一耳。 再下再高,双飞双席。 即是而礼,即礼而是,二帝即中,中即二帝,非二中而二中。 是则双游一臣,雌雄一臣。 P213 二善,止善与行善。 以止善,乃必作恶,远离犯罪之善。 二,行善,未修善根,积极行业之善。 菩萨戒经义书卷上,法戒次帝出门卷上,定善与散善。 一,习律宁心,观净土之一正二报,称为定善,即以禅定心修习之善也。 二,侧身口意以费恶修善,称为散善,乃散心所修之善也。 唐代善导以观经一部所明十六想观之行,设于此定,善二善,以前十三观为定善,后三观为善善。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一玄一分,为身善与以身善。 一,为身善,乃未曾修习戒,定,会等诸善法者。 二,以身善,未已曾修习者。 大智度论卷四十八,是善与理善。 灭是恶未浅境之善称是善,灭离或未深妙之善称理善。 如葬教未界内之是善,通教未界内之理善。 别教未界外之是善,原教未界外之理善,是皆以身浅相对而分是理。 法华玄一卷五上,批两百一十三。 二善三福,即观无量寿佛经所说之善根。 二善者,定善,善善。 三福乃是福,戒福,行福。 参阅,二善,两百一十三,三福,六百四十七,批两百一十四。 二尊,乃指释迦佛与阿弥陀佛二尊。 善导之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一玄一分举药门与宏愿, 同书卷四散善一举发浅与召唤。 前者俱为释迦教,后者俱为弥陀教, 皆细显示二尊之教说,二尊教。 二尊教之同意,日本净土宗正西派主张二尊一致之立场, 认为念佛为散善之一,弘愿设于药门中。 而于西山派中,西古流主张二尊一交, 为药门中说者释迦佛之语并非往生行, 由佛语所显之弥陀弘愿才是往生行。 生草流称为二尊二教,主张药门所显示之定散行为释迦教, 而弘愿之念佛则为弥陀教。 又日本净土真宗位,观无量寿经之正宗分, 表面为释迦所说之药门, 然时寒愈弥陀本义之宏愿念佛, 故称二尊二教。 然自同经流通分言之, 释迦曾将念佛义行父主阿南, 乃是二尊之浅患, 八浅与昭患, 即释迦之浅与弥陀之患, 一致,故义称二尊一交。 P214 二尊教, 指弥陀与释迦二尊之教。 净土宗称无量寿经及观无量寿经设有二尊之教义。 善导对此曾有说明, 以其鉴于自来会远、至义、及藏等师, 皆以一尊教释观经, 故特显二尊教之身义, 以凯定古经。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义玄义分归三宝纪, 大三七、二四六上, 经乘二尊教, 广开净土门。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四散善义, 汉语登陆卷义, P214 二或见或与修或 一、见者, 推度之义。 以邪推度而起之迷情称为见货, 如我见, 边见等, 是未见到所断之货。 二、修货, 又作私货, 乃思律是间事物而起之货, 如贪、 甜、 吃等, 未修到所断之货。 天台四交以及筑卷上, 参阅, 见货, 2997, 修货, 4047, 礼货与试货。 藏, 通二教, 以见货为谜于无常, 无我等四弟之礼者, 故为礼货。 修货为谜于色身等知识法试乡者, 试为试货。 别, 原二教, 总归一切之妄货为三, 根本无名能赴忠道之礼, 试为礼货。 承杀能障菩提, 赴俗地之法, 见思能障涅盘, 赴真地之法, 二者皆为试货。 又依法相踪所立之烦恼, 所知二障, 前者迷于涅盘之礼, 故为礼货, 后者迷于俗地之试乡, 试为试货。 大明三藏法术卷七, 法华玄义士千卷六, 批214, 二恶, 乃指见思烦恼与无名烦恼之恶恶, 又指以作之恶与未作之恶而言。 批215, 二致, 指二种出世圣者之智慧。 有下列六种, 静智与无身智。 一, 静智, 乃断尽一切烦恼的入无学位之无漏智慧。 二, 无身智, 为知其智不退之智慧。 巨舍论卷二十六, 大皮婆沙论卷一零二, 根本智与后的智。 为实家所用之明相。 一, 根本智, 又作根本无分别智, 无分别智, 正体无分别智, 正体智, 乃之正二空所显真如之礼, 断或障之智。 一即照了摩擦别之智。 后的智, 又称后的差别智, 乃转有位之视镜, 了之依他起性之如幻, 而不生我法之迷惑。 一即照了差别之智。 设大臣论本卷下, 成为实论卷九, 全智与实智。 一, 全智, 又称方便智。 通达全巧方便之智慧。 二, 实智, 乃气和实力之智慧。 若叛其事理深浅, 则全智照事浅, 实智照理深。 如来之实智, 全智皆能圆满, 称为二智圆满。 古来诸家学者亦以此二智, 各宣扬其教说。 大臣一章卷十九, 法华玄一卷三之下, 如理智与如量智。 一, 如理智, 只照了第一异地真理之智慧。 二, 如量智, 为照了俗地森罗差别之智慧。 十八空论, 佛性论卷三, 一切智与一切种智。 若一大臣玄论卷四所示有各种意称, 前者为空智, 后者为有智。 或前者为总相之智, 后者为别相之智。 或前者相当于如量智, 后者相当于如理智。 若以全时判别, 则一切智为全智, 一切种智为实智。 观察智与取相智。 出自大明三藏法术卷五。 一, 观察智, 乃照了二空所显真如之理, 不分别能正, 所正之相的平等智。 二, 取相智, 乃照了是, 理智法原荣无碍, 善取法界之相的差别智。 P215, 二无心定, 指十四不相应形中之无想定, 灭净定而言, 又称二定。 一, 无想定, 犯于ASAJI, Sempathy。 为外道遇得无想天之果, 而修灭一切心想之禅定, 属第四禅, 为外道修出理想所作义。 二, 灭净定, 犯于Neuro-Sempathy。 为不还果以上之圣者, 灭净六十心心所而不使其之禅定。 一称灭受想定, 为圣者修止习想所作义。 据舍论卷五, 大乘一张卷二, 卷九, 参阅, 心不相应形, 1396, P215。 二无音声论, 请参阅无音声论。 二无我, 即人无我与法无我, 又称人空, 法空, 或我法二空。 一, 人无我, 乐之人声乃无韵甲和和, 实无自主自在之我体。 是为小臣之官道, 以断烦恼障而得涅槃。 二, 法无我, 乐之诸法因缘所生, 实无自信实体。 乃大乘菩萨之官道, 以断锁之障而得菩萨。 彻之此理之智慧, 称为二无我之。 人家经卷一批216。 二无之, 乃小臣有不所力之染污无之与不染污无之。 一, 染污无之, 即一切之烦恼。 天台家所谓之见思耳祸。 以无名为体, 无名执着于势力之法, 其性分不尽, 故称染污, 其体昏暗, 不知四地之真理, 故称无之。 此无名聚起一切之愚祸, 故举无名, 即涉一切之烦恼。 二, 不染污无之, 即天台家所谓之尘杀祸。 以列会为体, 根性暗昧, 不知事物之理, 法门之义, 事为无始以来不学之果。 此无之非执着于事物之不尽性分, 故称为不染污, 以其不知事理, 故称为无之。 此无之非为物地理, 离生死之自行障, 但为了知一切法, 成一切智人, 普教化人之化他障, 故意为知化倒障之祸。 阿罗汉独断染污无之, 不断不染污无之, 故有斥言亦不知之愚者, 佛间断良者, 故称为一切智人。 巨舍论光纪卷一巨舍诵书卷一, 批216。 二无忌, 为二种非善非恶之无忌性, 即有负无忌与无负无忌, 一, 有负无忌, 又作染无忌, 乃祸障之极为弱者, 如第七十句生起之我法二之。 其体性雷弱, 然为自性忘惑, 能引父圣道, 故称有负, 以其非感苦果之恶性, 故称无忌。 二, 无负无忌, 又作静无忌。 乃离祸障之无忌法, 如阿赖耶时之自体极内之五根, 外之山河草木等。 以其非自性忘惑, 故称无负。 成为时论卷三, 百法问达超卷三, 七铁剑文卷三末, 批216。 二无常, 即念念无常与相续无常。 无常者, 变化不止之意。 一, 一切有畏之法, 刹那生灭而不停住, 称为念念无常, 又作刹那无常。 二, 若干其限中, 相续之法中必坏灭, 如人命之中, 灯火之灭, 称为相续无常, 又作一其无常。 大制度论卷四十三, 批216。 二等, 断等与得等。 据宗静路卷十四载, 一, 断等, 指佛即解脱道出发起时, 一切众生所有无明之祸, 一时就尽顿断。 此系就如来望众生界, 一切诸法皆惜清净, 故称断等。 二, 断等, 指佛出尘道, 得门始觉之时, 一切众生始觉之至, 皆得满足。 此系就众生望佛世尊, 所有无明等祸, 皆惜清净, 摩索障碍, 故称断等。 批216。 二答, 乃至两种回答之方式。 即用言语回答之言答, 即以种种向表示知识相答。 批216。 二量, 英明用语。 即限量, 比量。 色等诸法, 以限时量知其自相, 毫无分别推求之念者, 称谓限量, 如以眼时见色, 以耳时闻生等, 乃八时钟前五时之用。 以分别之心, 笔类以知之法, 量之未知之法, 称为笔量, 如见烟而笔之有火, 此乃八时钟第六时之作用。 英明入正理论,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本, 英明论书明灯超卷一本, 批217。 二元, 乃天台宗执法华以前, 华言, 方等, 班若三时所说之原教教理, 以及在法华经, 开三显一时所说之原教教理而言。 批217, 二于, 乃止时的菩萨所起之两种迷惑。 即, 一, 执着我法之迷惑, 即主客本来皆空无自信, 视其为实体而起执着之迷惑。 二, 执着恶趣, 杂染之迷惑。 执着恶道, 杂染, 涂惠自新, 而昭苦果。 临间路卷下, 万序148, 323上, 至实地中, 上有二余。 百法问达超卷7, 批217。 二爱, 为欲爱与法爱。 一, 凡夫爱念妻子, 贪婉无欲, 故称欲爱。 二, 菩萨喜乐正法, 欲使一切众生皆至佛道, 故称法爱。 大智度论卷712, 批217。 二页, 据巨舍论卷17载, 有两种二页, 即, 一, 隐页与满页。 六去各有总, 别之二报, 如人去中, 所有人皆同属人去之国报, 此为总报, 其中复有志于, 眉丑等差异, 称为别报。 引发总报之夜音, 称为影业, 成满其别报之夜音, 则称为满业。 二, 善业与恶业。 善业为五戒, 食善等善道之所作, 能感善去之乐果, 恶业为五逆, 食恶等罪恶之所作, 能引恶去之苦果。 住业与正业。 净土宗善导力读诵, 观察, 礼拜, 称名, 赞叹公养等五正行, 以五正行中之读诵, 观察, 礼拜, 赞叹公养四者, 名为住业, 即能资助往生之业者, 而为以称名为正业, 即正位往生之正因者。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四散善意, P217。 二灭, 即责灭与非责灭二种无畏法。 以智慧之简则利断灭烦恼, 称为责灭, 以及灭盘。 不依责利而得灭者, 能妨碍缺自身原之法, 令其必尽不生, 称为非责灭。 责灭者, 圣道所得, 非责灭者, 缘缺所得。 巨舍论卷移成为十论数计卷二末, P217。 二烦恼, 二种之烦恼。 根本烦恼与随烦恼。 据于家师的论卷五十五载, 一, 根本烦恼, 即无名或。 此根本无名之或, 能出生一切烦恼, 故称根本烦恼。 二, 随烦恼, 即见思耳祸。 此见思耳祸, 随于一切为顺境上, 起贪, 甜, 吃等烦恼, 随足不舍, 故称随烦恼。 内者烦恼与外者烦恼。 大智度论卷七载, 以内者烦恼, 指身见, 望直色, 受, 想, 行, 时之五, 因为自身, 边见, 望于身见中, 各直断, 长之一边, 等诸烦恼, 于内心不了而起执着, 故称内者烦恼。 二, 外者烦恼, 指贪, 甜, 吃等烦恼, 于外进不了而起贪着, 故称外者烦恼。 随眠烦恼与现行烦恼。 华言经书卷八载, 一, 随眠烦恼, 指无名烦恼种子, 潜伏于第八藏石中, 能生一切忘祸, 故称随眠烦恼。 二, 现行烦恼, 指六根对六成静, 献起贪, 甜, 吃等烦恼, 故称现行烦恼。 P217 二, 晶体, 为经典中之文, 意二者。 晶者, 自一面观之, 但为显意之文字, 自他面观之, 则为由文而显之意理, 故称文语意为二种晶体。 P218 二, 只受佛戒者所犯之罪, 分为二类, 一, 性罪, 只杀, 到, 淫, 妄似重戒。 因其自性为恶, 故不待佛制, 犯之即或罪报。 二, 遮罪, 指九戒等。 因其自性非恶, 佛未保护于戒, 故遮止之。 若是犯此之罪, 则得犯佛制之罪。 P218 二解脱, 乃至二种解脱。 解除夜神系妇而得自在, 称为解脱。 此有多说, 有谓解脱与无谓解脱。 一, 有谓解脱, 为阿罗汉无漏之真挚。 二, 无谓解脱, 为一切烦恼除灭, 以及涅槃。 据摄论卷二十五, 性静解脱与仗静解脱。 一, 性静解脱, 为众生本性清静, 无系复染污之相。 二, 仗静解脱, 为断静或仗而得解脱自在。 宝性论卷四, 会解脱与据解脱。 一, 能以智慧离一切烦恼障, 而为得灭静定者, 称为会解脱。 一即以会力断烦恼而得解脱者。 二, 兼以灭静定力而得之解脱, 称为据解脱。 据摄论卷二十五, 一时解脱与不时解脱。 一, 顿根之阿罗汉, 待圣时而入定, 以托烦恼之父者, 称为一时解脱。 二, 立根之阿罗汉, 不须择时而入定, 以托烦恼之父者, 称为不时解脱。 据摄论卷二十五, 心解脱与会解脱。 一, 心离贪爱等系父者, 称为心解脱。 二, 会离无名烦恼者, 称为会解脱。 杂阿罕经卷二十六, 大乘一张卷十八, 批两百一十八。 二权, 乃至表示事物意义之两种方法, 即, 一, 遮拳, 即用否定方式来显示某一意义者。 二, 表权, 即以肯定方式表示者。 参阅, 遮拳表权, 六千一百九十一, 批两百一十八。 二道, 无见道与解脱道。 乃断或正理之二道。 一, 无见道者, 为正断或知智慧。 其智不为或所间隔, 故称无见, 就亦为无爱道。 二, 解脱道者, 为正正理之智慧。 其智离或知系父, 自在正理, 故称解脱。 凡断一切或, 必存此二道, 无见道乃前念之应道, 解脱道为后念之果道。 据摄论卷二十五, 南行道与异行道。 净土宗之叛教学说, 为龙树菩萨所叛。 一, 南行道, 指净土宗以外之教说, 为于此梭婆世界, 修六度万行, 入圣的果之道。 此法难行, 故称难行道。 二, 一行道, 指净土宗之教说, 乃念佛往生净土, 于彼土成佛之道。 此法一行, 故称一行道。 石柱皮婆沙论义行品, 教行性正卷六本, 有漏道与无漏道。 一, 有漏道, 乃三圣之行人, 见地以前之一切行法。 二, 无漏道, 为见地以后, 顺地理所修之行法。 漏者, 烦恼之义。 见地以前, 为断义豪之烦恼, 故称有漏, 见地以后, 以断义分之烦恼, 离烦恼之构染, 故称无漏。 据舍论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教道与正道。 前者乃如来方便教士之道, 后者为诸佛所证之实礼。 十的经论卷一大乘一张卷九, 为大小便知二处。 佛祖统计卷三十, 大四九, 二九八下, 残惠再生, 未欲捐除, 便再二道成男女根。 四分律卷三, 佛所行占卷三, 批两百一十八。 二顿, 华言宗分顿教位见顿与顿顿二种, 分元教位见元与顿元二种, 而以华言经卫顿顿与顿元之教法, 法华经卫见顿与顿元之教法。 批两百一十九。 二属聂藤, 比喻人命无常。 二属欲昼夜, 时间, 藤欲生命。 昼夜相继, 岁月千流, 人命转顺界中, 犹如黑白二属之真相涅藤。 翻译明义极卷五, 大五四, 一一四一下, 圆藤, 命根, 入境, 无常, 有黑白二属, 日月, 涅藤将断, 批两百一十九。 二兽行, 即流多兽行与舍多兽行。 一, 流多兽行, 乃阿罗汉为饶益众生, 久助教法而舍服颜兽之法。 阿罗汉或于僧众, 或于他人, 不失诸一, 等悟, 师必发愿, 即入第四禅定, 心念口言, 凡我能赶赴果报之夜, 愿皆转招寿命之果报。 彼时能招赴果之夜, 即转招寿命之果。 二, 舍多兽行, 为阿罗汉犯行以利, 因病等苦逼生而减受增福之法。 阿罗汉如前不施森重, 师必发愿, 即入第四禅定, 心念口言, 凡我招寿果之夜, 愿皆转招复果。 彼时招寿果之夜, 即转招复果。 据舍论卷三, 参阅, 留舍受刑, 四千一百八十九, 批两百一十九。 二千, 指财迁与法迁。 迁者, 令之意。 据得持经卷四载, 令习财物, 无怜敏心, 见贫穷困苦, 而不能会失, 称为财迁, 迁习佛法, 心怀度疾, 唯恐他人优胜于己, 不肯教导于人, 称为法迁。 P219。 二漏, 即有漏与无漏。 漏者, 烦恼之意。 一, 有烦恼之法, 或为增长烦恼源之法, 称为有漏。 二, 离烦恼之清净法, 或不为增长他烦恼源之法, 称为无漏。 P220。 二福, 即泛福与圣福。 前者乃大泛天王之福德, 后者为三圣圣果之福德。 法华文句卷十, P220。 二福田, 学人田与无学人田。 一, 学人田, 乃小臣见到以后, 修学圣道之圣者。 此一圣位之差别而有十八种人, 称为十八有学。 二, 无学人田, 乃的机果, 更无可修学之圣者。 一根性之差别而有九种人, 称为九阿罗汉。 据中阿罕卷三十福田精仔, 学无学能振其身, 故可尊敬, 乃是人福田, 师之可得福。 悲田与敬田。 一, 悲田, 为贫穷困苦之人, 是未可施与慈悲心之田。 二, 敬田, 为三宝, 是可以恭敬心供养之田。 智者大师别传, 有座福田与无座福田。 有座, 乃欲得福报而修, 无座, 乃无欲得福报之念, 为其恭敬而修。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五, 敬田与恩田。 一, 敬田, 恭敬三宝而供养, 可或无量功德。 二, 恩田, 对父母之养育恩, 师长之教会恩, 恭敬供养, 非敬报恩, 亦能获福。 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 批两百二十。 二种, 凡种与慎种。 据法华安乐行义载, 一, 凡种, 止凡夫之人, 不能绝了, 随夜受报, 轮回生死, 相续不断, 故称凡种。 二, 慎种, 止人由善知识之助, 的文法义, 善能绝了一切诸法皆从妄念而生, 观慈妄心, 犹如虚空, 如是而不着诸法, 能为圣果之种, 故称圣种。 批两百二十, 二种人咒数不能加, 据摩登家经载, 摩登家女心染者于阿难, 请母以咒数置之, 其母告之, 世间有二种人, 为咒数所不能加者, 即, 一, 断育之人, 止人断育, 必自持戒, 正念坚定, 立行端方, 为神所呵护, 要挟莫能挠海, 故咒数不能加之。 二, 死人, 止人即死, 十一夜转, 随处受刑, 且受妖有限, 死不复生, 故咒数亿不能加比。 批两百二十。 二种三星, 定之三星与散之三星。 前者未发起定基之三星, 后者未发起散基之三星。 教行性正文类化身土卷, 自立之三星与立他之三星。 乃日本净土真宗所立。 自立, 立他为自立, 他立之一称。 三星者, 即至成星, 生星, 即回向八愿星。 三夜之所作, 使身口一三者皆的调和, 是未至成星, 身性修善往生之教理而不移, 是未身星, 回向所修之行业而求往生, 是未回向八愿星。 三性者, 即宏愿他立之行者的三种信心, 即至星, 幸乐, 欲生三星。 观无量寿经, 于突超, 批两百二十。 二种三观, 即次第三观与异星三观。 前者亦称别相三观, 乃别教之观法, 后者亦称不次第三观, 未原教之观法。 摩喝止观卷三, 卷五, 为摩经略书卷七, 止观浮行传红诀卷三, 卷五, 参阅三观, 七百零六, 批两百二十一。 二种大臣, 即有相大臣与无相大臣。 为南北朝十北的某禅师所立之教叛。 一, 有相大臣, 如华严经, 英洛经, 大品经等, 说修行之阶段与其功德, 形象。 二, 无相大臣, 如仁家经, 思义经等, 无真法之权式, 而以一切众生集成涅槃位教义。 法华玄义卷时尚, 批两百二十一。 二种子, 全称二种种子。 真言之阿等一字, 生无量之义, 譬如草木之种子, 故称种子。 于纸经书卷二, 大六一, 四九五上, 佛不以, 阿, 为种子, 成绿兜婆, 莲花不以, 啰, 为种子, 成八叶莲花, 中略, 若秘秘法品以, 缩, 为莲花不种子, 金刚不以, 为种子, 成五金刚。 为实家言, 种子是由前期转时薰习所成, 与能, 所薰不可分割, 前期时为能薰, 第八本时为所薰, 而表现为体与相, 因与果之关系。 一几种子依附在本实体上, 成为本实相分之一分, 同时种子随主本实前资暗长, 一欲献怨引发, 便藤月而生, 献起转时, 视之未有种子生起献形。 譬如人体之行动, 口中之语言, 心理之意想, 都能映在心中, 称味叶, 或称种子, 欲缘之助力即能发起献形。 一, 约为实宗言, 依种子之性质, 分为二类, 一, 明言种子, 细一明言熏习第八十之种子, 乃为一切善恶诸法显现之轻因缘。 二, 叶种子, 第六意识善恶叶之种子, 具有助长其他雷若, 无忌种子现行之功能。 二, 一种子之生起而分, 有二, 即, 一, 本有种子, 即无始以来, 在第八十中产生运触界之功能者。 二, 新薰种子, 即无始以来, 由现行之前七十, 薰习第八十后所聚集染境之种子。 三, 一, 漏之有无, 复可分为有漏种子与无漏种子二种。 成为十论卷八, 参阅, 种子, 5863, 批221, 二种分别真伟禅香, 即修禅之人, 于禅定中有二种禅香, 据修习只观作禅法要宰, 即, 一, 便邪尾禅发香, 只修禅之人, 于禅定中, 或觉自身如妇如鸭, 或时身轻欲飞, 或欢喜躁动, 忧愁悲思, 此等邪尾之香, 于禅俱发, 心若爱者, 即与鬼法相应, 多失心癫狂, 故修禅定者, 与此诸相应一心寂静, 便其邪尾, 知味虚狂, 不爱不着, 则自然灭谢。 二, 便真正禅发香, 只修禅之人, 于禅定中, 端心正念, 离诸昏散, 但觉身心安稳, 泯然虚豁, 空明清净, 寂静无畏, 而与正定相应, 如前所说一切邪尾之香, 了魔所见。 批221, 二种心, 指安影, 稳, 心与快乐心。 据菩萨的持经卷一载, 菩萨出发心兼顾有二事, 于诸众生起真净心, 即, 一, 安影心, 为众生受生死逼迫之苦, 审逆恶道, 菩萨即为种种开示, 除不善处, 而置之于善处, 令彼心各获得安影。 二, 快乐心, 为众生贫乏困苦, 摩索医护, 菩萨即起大慈之心, 立即设受, 平等饶意, 令彼心各得快乐。 P222, 二种心相, 为心之内外二相。 一, 心内相者, 心之本性清净平等之相。 二, 心外相者, 心随诸缘而生种种对境之相。 P222, 二种比丘, 比丘, 范与贴Q, 巴黎与贴Q。 三藏法术卷七分比丘为二, 一, 多文比丘, 乐诵经典, 旁搜广迹, 却不并行修行者, 称为多文比丘。 二, 寡浅比丘, 经教少通, 却能专心修行者, 称为寡浅比丘。 P222, 二种出家, 出家之类别有二, 即, 一, 生出家, 仅形体出离在家之生活。 二, 心出家, 虽处居家, 而心于诸境不深淡然, 如大臣之菩萨居士, 为魔, 贤护即是。 仅得传灯陆卷一幽波多章, 大五一, 二零七中, 尊者问曰, 如生出家, 心出家, P222, 二种加持, 为五相成生后之, 一切如来加持, 与, 似佛加持, 二种, 后者不举大日, 大日如来, 系以似佛之总得即为大日, 故举似佛以设大日之以。 P222, 二种布施, 才施与法施。 一, 以衣服, 饮食, 田宅, 珍宝等施与他人, 称为才施。 二, 说法使人闻寿, 则称法施。 才施有尽, 法施无穷。 前者但的世间之果, 终将还施, 后者则的涅槃, 必不退转。 大班若经卷五六九, 经光明最圣王经卷三, 大制度论卷三十三, 法界次第卷下, 禁师与不禁师。 一, 禁师, 即为不求世间之名文利养等报, 但为资助出世之善根及涅槃之音, 以清静心而行之不施。 二, 不禁师, 为以望心求福报而行之不施。 大制度论卷三十三, 批两百二十二。 二种本尊, 本尊者, 本有而于出世间为最圣最尊者。 大日经本尊三昧品, 以本尊之字, 应, 行三者, 各立为二。 一, 字之二种, 一, 观自意, 阿字是菩提心, 顾及向阿字观自信亲近之菩提心。 二, 唱阿之声, 唱之如灵夺之不绝, 以此声调出入之息。 二, 应行之二种, 一, 有行, 行者, 青黄等色, 方圆等形, 屈身作立之类。 应者, 所执之印, 如金刚处之类。 即初心者先于心外观有形之化尊, 借此已渐入无形。 二, 无形, 后见纯熟, 又以加持利固, 本尊自然显现于心, 与心相应, 而于心外无缘。 三, 本尊行之二种, 一, 非清净, 即初心者出观有相之尊, 借此而渐入无相清净处, 然以本尊为有相故, 称为非清净。 二, 清净, 即有有相进入无相清净处, 而既然无相, 是未清净。 大日经书卷二十, 批两百二十二。 二种本觉, 大臣其性论利随染, 性净二义以明本觉之相。 一, 随染本觉, 乃依旺然之污秽, 显示本觉之体相。 分至净相, 不思义业相二种, 一, 本觉之至净相, 即本觉随染还净之相, 乃依真如内勋之利与如来教法外缘之利, 而如实修行, 以方便满足, 故破妄心而献法身, 使使觉之至纯净, 与本觉合一。 二, 本觉之不思义业相, 即还净本觉业用之相, 乃依至净相故, 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 随众相之根自然相应, 而现为种种利益。 故知至净相乃依自己之染源而成, 不思义业相则依他之染源所成, 两者皆不离染源, 故称随染本觉。 二, 性净本觉, 本觉之真如, 远离一切染法, 具足一切性德, 提相二大卫内勋之音, 用大卫外缘之姿, 称为性净本觉。 若以明镜预知, 性净本觉具有如石空净, 阴勋习净, 法初离净, 元勋习净等四译。 是摩河言论卷三, 参阅, 本觉, 一千九百七十九, 批两百二十三, 二种生灭, 急粗生灭与细生灭, 此一生灭象之粗显, 为细而明。 六染星中, 前三种之相应染为粗生灭, 后三种之不相应染为细生灭。 伦加阿拔多罗宝经卷一大乘起信论一记卷下本, 参阅, 六染星, 一千两百七十八, 批两百二十三。 二种白法, 未残与愧二者, 已能光洁一切诸行, 故称白法。 参阅, 白法, 两千零八十八, 批两百二十三。 二种例题, 对于诸经之题目, 有佛自立者, 亦有经家所立者, 称为二种例题。 一, 佛自立者, 如金刚经, 大八, 七五灵上, 为, 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 以是名字汝当凤池。 二, 经家所立者, 即佛灭后结即时所立, 如妙法莲华经。 法华文句卷一批两百二十三。 二种光明, 色光与星光。 前者乃佛身所放之光, 有眼可见, 后者为佛至所发之光, 已能破无明昏暗, 故又称智慧光。 大智度论卷四十七, 六要超卷三末, 长光与现其光。 前者乃常备于佛身, 凡圣共度之光, 后者为佛随机应援, 以神力特放之光。 阿弥陀经一书, 原照, 魔光与佛光。 前者为使人心恍惚躁动者, 后者则使人心清净成名。 宝王论, P223。 二种因果, 分四地为二种之因果, 即世间因果与初世间因果。 前者以苦地位果, 即地位因, 后者以灭地位果, 到地位因。 P223。 二种望剑, 指别业望剑, 同分望剑, 乃众生各别或共同所起之两种望剑。 巨人言经卷二载, 一, 别业望剑, 指诸众生迷失真性, 自其望剑, 见有一切虚望境界, 或苦或乐, 若人不失本真, 即不见有虚望境界。 如得眼激者, 夜见灯光, 别有圆影, 五色重叠, 无眼激者, 则不见灯别有圆影, 此称别业望剑。 二, 同分望剑, 指诸众生迷失真性, 同见一切虚望境界, 同受苦乐, 同夜所感。 如一国之人, 同见仗恶不祥之事, 此称同分望剑。 P224 二种望语报, 由前世望语, 今生所得之二种报。 据法院诸林卷七十字记载, 即, 一, 多被诽谤, 只因前世不误成时, 望语无信, 故感的今生多被他人诽谤。 二, 为人所狂, 只因前世专以望语期狂于人, 故感的今生为人之所狂惑。 P224 二种如如, 只如如智, 如如敬。 据佛性论卷二载, 一, 如如智, 只真如妙智, 本来清静, 既不为无名所负, 亦不为烦恼所染, 照了诸法, 平等不二, 以其智如如智, 故称如如智。 二, 如如智, 只真如妙智, 常住一乡, 量等虚空, 不谦不辩, 无灭无声, 以其智如如智, 故称如如智。 P224 二种如来, 只出禅如来与再禅如来。 一, 出禅如来, 系一切诸佛在出藏缘名位之称。 二, 再禅如来, 则是在一切有情禅构中之称。 此二如来为一般修行者所供养。 秘藏记超卷一批224。 二种字, 即根本字与增加字。 字者, 犯有二因, 一言阿沙罗, 是为根本字, 一言礼比柄, 为增加字。 大日经书卷17, 批224。 二种存记, 只有罪存记, 无罪存记。 存, 存活, 记, 旧记, 未以饮食存记其身。 据阿皮达摩论卷二载, 一, 有人狡妄诡诈而求饮食, 如是的饮食以, 欢喜受用, 贪爱不舍, 不见生死过患, 不知出离之法, 称为有罪存记。 批224。 二种有, 食物有与施舍有。 据阿皮谈皮婆沙论卷六载, 一, 食物有, 指无运, 色运, 受运, 想运, 行运, 食运, 等法成生, 即是食有之物, 故称食物有。 二, 施舍有, 施舍未安利, 见利, 发起之意。 指世间之人, 各个随夜受报, 因假父母遗体, 便即施舍, 而有男女之名, 故称施舍有。 批224。 二种死, 即命禁死与外缘死二者。 一, 命禁死, 为全其天命而死者。 又分为三, 即命禁非是福禁, 福禁非是命禁, 福命俱禁等。 二, 外缘死, 非顺天命, 自杀或被杀害之恨死者。 亦有三, 即非分自害死, 横为他死, 据死等。 北本涅槃经卷十二, 批224。 二种自在, 指观禁自在, 作用自在。 据华言经书卷六载, 一, 观禁自在, 指菩萨以正智慧, 照了真如之境, 即能通达一切诸法, 圆容自在。 二, 作用自在, 指菩萨即以正智, 照了真如之境, 即能有体启用, 现身说法, 画诸众生而得自在。 批225。 二种色, 内色与外色。 据宗径陆卷五十八载, 一内色, 即眼时, 耳时, 鼻时, 蛇时, 生时, 意识等六时, 右眼, 耳, 鼻, 蛇, 身, 亦六根属内身, 故意称为内色。 二, 外色, 即眼根, 耳根, 鼻根, 蛇根, 生根, 右色, 身, 香, 胃, 处五成皆属外境, 故意称为外色。 显色与形色。 据宗径陆卷五十八载, 一, 显色, 纸青黄赤白, 云烟橙雾等显然可见者。 二, 形色, 指长短方圆, 粗细高下等形相可见者。 静色与不静色。 据大制度论卷二十亿载, 一, 静色, 指清净美妙之色。 此色能生贪欲, 损坏道业, 故修道者已远离之。 2, 不静色, 指不静丑恶之色。 此色能生贪欲, 仗必道业, 故修道者亦已远离之。 P225 二种色身, 为诸佛如来之实色身, 化色身二者, 亦及报身与应身。 一, 实色身, 乃诸佛如来因中修无量之德, 至于果感无量之相好庄严。 二, 化色身, 为诸佛如来由大悲愿力, 为众身变化之种种身形。 佛的经论卷七, P225 二种佛土, 为真土, 印土等二种佛所著之国土。 一, 真土, 亦称真佛土, 为真佛之著处。 二, 印土, 又称方便化身土, 为应身佛之著处。 大乘一章卷十九, 教行性正卷五十六, P225 二种佛境, 即正境与化境。 前者为诸佛所正之境界, 如真如法性之理, 后者为诸佛所化之境界, 如十方国土者。 P225 二种立行, 指自立行, 立他行二种。 菩萨所修之行, 依其别相, 有自, 他二立, 一, 六度, 菩提分法等, 为自立行。 二, 四摄, 四无量等, 为立他行。 成为识论卷九, 成为识论数计卷九末, P225。 二种序, 经典之序, 有通序, 别序二种。 一, 如是我闻等六成就, 诸经通有, 故称通序, 又作正性序。 二, 说本经特殊之缘起者, 称为别序, 又作发起序。 圣满宝枯卷上本, P225。 二种忍辱, 即众生忍辱与非众生忍辱二者。 前者乃忍受杀伤骂力等众生之迫害, 后者未忍受风雨寒热等非情法之迫害。 大制度论卷十四, P225。 二种戒, 指持戒与作持戒。 一, 制止身口之恶, 不杀不道之戒法, 称为指持戒。 二, 积极奉行作善者, 称为作持戒。 四分律山凡捕阙形式超卷中四, 在家界与出家界。 一, 如幽婆塞, 幽婆仪等性持之五戒, 八戒, 称为在家界。 二, 如沙弥之十戒, 比丘之巨族戒, 称为出家界。 皮尼姆论卷一, 卷三, 信戒与遮戒。 一, 如沙, 道, 邪淫, 妄语等四戒。 此四者自信是戒, 不待佛智, 人若持之则得福, 犯之则受罪, 故称信戒。 二, 如饮酒等戒。 饮酒之性故非罪, 然能犯诸戒, 故佛特遮止, 始不饮之, 故称遮戒。 据舍论卷十八, 信众戒与习是基贤戒。 一, 杀, 道, 淫, 妄似者, 于自信乃及众之罪, 称为信众戒。 二, 饮酒以下诸戒, 佛以大慈为习是人之基贤, 特向内众而至, 称为习是基贤戒。 北本涅盘经卷十一, 道贡戒与定贡戒, 乃二种之律仪。 一, 三圣圣者入色戒所发之无漏定, 则与无漏至贡于身中自发防非止恶之戒体, 是位道贡戒。 此律仪与无漏道贡身, 故称道贡戒, 又作无漏律仪。 二, 行人入出禅, 二禅等诸禅定, 则与禅定共生自然防非止恶之戒体, 称为定共戒。 此律仪依静律身, 故又称静律身律仪。 阿皮弹皮婆沙论卷十三, 巨舍论卷十四, 随相戒与离相戒。 一, 随顺如来之教, 而行染依出家起十字活之相, 称为随相戒。 二, 持戒之人, 心魔所者, 一切之戒, 犹如虚空, 勒魔持贩之相, 称为离相戒。 华言大书卷五, 批两百二十五。 二种剑, 即想剑与正受剑。 一, 修观察行, 尚存觉知之所剑, 称之想剑, 亦称思为剑。 二, 以有有觉之故, 虽见静静, 多不明了。 灭静觉知, 其念静律之所剑, 称之正受剑。 以内外绝灭, 即入正受三昧, 而心境合一。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三定善意, 批两百二十六。 二种生土, 生, 即能依之色生, 土, 即所依之国土。 据佛的经论卷一载, 二种生土即, 一, 自受用生土, 指自己修因之所感, 称性受用, 种种法乐, 自在无碍, 故生名字受用生, 亦称圆满报生, 土名字受用土, 亦称石报庄严土。 此字受用生土为诸佛如来之所感, 诸大菩萨虽可得闻, 而不能见。 二, 他受用生土, 指他机之所感见。 乃诸佛如来为令诸菩萨众受大法乐, 尽修圣行, 随移而现, 或圣或裂, 或大或小, 转变不定, 令他受用。 P226 二种身形师, 指身身形师, 法身形师。 据大制度论卷十二载, 菩萨以二种身形不失, 即, 一, 身身形师, 指菩萨以父母所身之身, 能以一切宝物, 即以生命不失, 心不令习, 此称身身形师。 二, 法身形师, 指菩萨即舍身身, 得法身时, 能于十方世界, 以种种珍宝, 衣服, 饮食等, 师给一切众身, 又能于一时之请, 随众身因身, 普畏众身说法, 此称法身形师。 P226 二种邪剑, 即破世间乐邪剑与破涅盘道邪剑。 一, 乃无是因果之理, 离善为恶之邪剑。 以言无罪无福, 无如来等贤胜, 起此邪剑, 则堕于苦去, 不得世间之乐, 故称破世间乐邪剑。 二, 未贪者于我之邪剑。 虽修善而得世间乐, 然以分别有无故, 不得涅盘, 故称破涅盘道邪剑。 中论卷四, P227 二种邪剑报, 由前世邪剑感的今生之二种报。 据法院诸林卷七十载, 二种邪剑报集, 一, 生邪剑家, 只因前世邪辟副心, 其诸望剑, 故感今世不具正性之心, 而生于邪剑之家。 二, 其心产区, 只因前世邪剑, 心不正直, 故感今生心长产区。 P227, P227, 二种供养, 供养佛菩萨之二种方法。 一, 事供养与礼供养, 即以香花, 灯鸣, 饮食等物质供养, 为事供养。 以信心等知精神供养, 为礼供养。 二, 财供养与法供养, 即以香花, 珍宝等财物供养, 为财供养。 以修菩萨行, 利益众生等供养, 为法供养。 石柱匹婆沙论卷一, 遗教经论, 参阅, 供养, 3065, P227。 二种两蛇报, 因前世两蛇, 向此说比, 向彼说此, 够是非, 离间和和, 致令乖分, 故今生感辞二种报。 据法院朱林卷七十载, 二种两蛇报击, 一的必恶眷属, 只因前世两蛇, 使人捧仇分离乖间, 皆生怨恶, 故感的今生的必恶眷属。 二, 的不合眷属, 只因前世两蛇, 离间人之亲爱, 使不和和, 故感的今生的不合眷属。 P227。 二种受惧戒法, 戒, 乃万善之根本。 巨大宝基经卷104载, 能受政戒者, 增长一切善法, 反之, 责者于邪见, 堕于外道, 故戒有二种不同, 即, 一, 受政平等戒, 只修行之人, 能受持如来政戒, 一切平等, 不身分别差别之见, 顿绝妄想邪思之心, 借体原名而得解脱, 就竟至于无上菩提, 无有退转。 二, 受邪不等戒, 只邪见之人随逐恶之事, 以分别心受持邪戒, 而堕于人我, 断肠, 娇慢, 贪欲, 甜慧, 愚痴等种种差别邪见, 不知初要解脱之道。 P-227 二种性, 即指本性驻种性即习所成种性二种, 种性为泛语高抓之语, 又作种性, 细为时系即如来藏系点即所用之术语。 瑜伽师的论卷三十五菩萨的出持瑜伽处众性品第一大三零四七八下, 本性驻种性者, 为诸菩萨六处殊, 有如世相, 从无始事, 辗转传来, 法尔所得, 是名本性驻种性。 习所成种性者, 为先串习善根所得, 是名习所成种性。 大臣庄严经论遂词词说, 与种性品第四菩有性种, 泛Practosa, 与习种, 泛Semmantia, 二种。 且依其机能复别菩锁一字性, 泛Rida, 和以上二种为四种种性之特质, 然基本上仍为二种性说。 以上二例, 乃对菩萨种性而言。 此外, 引用庄严经论之究竟一成宝性论, 则解种性未如来性, 泛Tosketa, Gothra, 认为此系一切众生所具有之性质, 故称一切众生为, 如来藏, 泛Tosketa Goppa, 含有如来胎者。 瑜伽论研究, 与颈博寿, 大臣庄严经论研究, 与颈博寿, 宝性论研究, 与颈博寿, P227。 二种法身, 与佛, 菩萨之法身所立之理法身, 至法身二种, 在诸经论中, 其种类及名称有下列数种, 据华言经书卷时, 经光明经所举之二种, 一, 理法身, 理及信德, 为本觉知理性, 性静明体, 本来理念, 等同虚空界, 魔所部, 诸佛与众生皆同一相, 但在众生为无名所隐没, 在诸佛为始觉之志所显现者, 称为理法身。 二, 至法身, 至极修德, 为就近始觉之志, 气和清静本觉之理, 理智护荣, 色心不二, 至所献故, 称至法身。 据金刚般若论卷上载, 即, 一, 言说法身, 法身无相, 本离言说, 虽离言说, 非言莫显, 故称言说法身。 二, 正得法身, 法身体, 物物皆具, 但已迷故, 不能纠险, 故以始觉之心气于本觉之理, 始本不二, 即就近觉, 故称正得法身。 前之正得法身又分二种, 即, 一, 至相法身, 指具足智慧, 善能言说诸法, 为智慧之相, 由此智慧之相的至法身住处, 故称至相法身。 二, 浮相法身, 只受此言说教法之浮相, 胜于七宝不施, 由此浮相的至法身住处, 故称浮相法身。 金刚般若论卷上, 无者, 痰乱所立之二种, 即, 一, 法性法身, 为正得法性理体之佛之真身, 设于三身中之法身, 宝身中。 二, 方便法身, 由法性法身是现众身化, 一方便知佛之应化身。 往身论注卷下, 菩萨应若本叶经卷上之说, 即, 一, 法性身, 指法性所留之实质。 二, 应化法身, 由法性身所应现之一切身。 菩萨应若本叶经卷下之说, 即, 一, 果即法身, 即法性法身。 二, 应化法身, 即方便法身。 应化法身如影随形, 以果身常固, 应身一常。 宝性论卷四之说, 即, 寂静法身, 即的寂静法身之应身。 原照所立之二种, 即, 一, 理法身, 如来所证之真理。 二, 是法身, 戒定会等五分之功德法。 此为大小二圣相对之二种法身。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继卷上一之三, 批228。 二种法性, 出自的持经卷一。 法即诡则之意, 性即不改之意。 一切法性无有便意, 皆可依诡则而修, 故称法性。 可分为二种, 一, 实法性, 即一时之理, 离虚妄乡, 本性平等, 无有便意, 一切诸佛莫不诡此法性修之成正觉。 二, 是法性, 即是间种种诸法, 皆依于理, 施设建立, 如地, 水, 火, 风, 五音等, 随俗所知所见, 虽属于是, 然不外乎法性之理。 P 229 二众法师, 指世间法师, 出世间法师。 据班若经卷二十四载, 一, 世间法师, 指菩萨虽为诸有情宣说开示五神通, 足不履地, 知人心命, 回眼千里, 忽明极致, 实必无碍, 等一切诸法, 然未能出离世间, 故称世间法师。 二, 出世间法师, 指菩萨为诸有情宣说开示三解脱门, 空解脱门, 无相解脱门, 无作解脱门, 等一切圣法, 依此而修, 即得出离世间, 故称出世间法师。 P229。 二种设立, 全身设立与碎身设立。 如多宝佛之设立属前者, 释迦佛之设立属后者。 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 菩萨处胎经卷三常无常品, 身骨设立与法宋设立。 前者为佛之遗骨, 后者系对肉身之遗形称不灭之法身, 即指佛之遗法, 转而敬称一切大小乘之经卷。 欲佛功德经, 参阅, 设立, 3495。 P229。 二种非器, 指二种不能听闻华言经之根器。 据华言经书卷三载, 佛说华言经时, 有二种非其根器。 一, 二圣非器, 指一切身闻, 原觉二圣根器狭裂, 不能听闻此经, 故虽在坐, 如龙如骨。 二, 众生非器, 指一切邪见众生, 无有信心, 故非其根器, 虽闻此经, 而身诽谤, 躲于恶道。 P229。 二种性, 此二种性有三, 即, 性解与生性。 一, 性解, 又做解性, 犯语Altimity, 因译阿皮目的。 即明见事理, 心无疑虑之意。 二, 生性, 又做阳性, 犯语Rat, 亦为舍陀, 依人而性其言之意。 大日经书卷三, 大三九, 六一四中, 有大性解者, 此性解, 犯因阿皮目的, 为明见事理, 心无疑虑。 如早景, 以见至尼, 虽未见水, 必知在尽, 故明性解也。 下云生性者, 此性, 犯因舍陀, 是依侍依人之性。 如闻长者之言, 或出长情之表。 但以事人为, 长, 欺狂顾, 即便地受依行, 以名为性。 邪性与正性。 一, 与贪, 甜, 吃三不善根相应之性为邪性。 二, 与无贪等三善根相应之性为正性。 自立性与他立性。 一, 自发之性为自立性。 二, 依佛之大悲心而发者为他立性。 P229。 二种信心, 为对法华经其信之二种信心。 一, 旧佛立性, 以法华经为九远时臣之原佛所说, 故信之。 二, 旧经立性, 以无量寿经, 涅槃经皆为法华经为真实, 故信之。 P230。 二种雀魔法, 为坐禅之人, 镇定未发, 多有魔事, 心身经步, 破坏善根, 若能端心正念, 则魔自灭谢, 故有二种雀魔之法。 据修习止观坐禅法要, 二种雀魔法即, 一, 修止雀魔, 只坐禅之人, 于修定时, 或见父母兄弟, 诸佛形象等一切可爱之境, 令人乐者, 或见虎, 狼, 罗沙等一切可谓之行, 令人不惧, 即应了达此为诸魔或乱之乡, 皆属虚狂, 不习步步, 而为习心寂静, 则彼当自灭。 二, 修观雀魔, 只坐禅之人, 于修定时, 修止雀魔, 而魔尽不去, 即应反观, 观此能见之心, 无有处所, 彼何所闹。 如是观时, 魔即泄灭。 若迟迟不去, 但当正心, 不习步惧, 则正定现前, 彼当自灭。 P230 二种迥向, 乃净土门所立, 往相回向与还相回向。 一, 以己之功德, 回师一切众生, 愿同往生弥陀净土者, 是为往相回向。 二, 以身彼土, 成就一切功德, 而愿回还生死仇灵, 教化一切众生, 使相净土, 则为还相回向。 往生论柱卷下, 众生回向与佛果回向。 一, 为以己之善根功德, 回师一切众生。 二, 为以己之功德, 而其自他皆成佛果。 天台人王经书卷上, 正回向与邪回向。 一, 以所作回向众生, 回向佛果者, 是为正回向。 二, 以此功德其妄为未来鬼神者, 则为邪回向。 P230。 二种圣身, 为正圣身与阿含圣身。 一, 正圣身者, 指诸佛之智慧 圣身无量。 二, 阿含圣身者, 指其智慧门 圣身无量。 一级前者为所权之理圣身, 后者乃能权之教圣身。 幼正圣身可分为一圣身, 实体圣身, 内正圣身, 一指圣身, 无上圣身等五种。 阿含圣身分为受持独诵圣身, 修行圣身, 果形圣身, 增长功德心圣身, 快妙是心圣身, 无上圣身, 入圣身, 不共生文辟之佛所作助持圣身等八种。 法华经论卷上, 法华玄赞卷三, 批两百三十, 二种修行, 指真实修行, 不实修行。 据涅槃经卷二载, 依佛所说, 能知涅槃, 佛性等相而修诸行, 称为真实修行, 反之, 不知涅槃, 佛性等相而修诸行, 称为不实修行。 批两百三十 二种差别, 英明用语, 至有法差别和法差别。 所谓差别系指言诚与异许不完全一致。 差别发生于前诚, 主词, 者, 称有法差别, 发生于后诚, 述词, 者, 称法差别。 设立如下, 有鬼论者相信人死后有肉体与灵魂遗存, 其灵魂称为鬼, 生活于民间。 无鬼论者则以为人死后仅有差别, 有肉体遗留。 有鬼论者对无鬼论者立宗, 命题, 时, 若用到, 鬼, 字, 即为字有他无体, 宗一不集成, 宗体无从成立, 又不甘加减别语, 我许, 改成字比量, 以减低比量之力, 而故意含混其词, 用敌者, 问难者, 所能许, 同意, 知词, 死后所移, 来代替敌者所不能许之, 鬼, 欺蒙敌者, 以避免宗一不集成之过失。 立者, 立论者, 所用之, 死后所移, 义词, 即含二种差别, 义鬼, 二诗。 前者为敌者所不许, 却为立者立宗十一中所专止, 因名称之为, 乐许。 后者为敌者所许, 虽亦为立者所许, 然却非立宗十所乐许。 此处所云之差别, 即止, 死后所移, 亦此所影射之, 鬼。 宗上所述, 即之差别乃立者用意即成之名词, 遮掩其意义上之不即成, 以成数立者所乐许, 而敌者所不许之事物。 英明大书黎策, 英明入正理论物他们浅世, 批230。 二种根本, 指无始生死根本, 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 巨人言经卷一载, 一, 无始生死根本, 为众生经无穷劫, 流转生死, 求其出始, 实不可得, 但迷失本性, 即随生死, 故称无始。 生死根本, 指攀缘之心, 即用攀缘之心为自信。 二, 无始菩提涅槃圆清净体, 未性净理体, 虚荣寂灭, 不迁不辩, 无始无终, 故称无始菩提涅槃, 以其不染烦恼, 不设生死, 故称缘清净体, 即菩提涅槃清净之根本。 P231 二种涅槃, 即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 又称有余依与无余依。 依者, 有漏之依身。 烦恼永静, 以断生死之因, 然由余有漏依身而色心相续, 称为有余涅槃, 更灭依身魔所余者, 称为无余涅槃。 此二种涅槃, 同为一体, 然无余涅槃之限, 在余命中之时。 大制度论卷31, 圣满宝窟卷下本, P231。 二种病, 生病与心病。 一, 身体四大不条所生之病苦, 称为生病。 二, 失心之平和, 或欢喜太过, 或忧愁太甚, 或依恐怖, 或依余吃等, 而起诸病者, 称为心病。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二, 先是行业病与现是失调病。 一, 先是好边打人, 以种种恶法脑害众生, 故于今是多病, 此即先是行业病。 二, 现是失调病, 即今是冷热风发等因所致之四大不条等病。 大制度论卷八, 批两百三十一。 二种破戒人, 指因缘不具足破戒, 因缘具足破戒。 据大制度论卷九十亿载, 一, 贫穷之人, 一时之缘不能具足, 因而心生偷盗, 即破余戒, 此称因缘不具足破戒。 二, 若人依识之缘具足, 以心习恶, 故好行恶事, 毁犯境界, 此称因缘具足破戒。 批两百三十一。 二种破者, 据大制度论卷四十三载, 即, 一, 破欲者, 指人于好色多起贪欲, 若观色位无常, 不敬等, 则不深贪者之心, 而得解脱之乐, 此称破欲者。 二, 破剑者, 指人虽观色位无常, 不敬, 而由着法身剑, 若能了达色向本空, 则不起于分别之剑, 此称破剑者。 批两百三十二。 二种神力, 令远处见闻神力与令各个见佛神力。 一, 为佛在一处说法, 能使他方意图之众生皆的见闻之神力。 二, 为能使依依众生各自见佛说法之神力。 大智度论卷九, 现身面言说神力与以守贯顶神力。 一, 乃出的知菩萨, 注于佛之神力, 入于大臣赵明三昧, 事实, 十方世界之一切诸佛, 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 当面说法。 二, 为出的知菩萨, 得三昧神力, 于千节积极善根成就, 四地入于诸的乃至第十法云的, 注大莲华为妙宫殿, 做大莲华宝狮子座, 事实, 一切如来自十方来, 就大莲华宫殿座上, 手以干漏灌其顶。 人家精卷二, 批两百三十二。 二种般若庄严, 般若, 意义做智慧。 智慧能言是法身, 故称般若庄严。 据大制度论卷八载, 般若庄严分为二种, 即, 一, 以庄严, 指人能修习智慧, 如这美妙音乐, 庄严其身。 二, 为庄严, 指人未能修习智慧, 如无音乐言是其身。 批两百三十二。 二种退, 只就进退, 不就进退。 据菩萨的持经卷一载, 修行人退其道心有二种分别, 一, 性根浅薄, 使则情修, 后由他愿障碍, 道心疾退, 中不发起菩提之愿, 称为就进退。 二, 修行之初, 努力精进, 中途卸舵, 退其道心, 而欲善之事, 提奖劝诱, 父能发起菩提之愿, 称为不就进退。 批两百三十二。 二种见儿, 为自不作恶, 即即作恶而能忏悔, 更不负作, 此二种乃有力量之人。 修备本涅盘经卷十九载, 一, 自不作恶, 只此见儿之身, 口, 一三叶, 长自清静, 永无过恶。 二, 作乙能悔, 只此见儿, 虽作恶于先, 后能改悔, 更不敢作。 批两百三十二。 二种计, 未通计, 别计二者。 一, 通计者, 己守如计。 不论经之常行语计诵, 但令三十二自论及称为计。 二, 别计者, 为四言, 五言, 六言, 七言等, 皆由四句所成。 百论书卷上, 批两百三十二。 二种偷盗报, 由前世偷盗, 今生所得之二种报。 据法院诸林卷七十载, 二种偷盗报即, 一, 贫穷, 只因前世盗取他人财物, 令笔空乏, 故感的今生己意贫穷。 二, 不得自在, 只因前世捷夺他人财物, 而令他人不得自在, 故感今生虽有财物而属于五家, 水、 火、 盗贼、 恶子、 官家, 不得自在受用。 批两百三十二。 二种寂静, 即生寂静与心寂静。 寂静者, 为离烦恼, 绝苦患, 亦即涅槃之礼。 一, 舍家弃欲, 习重原物, 必喧闹之事而闲居尽触, 不作一切生之恶行者, 称为生寂静。 二, 离贪, 甜, 吃等珠烦恼, 休息禅定, 不其恶心者, 称为心寂静。 世事要懒卷下, 批两百三十三。 二种常住, 一, 百岁至劫灭称为常。 诸菩萨若住百岁千万亿岁, 若一劫乃至八万劫后入灭, 称为常。 又称非真常, 此, 常, 乃久远住事之意, 而非之不便不迁之常。 二, 常住不坏者称为常。 若诸菩萨烦恼或已灭, 则真常之理方显, 其真常之理不生不灭, 不便不坏, 称为常。 又称真常。 大智度论卷四十三, 批两百三十三。 二种受祭, 即无余祭与有余祭二者。 一, 佛现前受祭某甲众生, 于某节中作佛, 号某如来, 如是有国土眷属等, 称为无余祭。 二, 若言告某甲众生, 辱于未来某佛时当必辞罪, 称为有余祭。 大日经书卷四, 批两百三十三。 二种杀身报, 据法院诸林卷七十载, 二种杀身报即, 一, 短命, 只因前世伤害物命, 令其不得已静天年, 故感今生自身一短命。 二, 多病, 只因前世脑害众生, 令其不得自在, 故感今生自身一多疾病。 批两百三十三。 二种生性, 即性基于性法, 乃止善导之观无量受佛经书卷四散善意所谓之, 信仰告白。 即生性自己系以罪业深重, 自无始以来即于世界轮回不止之于吃者, 并深性必须依靠阿弥陀佛之本愿, 使可得救。 前者细基深性, 又称性基, 后者为法深性, 又称性法。 然日本净土真宗认为二种深性实则为一, 乃为信仰佛之本愿即是深性自己之罪障, 他立信心之相虽有两面, 实即为一体。 P233。 二种清静, 自性清静与离构清静。 一, 众生真如之心体, 本来清静无染爱, 称为自性清静。 二, 此自性清静之心体, 远离一切烦恼之构染, 故称离构清静。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六, 语清静语义清静。 一, 乃能全之言语离过失而清静。 二, 为所全之义离无过失而清静。 诚实论卷移众生世间清静语气世间清静。 天清之净土论观察弥陀之净土, 以净土之正报位众生世间清静, 净土之一报位器世间清静。 二十九种庄严中, 佛之八种, 菩萨之四种属前者, 国土之十七种属后者。 P233 二种营报, 指腹不贞结, 得不顺义眷属。 据法院朱林卷七十载, 由前世所作协营, 今生所得之报有二种, 即, 一, 腹不贞结, 只因前世犯辱他人之妻妾, 邪行慧污, 故感今生父不贞良端结。 二, 得不顺义眷属, 只因前世邪淫, 夺人之所爱宠, 令彼不如意, 故感今生眷属长不顺义。 P233 二种必敬, 指庄严必敬, 旧敬必敬。 据大涅槃经卷二十七载, 即, 一, 庄严必敬, 必敬, 未决定之矣。 为一切众生皆有一成正性, 然需修于六度,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庄严, 不修则不得正性。 即此六度决定能为庄严之矩。 二, 旧敬必敬, 旧敬, 为至极之矣。 即一切众生所得一成之性, 若得此一成之性, 则能决定置于至极之底。 P234 二种众生, 指习爱众生, 习见众生。 据大制度论卷三十亿载, 一, 习爱众生, 习, 只恕习, 爱, 只贪爱, 爱乐。 为诸众生, 于世间一切生, 色, 相等五欲境界, 多生贪爱, 不能舍离, 故有此称。 二, 习见众生, 见, 只分别有五等见。 为诸众生于一切法, 既有既无, 及既断肠等见, 故有此称。 P234 二种贪暴, 及多欲与无厌。 据法院诸林卷七十载, 二种贪暴即, 一, 多欲, 只由前世纵自贪欲, 心无止息, 故感今生夜席不忘, 背负增胜, 而生贪者。 二, 无厌, 只因前世贪求不已, 辗转持足, 故感今生夜席不忘, 欲心转胜, 用之无度, 求之无厌。 P234 二种通相, 指宗通相, 说通相。 据伦家经卷三载, 一, 宗通相, 宗, 即心, 要, 通, 即融通无碍, 相, 即自心所得圣境之相。 指一教私修, 得意妄言, 去入自觉之地, 觉至原名, 融通无碍。 二, 说通相, 即说法, 通即便说无碍, 相, 即启用化他之相。 指一方便, 随顺众生之根气浅身, 为其演说, 无有障碍。 P234 二种圣, 因圣与果圣。 据菩萨的持经卷一载, 菩萨初发心坚固有二世, 八星成道所设善法, 出圣一切所设众善, 即, 一, 因圣, 指菩萨所修之出世善法, 皆以菩提为应, 圣于二圣, 故称因圣。 二, 果圣, 指菩萨之修行, 即以菩提为应, 乃中正菩提之果, 圣于二圣, 故称果圣。 P234 二种圣行, 指福圣行与智圣行。 菩萨所修之福, 智二行, 就通相而言, 一切皆福行, 一切皆智行, 就别相而言, 如六度中之前五度属于福, 第六度属于智, 此为, 刻性出体, 之所谈, 即其体为会者为智圣行, 非会者则为福圣行。 然亦有以前三度为福, 后一度为智, 中间二度则通于福, 至此为, 临近出体, 之所谈, 即以中间二度净会而起会, 故意属于会。 成为十论卷九, 成为十论数纪卷九, P234 二种善机, 能修善根之根基有定, 散二种。 一、定机, 未能修止息望念等定善之根基。 二、善机, 未能修三福等善善之根基。 于突超卷上, P234 二种善事, 具大制度论卷二十三载, 即一, 众生恶事, 指诸众生贪欲, 田惠, 鱼吃, 不依父母师长之教会, 造种种恶。 二、 土地恶事, 指土地之中, 或有饥荒及义, 毒气流行, 无处不有。 P234 二种恶骂报, 由前世口多恶骂, 所得今生之恶种报。 据法院朱林卷七十载, 二种恶骂报集, 一、常文恶音, 只因前世口无禁忌, 发言粗恶, 令不忍文, 故敢今生常文会恶之音。 二、 很有证诵, 只因前世世力护士, 好证见诵, 恶逆无得, 故敢今生常至证诵而不合。 P235 二种无心曰教, 曰, 要曰, 依曰之意。 未如来之教, 本离心原言说之乡, 若众生依教而休, 舍离望者之心, 安住真实之理, 自然成就甚道。 据宗静禄卷四十五载, 二种无心曰教集, 一、 成战令无, 众生若能设念安禅, 成神静律, 能使定体战然, 不畏望尘所挠, 称为成战令无。 二、 当体是无, 众生值了心原本纪, 法义无身, 以一念起处, 了不可得, 称为当体是无。 批两百三十五。 二种无因生论, 请参阅无因生论。 二种无量, 指食无量, 不知味无量。 巨大制度论卷二十载, 二种无量集, 一、 涅槃佛性之理, 譬如虚空, 食无限量, 一切菩萨皆不能量度, 称为食无量。 二、 如虚弥山大海之水, 为诸佛菩萨能知其精量与低数多少, 诸天世人等, 智力浅烈, 所不能知, 称为不知味无量。 批两百三十五。 二种无意语报, 由前世语言无意, 今生所得之二众果报。 据法院诸林卷七十载, 二种无意语报即, 一、 人不信受, 只因前世语言无意, 即是虚妄, 故感今生虽有言说, 而人亦不能信受。 二、 不能明了, 只因前世语言无意, 皆因暗昧, 故感今生有所言说, 亦不能明了。 批两百三十五。 二种无漏因果, 即无漏因与无漏果。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二载, 即, 一、 无漏因, 指二圣之人, 由修戒, 定, 慧之因, 能断三戒生死之苦果, 则戒, 定, 慧三学, 称为无漏因, 即是道地。 二、 无漏果, 指二圣之人, 即断三戒生死逼迫之苦, 正真空涅槃祭灭之乐, 此真空涅槃, 称为无漏果, 即是灭地。 批两百三十五。 二种无碍, 据华言经书卷五十二载, 菩萨有二种无碍, 即, 一、 智慧于静无碍, 静, 即法界之理。 至菩萨以平等智, 正于法界之理, 理事融通, 无有障碍。 二、 神通作用无碍, 指菩萨由内心正于法界之理, 故能以种种神通, 映现十方世界, 随机化度, 皆无障碍。 批两百三十五。 二种结界, 即自然界与做法界二种做法所限定之区域。 一、 为自然所限结界之区域者, 大致言福一周, 小如一周, 一道等。 二、 为做结魔之法, 而限定大小之设森界, 设一界, 乃至界常等者。 又自然界中, 但得做最初结界之一法, 其余之结魔法, 则必行于做法界中。 四分率三凡捕雀形式超卷上之一, 批两百三十五。 二种菩提心, 为原是与原理二种求真道之心。 一、 原是菩提心, 以四红誓愿为体。 一、 众生无边誓愿度, 此乃应身菩提之音, 是为饶意有情界, 恩德之心, 原应佛性。 二、 烦恼无尽誓愿断, 乃法身菩提之音, 是为涉律一界, 断德之心, 正应佛性。 三、 法门无量誓愿学, 乃报身菩提之音, 为涉善法界, 智德之心, 乐应佛性。 四、 无上佛道誓愿成, 由巨族成就前三行愿, 而正得三身圆满之菩提, 更亦广利益一切众生。 二、 原理菩提心, 为一切诸法本来祭灭, 安住于此中道十相, 而成上求下化之愿行, 是为罪上之菩提心。 六祖法宝谈经, 往生要集卷上墨, 批两百三十六。 二种菩萨, 指成就大力菩萨, 新发义菩萨。 巨大制度论卷九十二载, 一、成就大力菩萨, 此菩萨为嫉妒众生, 随所应度, 随处受用, 不必生边地及邪见之家。 二、 新发义菩萨, 此菩萨初发心, 若生于边地及邪见家, 既不能度人, 且自败坏善根, 故不生于边地及邪见之家。 批两百三十六。 二种菩萨生, 乃指生死肉身与法性生生。 一、生死肉身, 三贤为之菩萨为正法性, 乃为或业受三界生死分断生之菩萨。 二、 法性生生, 乃正的无生法性, 舍三界生死肉身, 受不生不死, 不思亦便亦生之菩萨。 此法性生生, 经论所说多未细出的以上, 或以为八的以上。 大制度论卷七十四, 大二五, 五八零上, 菩萨有二种, 一者生死肉身, 二者法性生生, 得无生忍法, 断诸烦恼, 舍世生后得法性生生, 往生论柱卷下, 大四零, 八四零上, 平等法生者, 八的以上, 法性生生菩萨也, 批两百三十六。 二种超越三昧, 只超入三昧, 定, 与超出三昧。 盖散心之人的禅定深浅次第为四禅, 四无色, 灭净定, 出入禅定时皆须顺此次第。 即其必先入出禅定, 顺次入第四禅, 后入四无色之出定等, 出定时则逆此次第而出, 此为生闻人之法。 然佛即身为菩萨, 不必依此次第出入, 而可由散心直接超入灭净定, 称为超入三昧, 亦可由灭净定直接超出散心, 称为超出三昧。 上述超入, 超出三昧之法, 称为超越三昧。 大制度论卷八十一, 批两百三十六。 二种爱, 未有染污与无染污之二种爱。 一, 有染污, 即贪爱, 只贪染无欲之境而不能离者, 如爱妻子等。 贪与爱, 一名儿童体。 二, 无染污, 即性爱, 如爱师长等。 大制度论卷四, 大批菩萨论卷二十九, 批两百三十六。 二种爱语, 只随意爱语, 随所爱法未说。 据大制度论卷六十六载, 菩萨为众生说法, 有二种爱语, 即, 一, 菩萨为怜悯众生, 故随顺其义而未说法, 称为随意爱语。 二, 菩萨随顺众生所爱悦之法而未宣说, 如未高薪之妇人而赞不失, 其人爱着名身与福德之故, 心则喜乐, 称为随所爱法未说。 P237 二种灭, 只暂时灭, 就静灭。 据显阳圣教论卷八载, 如来有二种灭, 一, 暂时灭, 只如来出世, 斗鸡社教, 化岛众生, 大小成人皆的解脱, 机缘寂静, 更无可化, 如来即便入灭, 然其法身之体如如, 不动, 时未曾灭, 此称暂时灭。 二, 就静灭, 只如来妙诀圆明, 断灭一切烦恼, 静静无余, 更不复生, 此称就静灭。 P237 二种滋粮, 即福德, 智德二者。 以此二得未滋一己身之粮, 得正佛果, 故称资粮。 一, 福德资粮者, 为不施, 持戒等之善根功德, 即六度中之前五度。 二, 智德资粮者, 为修习正观而请求妙智者, 如第六度即是。 大明三藏法术卷七, P237 二种僧, 身闻僧与菩萨僧。 一, 身闻僧乃以出家沙门形象, 修小乘三学者。 二, 菩萨僧则指以在家带法之形象, 修大乘三学者。 大智度论卷三十四, 应公僧与三归僧。 一, 应公僧系自佛以下以弃凡夫杀弥皆是。 以其皆可谓弹月功养, 故称应公。 二, 三归僧则指身闻人中以得四相四果者。 凡夫比丘无得可归, 是以不取。 此二类僧, 为皮弹法中所分者。 大乘一张卷石, 批两百三十七。 二种僧物, 现前僧物与四方僧物。 此医师者之意志而区别。 一, 属于一节界中, 现在众僧之诸物, 为现前僧物, 即现前僧各个供养之衣食等。 二, 属于四方僧之物见者, 则为四方僧物, 又称十方僧物, 僧子物, 如四支房舍, 米饭等。 重物与轻物。 此一物之性质而别。 房舍, 田园等为重物, 西藏, 三一等十八资巨为轻物。 又此轻, 重物之别, 再明死者以产相续之法。 批两百三十七。 二种寿命, 为众生之二种命, 一者命根, 二者智慧命。 大制度论卷七十八, 大二五, 六一灵中, 众生有二种命, 忠略, 是人的智慧命固, 说受命中罪。 参阅, 命根, 三千一百二十七, 批两百三十七。 二种精进, 即身精进与心精进。 精进者, 为心炼于法而不懈怠。 如法制裁而用于不失等, 为身精进, 断迁瘫等恶心, 使不得入者, 为心精进。 大制度论卷八十, 批两百三十七。 二种精进心, 为行人勋修颤法, 即当客取献其, 破诸或障, 如修法华三昧, 以三七日, 即二十一日, 为其, 于中礼佛忏悔, 行道诵经, 有事有礼, 皆当精进, 故有二种心。 据法华颤一载, 二种精进心集, 一, 是中修一心精进, 只行人于道场, 三七日中行一纯备, 当礼佛时, 一心浅恳, 观想金融, 端言书庙, 俨然在目, 心不一元, 乃至忏悔行道, 诵经作禅, 西皆一心, 令与行法相应, 无有懈怠, 此称是中修一心精进。 二, 礼中修一心精进, 只行人出入道场, 乃至三七日满, 于其中间所作行仪, 常当照了, 一心寂静。 如礼佛时, 即知能礼余所礼, 本性空济, 虽未空济, 而自然感应道交, 不可思议。 盖有礼体平等, 身佛不二, 虽无能礼之人, 而有我身礼诸佛前, 虽摩索礼之佛, 而有诸佛随心显现, 如是念念, 无有懈怠, 此称礼中修一心精进。 P237 二种语, 止试语, 初试语。 据北本涅盘经卷十四载, 如来为二圣人与菩萨之说法不同, 其中, 为诸声闻, 原觉宣说世间有畏之法, 称为是语, 为诸菩萨宣说出世间无畏之法, 称为出是语。 P238 二种说法, 如来为菩萨及诸众生说法, 有细, 粗之别。 宝性论卷四载, P238 二种远离, 即身远离与心远离。 修行佛道之计, 为使身气清净, 故须远离身心二种之恶。 如对外界断绝恶有之交友者, 为身远离, 于自己之内界, 令思维远离不善之迷惑者, 为心远离。 P238 二种广离, 止离经, 离后。 华言经书卷一位, 一, 佛陀在世时, 当机之众, 文法悟道, 获得大利益, 此称利经。 二, 佛陀世纪之后, 一切众生意的文经受法, 修行悟道, 获得大利益, 此称利后。 P238 二种数, 止数量数, 色星有位数。 巨华言经书卷五载, 一, 数量数, 及一, 多知数量。 未由一, 多知数, 而能安利一切诸法。 二, 色星有位数, 色, 止色身, 心, 即所起之心。 二者皆有身灭, 故称有位。 此色星二法, 分别而言, 则有五因, 十二入, 十八戒等数目不同, 故称色星有位数。 P238 二种填报, 由钱氏多填, 所得今生之二种报。 据法院朱林卷七十载, 二种填报即, 一, 常为他人求其长短, 只因钱氏不能容物, 稍不如意, 即性甜恨, 故感今生被人似求长短, 而动辄得久。 二, 常为众人之所脑害, 只因前世填脑众人, 令不安稳, 故感今生常被多人之所脑害。 P238 二种结膜, 依四分率颤六具法篇, 结膜分为二种, 即, 一, 至罪结膜, 为比丘犯罪, 则大众作法, 以定其罪。 二, 成善结膜, 为比丘有犯戒之罪, 准以对众僧发禄忏悔, 则灭其罪而成就善根。 一皮尼姆论卷二, 结膜分为二种, 即, 一, 永并结膜, 佛陀在世时, 若有比丘犯罪, 而不见自过, 且性刚强, 永无悔改, 则做法白重, 随即病出, 尽此一生不负在同僧事。 二, 调浮结膜, 为比丘犯法而未曾忏悔, 则反饮食, 做起, 言语, 一切僧事皆不得与众共之, 以调停设服犯者, 使其之过悔改求僧颤, 不负犯罪。 P238 二种论, 即宗经论与世经论, 一, 乃一大小成经之教理所造之论, 如维时论等, 二, 为解释大小成之经义者, 如大制度论等, P239 二种轮身, 为二种佛菩萨之身, 即正法轮身与教令轮身, 以其具有催破众身烦恼之力, 故称轮身, 一, 正法轮身, 如般若菩萨等, 乃现菩萨之身, 以其助于摄取之心地, 说如来之正法, 故称正法轮身, 二, 教令轮身, 如不动明王, 乃现明王愤怒之相, 以其欲忌度不从正法化导之难化众身, 助于折服之心地, 现愤怒行, 令笔尊奉佛之教令, 故称教令轮身, 密藏纪超卷二, 胎藏界曼陀罗大超卷三, 参阅, 教令轮身, 4599, P239 二种独觉, 独觉乃出于无佛之事, 观外物之凋零, 觉内心之身灭, 无师而自悟者, 据西玄记载, 独觉有二种, 即, 一, 不行, 不, 止不累, 此独觉稍有为人之心, 如路行走而能回顾后群, 故称不行, 二, 零欲, 零, 即其灵, 此独觉为欲自度, 略无为人之心, 譬如其灵, 仅有一脚, 故称灵欲, P239, 二种生文, 即于法生文与不于法生文, 生文学于小臣之法, 弥直自法而于于大臣法空之妙理者, 位于法生文, 虽取小果, 燃解大臣之理, 而回心向大者, 未不于法生文, 大臣一张卷十七末, P239, 二种勋, 止勋洗与滋勋, 一, 勋洗, 勋即勋发, 洗乃术洗, 为术洗染境之源, 勋发心体而沉染静等事, 即自习惯而勋者, 二, 资勋, 资者, 资助, 为现对沉静所起之心, 即诸或相资, 勋发而沉染静等事, 即资助而勋者, 大臣起信论, 大藏法术卷四, P239, 二种勋洗, 即相分勋与见分勋, 七转十个元旗外禁时, 依其实自体之力, 勋洗所愿静之相分与本质之种子于第八十, 称为相分勋, 勋洗能愿之见分即自正分, 正自正分之种子于第八十内, 称为见分勋, P239, 二种勋, 指小一与大一, 比喻声闻与菩萨, 据大制度论卷二十四载, 小一但知病, 病因, 欲病要, 而不知一切病, 一切病因, 一切欲病要, 譬如声闻, 不能知药与病, 故称小一, 大一之一切病, 一切病因, 一切欲病之药, 乃至之众生之病因及欲病要等, 譬如菩萨, 无病不知, 无药不识, 故称大一, P239, 二种正, 亦为修小乘法门以正阿罗汉果者有二种, 一, 次第正, 又做次第断, 为自出果须陀还次第断或而正第四果阿罗汉, 二, 超越正, 又做超越段, 为利根生文, 一时段多数之或超越一果乃至三果而正阿罗汉果, 市正与理正, 界, 定, 会三学之中, 修界学者为市正, 修定, 会二学者为理正, 南山界本书卷一上, P240, 二种基贤, 指基贤之名与基贤之体, 天清之净土论位体有三种, 及二圣之人, 女人及诸根部聚之人, 此三者乃修行佛道者之所厌, 因其能生种种基贤, 故其体位基贤体, 其名为基贤名, P240, 二种愿, 可得愿与不可得愿, 据大制度论卷三十载, 一, 可得愿, 只修福可得生于人, 天二戒, 修界, 定, 会三学, 可得阿罗汉果乃至佛果, 此称可得愿, 二, 不可得愿, 指人依依己之之力, 而欲愁量虚空, 尽其边际, 终不可得, 此称不可得愿, P240, 二种颠倒, 指众生颠倒, 世界颠倒, 巨人言经卷七载, 二种颠倒即, 一, 众生颠倒, 指众生不明自信, 逐望迷真, 随顺望或而造妄业, 由此妄业辗转相生, 轮转三界, 不能返妄归真, 故称众生颠倒, 二, 世界颠倒, 过去, 现在, 未来三者千流未是, 东, 西, 南, 北四方分为未解, 以示设方, 故称世界, 颠倒指众生迷失真性, 念念千流, 助望境界, 起诸道见, 故称世界颠倒, P240, 二种劝请, 菩萨向佛陀所作之二种劝说请求, 据大制度论卷七载, 二种劝请集, 一, 劝请转法轮, 指佛陀出尘道时, 菩萨劝请世尊为众生转法轮, 杜托一切, 二, 劝请住世, 指佛陀遇舍受命而入涅槃时, 菩萨劝请世尊九住世间无央数节, 杜托一切众生, P240, 二种忏悔, 为理忏与世忏, 一, 理忏者, 观诸法时相万法皆空之力, 以罪恶乃妄心所造, 而妄心无体, 罪恶是空, 应已灭除重罪, 二, 视颤者, 以礼佛诵经等事相上之作法, 八路忏悔罪过, 又理颤乃颤烦恼道, 视颤颤苦道, 业道, 心地观经卷三, 摩赫止观卷二, P240, 二种产题, 二种义产题之略, 即舍善根产题与方便产题, 一, 舍善根产题, 为其大邪见, 断绝一切善根之极恶不成佛者, 二, 方便产题, 乃菩萨为化度众生, 以方便甲为产题, 即菩萨方便作愿, 若诸众生步入涅槃者, 我义步入涅槃, 是故菩萨摩赫萨步入涅槃, 人家经卷一入人家经卷二, P240, 二种灌顶, 即传教灌顶与结缘灌顶, 为密教之法, 一, 对如法修行之人, 传授密法, 使少阿舍离职位之仪式, 称为传教灌顶, 又称传法灌顶, 受职灌顶, 二, 不授密法, 为未使节佛缘, 引入一般世人鱼灌顶潭, 使其投花而受本尊之应与真言, 称为结缘灌顶, 也密超卷寺, 参阅, 灌顶, 6853, P241, 二种护持世, 诸佛菩萨护持之二种世, 巨的藏石轮经卷五载, 二种护持世级, 一, 护持佛种, 佛种, 指佛之种性, 为诸佛菩萨以大悲之心, 少龙佛种, 令诸众生舍俗出家, 替法染医, 修行圣道, 使无断绝, 二, 护持正法, 正法, 指四弟等真正之法, 为诸佛菩萨以大悲之心, 护持如来正法, 使一切邪魔外道不能恼乱, 令诸众生正性乐文, 红通流布, 利益无穷, P241, 二种显示, 指言显示, 使修行显示, 显, 即显禄, 事, 即小事, 据华言经书卷一载, 众生之本性具有因果理事等法, 然以相辨体书, 情深至格, 不能显发, 故谈华言代经, 令其知心合体, 至显秦王, 故有二种显示, 即, 一, 言显示, 指佛以言说显示, 令诸众生息皆知有如来智慧得相, 二, 使修行显示, 指众生计知性具如来之法, 令其修行, 误入显现, P241, 二种观, 观, 未定心运想, 指死尸臭烂不进观, 文法意想分别观, 未修行者喜止贪者心之法, 据禅要喝玉经载, 一, 死尸臭烂不进观, 指修行之人, 于贤尽处运心观想, 死尸臭烂不进之乡, 心生厌恶, 而知己生之不尽, 亦父如是, 由此而习贪者之心, 二, 文法意想分别观, 指修行之人, 意想自身有骨, 肉, 毛法, 爪尺, 皮膜经血等聚合而未生, 实无益者坚固, 由此而习贪者之心, P241, 二种观法, 即为心时观与真如时观, 一, 观身, 口, 亦三叶之所作, 即一切差别之长短, 善恶等外境, 稀释为心所作, 不在心外, 称为为心时观, 二, 思为无生无灭之心性, 离分别之想念, 入诸三昧, 观其如时之理, 称为真如时观, 又行人之积分立, 顿二根, 立根之人修真如时观, 顿根之人修为心时观, 天台加以之为事理二观, 占查善恶业报经卷下, 大明三藏法术卷六, 参阅, 事观理官, 3046, P241, 二万五千宋般若, 请参阅大品般若金或摩喝般若波罗蜜金, 二语, 义味, 两蛇, 乃指前后矛盾之语, 或作诽谤之语, 大方等大吉金卷时, 参阅, 两蛇, 3070, P241, 二语, 又作二爱, 烦恼障与所知障, 细于家行派与法相宗对贪, 甜, 吃等诸货, 就其能障碍成就佛果之作用所作之分类, 一, 烦恼障, 有我执, 仁我见, 而身, 以贪甜吃等一切诸货, 发业润身, 烦扰有情之身心, 使在三界无趣之生死中, 而障涅盘之果, 故称烦恼障, 二, 所知障, 有法执, 法我见, 而身, 以贪甜吃等诸货位于痴迷案, 其用能障菩提妙制, 使不能了知诸法之事相及时性, 故称所知障, 又作智障, 离此二障, 则称二离, 成为时论卷九, 烦恼障与解脱障, 一, 烦恼障同上所述, 乃障无漏会之生起, 二, 解脱障, 又作不染无知定障, 定障, 据解脱障, 解脱者, 灭净定之一名, 因障胜者入灭净定之法, 故称解脱障, 其体位不染无无知之一种, 据舍论卷二十五,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五, 据舍论诵书卷十二, 礼障与世障, 一, 礼障, 为邪剑等之礼或障正之见者, 相当于所知障, 二, 视障, 为贪等之事或相续生死而障涅盘者, 相当于烦恼障, 圆绝经卷下, 内障与外障, 一, 内障, 即三读, 为令众生内心生起烦恼之障, 二, 外障, 即欺难, 为外界所加之障碍, 阿梭复超卷一八七, 批两百四十一, 二纪, 记者记叛, 指涅盘记与生死记, 小臣认为此二者有别, 大臣则延生死即涅盘, 二者无异, 又只相互对立之两个极端, 例如有与无, 生死与涅盘, 中论之森瑞序, 批两百四十二, 二领, 乃至探领与其领之二种领结, 法华经信解评在四大声文陈述自己之领结, 此等领结分为二类, 即, 一, 探领, 其领结如来未出世前, 在法身的照声文之机与大悲壮者, 称为探领, 亦及探佛义之底蕴而有所领结之意, 二, 其领, 又作其教领, 是以取声文之身, 受教于如来现在之身而领结者, 故称其教领, 法华文句, 绘本, 卷十七, 批两百四十二, 二德, 智德与断德, 一, 众生所聚之了因, 至于佛性果, 称为智德, 乃造了一切事理者, 二, 众生所聚之原因, 至于佛性果, 称为断德, 乃断尽一切忘祸者, 前者为菩提, 后者为涅槃, 观音玄一卷上, 悲德与智德, 一, 悲德, 为诸佛菩萨利他之德, 二, 智德, 为诸佛菩萨自利之德, 信德与修德, 一, 信德, 为本来信聚之德, 如三因中之正因佛性, 三德中之法生即是, 二, 修德, 为修成之德, 如三因中之了因, 原因二佛性, 三德中之般若, 解脱二德, 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下, 批两百四十二。 二元, 指内, 外二元, 巨人家经卷二载, 二元集, 一, 众生所依之世界, 皆由妄想因缘而生, 称为外缘。 二, 众生之身, 因无名, 爱, 业等缘, 出身因介入, 及五因, 十八介, 十二入, 法, 称为内缘。 批两百四十二。 二请, 言请与念请。 据华言经书卷一载, 二请集, 一, 言请, 为以言说而请问。 集华言第一会三昧品中, 普贤菩萨以言重请下之三品, 世界成就品, 华藏世界品, 披卤遮纳品。 二, 念请, 为不假言说, 唯以念想而请问。 集第二会如来名号品中, 世尊之诸菩萨心之所念, 为现神通等。 批两百四十三。 二轮, 一, 乃指十轮与法轮。 十轮为摘石, 法轮为说法。 大会必有说法, 说法即转法轮, 又必行摘石, 称为十轮。 此二者必相属而转, 犹如车之两轮, 故称二轮。 二, 佛书中亦有以车之二轮比预定, 会。 批两百四十三。 二学, 读诵与禅思。 前者即止读诵佛经及祖师与路等。 后者即止坐禅修行等。 世事要揽卷中, 定学与会学。 参阅, 借定会, 两千九百零八, 批两百四十三。 二复, 相应复与所愿复。 一, 相应复, 见或, 修或束缚一具相应之心, 心所法, 使其不得随意缘所愿之境。 如欲借苦地下之时随眠, 五见, 贪, 甜, 慢, 疑, 无名, 一一能束缚相应聚其之心, 心所法。 二, 所愿复, 或缘尽有独事力, 复此所愿令不自在。 如欲借苦地下之时随眠一一互复, 臣同不知所愿复, 即地下变形之或复苦地下之法, 臣义不知所愿复, 又修道之烦恼复善无济之无蕴。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六, 据舍论光济卷一, 参阅, 所愿复, 三千两百五十一, 相复与粗重复。 一, 相复, 所愿之相分居爱能愿见分之心, 使不得自在, 不了尽相如幻。 会找之成为时论了一灯卷五本列举有三种, 或以一切相分皆相复, 或为有漏之相分即相复, 或以行六度时直三轮之相味相复, 并解相复之体, 有所之障与烦恼障。 百把问答超卷六分其体位正, 住, 若正相复之体, 唯有我直, 若住相复之体, 并通法直。 二, 粗重复, 其性无堪认, 非掉柔细轻, 故为粗重。 即其性刚强身重, 能负有情身心于生死, 或使之不了如患者, 皆称为粗重复。 其, 出体, 有一说, 成为十论数计卷九末, 为其为一切有漏不安影之性, 种子。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五本明是四说, 一为现行有漏之心, 心锁, 二为现行之二障, 三为二障之种子, 四为二障之习气。 百把问达超卷六则为, 诸说虽有不同, 然而障之种子为粗重则是常义。 能愿父与所愿父, 所愿之敬为能愿之心父之, 称为能愿父, 能愿之心为所愿之敬居爱, 称为所愿父。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五本, 子父与果父。 一,子父, 见思二或为众生受生三界之因子, 故为子, 因此之故, 不能出离三界, 故为父。 二,果父, 以前夜之所感, 即以一其五蕴之报之为果, 亦于此间不能离三界, 故为父。 四地中, 即地位子父, 苦地位果父。 把花玄一卷三上位, 不断辞二父, 则不得身闻菩提。 大臣一章卷五本, 批243。 二亲, 即子父母。 据法院诸林卷五十载, 即一, 父亲, 只滋行之时, 有身臣之德, 自海体已至长臣, 教界浮育, 其恩无穷。 二, 母亲, 只资深之时, 自怀抱已至乳部, 居欲护之, 求慎至, 其恩无穷。 批244, 二帝, 指真帝与俗帝, 并称真俗二帝。 帝, 为真实不须之礼。 真帝, 范与Paramrita, Satia, 巴利与Paramatha, Satia, 又做圣义帝, 第一义帝, 即乎世间之真理。 俗帝, 范与Savitian, Satia, 巴利与Samuti, Satia, 又做世俗帝, 世帝, 即世间之真理。 南海即威内法船卷四位, 世俗之事乃父必世间之真理者, 故俗丢义做父俗帝, 父帝。 二帝之意义于大小神诸经论所说不一, 资将其教具代表性者如列于下, 教成之说, 一, 原始佛道之经典如阿含经中, 所说之四帝, 苦, 即, 灭, 道, 颇多, 然甚少论及二帝, 仅于中阿含经卷七分别圣地经中举, 真, 一帝, 一词, 然为语俗帝并用。 又于增义阿含经卷三载有, 二帝, 一语, 习习内容不明。 二, 据舍论卷二十二不仅举出真俗二帝之名, 且举例多明其异义。 例如平, 一等物, 其外形, 状态一旦毁坏, 则不能再称为平, 一等。 又如水, 火等, 若以圣会分析之, 即成为, 色, 香, 胃, 等各种之要素, 故意不能再称为水, 火等。 凡此, 即与假名, 施舍有, 而为世间一般常识所认可者, 称为世俗帝。 对此, 色, 香, 胃等乃构成万物存在之要素, 其形态纵然遂至极为, 或以圣会分析之, 其本日恒常存在而不变, 故为世作出世间之佛教真理, 称为圣异地。 三, 具称时论卷十一例假名品之说, 色, 香, 味等法与涅盘据味真理, 反之, 由色各种基本要素形成的平, 水, 因缘和和, 仅有假名而无实体, 故称俗帝。 例如, 人, 系有五蕴和和而成, 故义属俗帝。 四, 经不主张, 依无漏之初世间至极后得知世间正至所认可之诸法, 称为圣异地, 反之, 依有漏之所认可之诸法, 称为世俗帝。 五, 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七之说, 以世间常世所能理解之事物, 或世间一般约定俗成之道理等, 称为世俗帝, 依无漏之圣至所测见的真实之理, 称为圣异地。 至于苦, 即, 灭, 道四帝与真二帝之观, 其分析, 小城各部派之看法, 以及分歧, 有主张苦, 一位世俗帝, 灭, 道位圣异地, 有主张苦, 即, 灭三帝位世俗帝, 仅以道地位圣异地, 有章四帝均为世俗帝, 以, 空, 非我, 为圣异地。 大皮婆沙论则主张四帝各具世俗与圣异二帝。 大臣经典有观真俗二帝之说圣位丰富, 历来诸家亦各创新义, 互别门互, 颇有蓝菊静美, 相得亦当之妙, 一, 北本涅槃经卷十三圣行品位, 亦安世人所能知者为世帝, 初世之人所振知者为一亿地。 复次有名有识者为第一亿地, 有名无识者为俗帝。 如四帝之礼为第一亿地, 炫火之轮, 热食之言, 甘踏婆尘, 龟毛, 兔角等则为世俗帝。 二, 中论卷四观自帝品之说, 一切事物无固定不变之本性, 即实体, 自性, 为无生无灭之空, 勒之词等空无之理, 是位第一亿地。 又一切事物之空性, 为保持空性之作用必须于假现之事物上显现, 而由其相依相待之关系产生认识作用, 勒之词等假明之法, 是位世俗帝。 世俗帝虽未不究竟之法, 然可及之探索, 趋近甚异地。 例如无人之言语、 思想、 观念等, 均属世俗帝, 然若不及言语、 思想、 观念等世俗帝, 则无从向众生解说超越世俗帝, 而无法了之第一亿地, 即无法正的涅槃。 三, 人王般若经卷上二帝品中, 更进一步举出, 二帝相及, 真俗不二, 之说, 亦及自理而言, 有真俗二帝之也, 但若以真实智慧观照之, 则二帝不二之理昭然自现。 四, 三论宗之说, 我国自从尘识论与中论之讲习展开之后, 有关二帝之论究极为新盛, 三论宗之祖即藏语所者二帝章卷下降述古来对于, 二帝之体, 之十四加一说, 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位如下三说, 即一二帝之体为一, 二二帝之体个别, 三二帝之体为中道。 其次, 即藏于二帝章, 大臣玄论卷一皆出, 于教二帝, 与四重二帝, 之说, 以该设各种二帝之教说。 于教二帝即止, 于之二帝, 于帝, 于, 教之二帝, 教帝, 分别言之, 依, 于, 即, 所依, 之义, 系指诸佛说法所依之六成境界, 即现实之世界。 同一六成境界, 凡夫见之, 是为时有, 称为, 于俗帝, 甚者着见, 知其为空, 称为, 于真帝。 于帝复分本末二种, 诸佛未出世以前本集存在, 诸佛乃依之而宣说教法者, 是为, 所依于帝, 本, 听闻诸佛说法, 而众生得以理解者, 是为, 迷教于帝, 末。 二, 教, 即, 能依, 之义, 系指诸佛依六成境界所说之教法。 宣说真空妙有之教, 称为, 教俗帝, 超越言语思虑而宣说无所得之理者, 称为, 教真帝。 上纪之本末二种, 于二帝, 与, 教之二帝, 合称三种二帝。 此外, 又有说明皮坛, 陈时及大臣, 二种, 之四种二帝, 此即四重二帝。 一, 第一种以, 有, 为俗帝, 空, 为真帝, 此系指皮谈家之说。 二, 第二种以, 有, 空, 为俗帝, 非有非空, 为真帝, 此系指诚实家之说。 三, 第三种以, 有空, 非有非空, 得二, 不二为俗帝, 以, 非有非空, 非非有非非空, 得非二, 非不二为真帝。 四, 第四种以, 前三种为俗帝, 而以, 阎王律诀, 之绝对境界为真帝。 第三种与第四种皆指大臣之帝论家, 社论家。 如下表所示, 即藏评论历来之二帝说为, 属龙历二帝, 犹如老鼠实历, 净实历肉而残于历皮, 即指真帝为空, 俗帝为假有之说, 与, 暗二帝, 犹如碳水取瓜, 复江瓜沈入水中, 即指以俗帝为假有, 其, 假有原来即空, 为真帝之说, 二种。 五, 法相宗之说, 窥基于所者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二, 将于家师的论卷六十四所举之四种世俗帝, 与成为十论卷九所说之四种圣义帝归纳成, 四真四俗, 四圣义四世俗, 之四种二帝。 表解于后。 详言之一, 于家师的论举例为, 平, 与, 我, 等并无实体存在, 但由凡夫之迷情是为时有, 遂依照世间一般之见解即与假名, 称为世间世俗帝, 相对于此, 成为时论卫, 色, 受, 想, 行, 时等无运系由因缘所生者, 虽会崩坏, 故称世间, 但应有实体与作用, 胜者依后的至极可乐之, 称为世间胜异地。 窥基乃归纳以上二说, 而以二帝之, 体, 之, 有, 无, 立二帝之别, 称为明是二帝。 明, 只有明无时, 如幻化存在, 是, 只有明有时之现象之存在。 二, 于家师的论卫, 五蕴等事乃本来之道理, 应有差别, 故其相可以盼然别之, 称为道理世俗帝。 对此, 成为时论卫, 四帝之理虽有迷雾因果之别, 但依无漏至极能乐之, 称为道理胜异地。 窥基乃一, 是, 与, 理, 立二帝之别, 称为是理二帝。 三, 于家师的论卫, 四帝之理能令修行者趋入涅槃, 但需甲吉言说以说明迷雾因果之差别, 使能乐之其相, 称为正的世俗帝。 对此, 成为时论卫, 我空, 与, 法空, 之二空真如须由胜者之智慧观照使能彰显其真实之理, 而非凡夫所能了之者, 称为正得胜异地, 窥基乃一道理之, 浅、 深, 立二帝之别, 称为浅深二帝。 四, 于家师的论卫, 二空真如超越一切有位法, 仅由胜者之智慧所振之, 故须甲吉二空之名, 而以言语表全其道理, 称为圣义世俗帝。 对此, 成为时论卫, 非安利之, 义真法界, 系超越言语思律之绝对境界, 乃圣者之根本无分别至所证悟者, 称为圣义圣义地。 窥基岁一, 言权, 与, 超言权, 立二帝之别, 称为全止二帝。 四世俗帝中之世间世俗帝是, 为俗非真, 四圣义地中之圣义圣义地是, 为真非俗。 其他之三世俗帝, 三圣义地本未同一, 但由于自真俗两面而观, 故有所别。 六, 德论宗之说, 慧远, 静影寺, 于所者大臣一张卷一盼利利信宗, 破信宗, 破相宗, 显时宗等四宗之名, 以说明二帝之义有深浅不同。 一, 立信宗, 细致研究有部教说之皮坛宗。 皮坛宗主张是礼相对, 而以, 是, 为是帝, 以, 礼, 为真帝。 例如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等是彼此格爱, 是为是帝, 无常, 苦等十六圣帝, 彼此相通, 是为真帝。 此宗以示礼相对立其教说, 故又称因缘宗, 属于小城中之浅说。 二, 破信宗, 系指陈石宗。 此宗以, 因缘生之假有, 为是帝, 以, 无自信之空, 为真帝, 又称假明宗, 属于小城中之身说。 三, 破相宗, 系指三论宗。 此宗以, 一切诸法妄相之有, 为是帝, 以, 无相之空, 为真帝, 又称不真宗, 属于大城中之浅说。 四, 显石宗, 系指会远自身所属之帝论宗。 其要止可分为依持与缘起二议。 自依持之意而言, 以妄相之法为能依, 乃妄有礼无之是帝, 以真如为所依, 其相虽空, 然有实体之存在, 故为真帝。 自缘起之意而言, 真如之自体即为真帝, 其依缘起所显出之迷雾世界则为是帝。 以此宗辨明真如之体, 故称真宗, 属于大城中之身说。 七, 天台宗之说, 天台大师志已于法华玄一卷二下, 旧化法四交集三种被接, 叛例, 七种二地, 之说, 一, 藏教之二地, 以, 诸法为十身十灭之时有法, 而归于空无之理, 为真帝。 细致小成教之说, 又称身灭二地。 二, 通教之二地, 以, 诸法为因缘所生之患有法, 为俗地, 以, 既非时有, 故及是空, 为真帝。 细致通于身文, 原觉, 菩萨等三教之说, 又称无生二地。 三, 别皆通之二地, 以, 诸法为患有, 为俗地, 以, 患有即空, 不空, 为真帝。 此系别教皆于通教所说之二地, 又称寒中二地, 单俗负真二地。 四, 原皆通之二地, 以, 诸法为患有, 为俗地, 以, 患有即空而不空, 诸法去入空而不空, 为真帝。 此系原教皆于通教所说之二地, 与别皆通二地同称寒中二地。 五, 别教之二地, 以, 患有, 患有即空, 为俗地, 以, 不有不空之平等法界, 为真帝。 此系别受大臣菩萨教说之二地, 又称富俗丹中二地, 无量二地。 六, 原皆别之二地, 以, 患有, 患有即空, 为俗地, 以, 不有不空, 诸法去入不有不空, 为真帝。 此系原教皆于别教所说之二地, 与别教二地同称富俗丹中二地。 七, 原教之二地, 以, 患有, 患有即空, 为俗地, 以, 诸法去入有, 去入空, 去入不有不空, 为真帝。 一即有空之外, 别利中道, 有空中三地格利, 是为俗地, 不偏有空中, 三地相及, 圆融无碍, 是为真帝。 此即天台原教之二地, 又称无作二地, 和和二地, 不可思议二地, 其真俗二地, 互为一体, 圆融不二, 其体位中道, 此乃立来各家所谓论及者。 参见本文末之表解。 八, 末法登明记转用二地之意义, 称佛法为真帝, 王法为俗地。 日本净土真宗臣习此说, 为宗教之信仰, 安心, 面为真帝, 世间之道德面为俗地, 此二者具有相依相资之关系。 菩萨本业因落经卷上,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五, 辩中边论卷中, 显阳圣教论卷六, 大臣庄严论卷二, 臣识论卷二无相平, 卷十五建一地平, 杂阿皮弹心论卷十, 磨喝止关卷三上, 四教义卷一批244。 二帝章, 樊三卷, 随朝及藏传, 收于万续藏第九十七册, 乃详书三论教义中之书要二帝义, 总分大义, 书名, 乡集义, 物体, 绝名, 设法, 痛义等七科。 日本原路十年, 1697, 仙台龙宝四支食养, 开一名沙之宝藏, 得上, 下二卷, 教定堪行。 宝永七年, 一千七百一十, 附有会续记公一谷本教定而物, 增补中卷之权文及上卷中二十余指之托文, 而得三卷之权, 孝堪行事。 批249。 二帝观, 乃天台家三观中空观之以名。 以空观成就, 不但成就空地, 且以俗地利然显现, 故称为二帝观。 批249。 二余, 乃只深深之苦与烦恼之残余而言。 若在家业之残余, 则未三余。 往生极乐世界之人, 皆已灭此二余。 无量寿经卷下, 一二, 二七四上, 深深烦恼, 二余俱进, 批249。 二应身, 乃指天台宗所谓列应身与圣应身之二应身而言。 一, 一, 列应身, 乃对时的以前之凡夫与二圣所应化视线之佛身。 二, 圣应身, 指对时的以上之菩萨所视线之报身。 P249。 二, 谈, 乃指世间谈与初世间谈之二种布施。 谈, 即布施。 一, 世间谈, 只凡夫之布施即胜者以烦恼心, 有漏, 所行之布施。 二, 初世间谈, 乃指胜者以无烦恼心, 无漏, 所行之布施。 大制度论卷十一, P249。 二, 禅, 范语, Fedlug, Dheena。 乃色界四重禅定之第二种, 涉内等境, 喜, 乐, 心移境性四之。 心移境性为二禅之自性之, 内等境为二禅离出禅之寻四成拙之法, 其内之性相明镜, 一极无寻无似, 无觉无观, 于三寿中感受喜乐之二寿。 所谓喜乐二之, 乃依此定而胜生喜乐, 故又称为定生喜乐。 巨社论卷二十八,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九, 参阅, 四禅, 一千八百四十三, P249。 二禅天, 又称二禁律, 只修成二禅者所生之天处, 为色界天中之第二种。 更分有三天, 即少光天, 无量光天即光阴天等。 又二禅天之人, 虽离寻四之出动, 能免结末之大火灾, 然以其有有喜乐之念, 故不得免结末之大水灾。 巨社论卷十二, P250, 二段, 自性断与原副断。 此系就断或知性质而分。 一, 自性断, 如诸烦恼之本身, 其性质染污者, 若令自体不再生起, 则能自然断除, 称自性断。 细以无漏制断其自体, 正则灭而不再起烦恼。 二, 原副断, 又作所愿断, 有断所愿之父之矣。 然非断灭该物之自性, 而是断除所愿之烦恼, 如一切有漏色, 有漏善, 无济之心心所与其等法上之德, 四相等皆是。 断除能愿能父之烦恼, 则可于其所愿之法上正则灭。 然因其自体未断, 故烦恼人有负其之可能。 自性断通于见道断, 修道断, 而原副断则仅局限于修道断。 巨舍论卷十六, 显宗论卷四, 顺正理论卷六, 巨舍宝书卷一, 巨舍论诵书卷十六, 子复断与果复断。 断破剑丝之祸, 称为子复断。 断灭一旗果报之身, 称为果复断。 此系就二圣所断之烦恼而言。 法华玄义卷三, 批两百五十。 二归戒, 为佛成道之初, 仅具三宝中之佛, 法二宝石, 所行归一佛, 归一法二归之戒行。 世事要揽卷上, 参阅, 三归一, 六百八十八, 批两百五十。 二归, 批与二世互相资助, 相辅相成, 如鸟之双矣。 如指观, 真俗, 福智等。 指, 即指习诸相, 观, 即观照对象, 修辞二世, 承办道法。 真, 为圣异地, 俗, 为世俗地, 即于世间, 出世间审时不须知实义。 批两百五十。 二藏, 即分类如来一代圣教为二众法藏, 乃至全是声闻与原觉二圣道之声闻藏, 即全是菩萨道之菩萨藏。 前者系辖浅而教列之小成教, 后者则为声广而圆满之大成教。 慧远, 即藏即准此而立教叛, 大别佛教为二。 菩萨的持经卷十件利品, 大臣其信论一记卷上, 批两百五十。 二转妙果, 即断境烦恼, 所知二账, 转得二种圣妙之果。 又作二转一果, 二圣果。 略称二转一, 二转。 成为十论卷一大三一, 五一上, 有转烦恼, 的大涅盘, 转所知障, 正无上绝。 成立为十, 意味有情正的如丝二转一果, 或一即是为十真如。 成为十论数记卷一本, 八宗刚要卷下, 批两百五十。 二双四重, 乃日本真宗开祖亲鸾所立之教叛。 即就如来一代之圣道, 净土二教, 叛位数出, 横出, 数超, 横超之二双四重。 数出, 横出位二出, 数超, 横超位二超。 据于突超卷上所在, 佛一代所说之圣道, 净土二教, 有大臣, 小臣之别, 大臣中分顿, 建二教, 顿, 建亦各立南亦二道。 建教中, 南行道圣道全教称为数出, 配于法相等历节修行之教, 义行道净土要门称为横出, 配于观经所说之定散, 三伏, 边地往生之教。 顿教中, 南行道圣道实教称为数超, 配于禅, 真言, 天台, 华言等级生成佛之教, 义行道净土本愿真实称为横超, 配于无量寿经所说之选择本愿真实报土级的往生之教。 此中, 建教未出, 顿教未超, 自立圣道未数, 他立净土未横之矣。 又, 横超, 一语, 基于无量寿经卷上之, 横结五恶去,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一玄一分, 善导, 之, 横超断四流, 与之相对而心立数超。 又述出, 横出之语乃出自乐邦文类卷四则因横数二出之说。 P 251 二识, 乃大臣其信论所说之法门, 即指阿赖耶识与分别事实。 一, 阿赖耶识, 范语雷阿, Vicna, 义作, 无美食。 如来藏语无名和何而为阿赖耶识, 含藏一切诸法之种子而不美食, 且尝了别字时所现之境, 即种子五根气界, 故称无美食。 二, 分别事实, 又作义事。 范语雷诺, Vicna, 细一阿赖耶识而生, 指分别色, 生等六镜之眼, 耳等六时而言。 若以为时学所说之八时观之, 则阿赖耶识相当于第八阿赖耶, 分别事实相当于前六时。 P251 二镇, 士镇与礼镇。 于三学中, 修界, 持界者, 称为士镇。 修定, 会二学者, 称为礼镇。 南山界本书卷一上, 礼镇与教镇。 此二镇乃判定某一种学说是否为佛法之标准。 摄大臣论士卷一, P251 二边, 乃指离中道之两极端, 为各书有不同之说法。 中论卷四位二边指有, 无或长, 无常, 顺中论卷下指长, 断, 玄奘所义之摄大臣论士轻士卷一指增义, 笋简, 指观辅行卷三则指空, 甲二边。 P251 二南化, 指玉天南化与色天南化。 前者执着于上妙之五欲, 故难教化, 后者执着于世间禅定之乐, 故难教化。 P251 二类各身, 乃净土宗之一意。 以往生弥陀之净土者, 不只限于念佛一类, 修念佛以外之诸行者, 亦的往生, 此宗亦称为二类各身。 盖弥陀之本愿, 其第十八愿虽是忌惮但修念佛者, 然第十九, 二十等愿, 于诸修行者, 亦是始往生。 P251 二类种子, 即本有种子与心熏种子。 一, 无始以来, 亦熟适中法而而有, 有生一切有漏, 无漏有畏法之功能, 称为本有种子。 二, 种子由现行之前七时, 随所应而色心万差之种种习气, 稀揭落于第八时中, 更成生果之功能, 称为心熏种子, 又作始起种子。 成为十论卷二, P252 二言, 乃指二种庄严。 智慧庄严与福德庄严。 为智慧, 福德二种, 皆能庄严法身。 即, 一, 智慧庄严, 磨练智慧以庄严其身。 二, 福德庄严, 积极福德以庄严其身。 大班涅槃经, 北本, 卷二十七, 大一二, 五二三上, 二种庄严, 一者智慧, 二者福德。 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庄严者, 则知佛性。 成为十论术记卷七末, 大四三, 四九四中, 善资良者, 即福, 智二言。 行香庄严与第一亿庄严。 据金刚经转药书载, 一, 行香庄严, 为人若分别佛土是有味行香, 而说自能成就者, 彼且著着色身等境, 非真庄严, 此称行香庄严。 二, 第一亿庄严, 为以魔所著者清净之心, 依真实智慧, 通达自信之土, 为心显现, 此时正至成就佛土, 称为第一亿庄严。 P252 二觉, 本觉与始觉。 阿赖耶时中之觉, 分为本, 始二觉, 离忘念之心体, 如来之品等法身, 称为本觉, 与之相对, 发心修行, 见次觉之心源, 称为始觉。 独觉与大觉。 一, 独觉, 又称源觉, 辟之佛, 乃观飞花落叶, 达十二因缘之礼, 无师独悟者。 二, 大觉, 乃佛之以名。 据摄论卷二十五, 等觉与妙觉。 大臣菩萨五十二行位中, 第五十一位位等觉, 五十二位位妙觉。 教程法术卷二, 自觉与觉他。 一, 自觉, 乃自觉物诸法实相之意。 二, 觉他, 乃以自觉之功德谱令一切群生觉物。 大明三藏法术卷四, 观察觉与妄想相设受记者建立觉。 即止真觉与妄觉。 一, 观察觉, 为观察一切法之体相一意不可得而觉悟之志。 二, 妄想相设受记者建立觉, 乃以妄想计度分别四大之相, 取者而建立妄法之觉制。 人家阿拔多罗宝经卷二, 批两百五十二。 二, 为自赦与他赦。 一切万法皆有自立, 他立, 自赦, 他赦。 以自立而自赦取者为自赦, 以他立而为他所赦者为他赦。 参阅, 他赦, 一千五百四十五, 自赦, 两千五百三十七, 批两百五十二。 二, 乃指内户与外户。 以内户, 内, 指自己身心之, 心, 而言。 内户, 即持守佛陀所致之种种戒律, 使持戒者之身心远离三叶之非, 素成菩提之果。 二, 外户, 外, 指清足, 眷属而言。 凡学人之所需, 由于清足, 眷属之功己而得以安稳身心, 承办到业者, 此等外来之户持, 称为外户。 北本大翻涅盘经卷三十二, 批两百五十二。 二变, 即因缘变与分别变。 据称为十论卷二所述, 有漏之时变可分为二, 一, 随因缘之势力而变, 称为因缘变。 二, 随分别之势力而变, 称为分别变。 前者必有用, 后者仅为尽。 成为十论数记卷三本, 参阅, 分别变, 一千三百一十八, 因缘变, 两千三百零三, 批两百五十三。 二观形, 又作为十观。 据宗境陆卷三十五载, 二观形即, 一, 寻四, 只推寻四查。 寻, 即心对境所生起的粗猛推球之精神作用, 四, 则为细心分别之精神作用。 为根尘相对所起一面之心, 即以空, 假, 中三观观之。 二, 真如, 真, 即不为, 如, 即不易。 至常以妙观观于心性本具真如之理, 宿令显发。 P253 人中三二, 指义产提, 诽谤大臣者与犯四重敬者。 参阅, 义产提, 八十五, 四重敬, 1740, P253, 人中分驼立花, 分驼立花, 范语Puar Kansas, 亦为白莲花。 以其清净无构, 故以知辟欲佛, 法性, 佛之德好。 北本涅槃经卷十八, 念佛者之称。 观无量寿经, 参阅, 莲华, 6146, P253。 人中牛王, 乃佛之德号, 称赞佛之德行广大无边, 欲为有大力之牛王。 瑜伽师的论卷八十二载, 能欲大众, 故为人中牛王。 此外, 上有人中相王, 人中龙王, 人中丈夫, 人中莲花分驼立花, 人中梁马, 人中狮子, 人狮子, 人中特育等德号。 离构慧菩萨所问理佛法经, 大制度论卷八, P253。 人中狮子, 佛陀之美称。 佛为人中之雄者, 犹如狮子为百兽之王, 故有此称。 又作人雄狮子, 大狮子王, 人狮子。 大制度论卷七载, 狮子于四足寿中, 独步无畏, 能服一切, 佛义如是, 于九十六种道中, 一切降服无畏, 故称人狮子。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三, 无量寿经, 指佛陀斯那。 医治禅并密药法后续所在, 大臣沙门佛陀斯那, 天才特拔, 独步诸国中, 口可颂出半一之计, 兼明禅法, 世人皆称人中师, 师, 子。 大制度论卷八, P253。 人中尊, 佛陀之敬称。 佛陀于人中位最尊贵, 最殊胜者, 故称人中尊。 法华经续品, 大九, 四中, 位, 有佛人中尊, 号日月登明, P253。 人中数, 诸佛之身也能普遍利益众生, 驱除热闹, 故欲为数。 人王经卷上, 大八, 八三八上, 法王无上人中数, 普因大众无量光, P253。 人天, 指人界及天界, 系六道, 十界中之二界, 皆为迷惘之界。 六十华眼卷五, 大九, 四二四上, 位, 离诸人天乐, 常行大慈心, 法华经从地永出品, 大九, 四一中, 亦为, 常乐尽处, 情行经尽未曾修习, 亦不依止人天而住。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二, P254。 人天至敬愿, 乃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第三十七愿, 出自无量寿经。 此愿明一论, 视之不同, 又作令臣尊得愿, 文明修行的他敬意愿, 文明得意愿, 作礼致敬愿, 文明修行众所敬众愿, 文明敬众愿。 愿文依一本之不同而略异。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八下, 舍我得佛,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诸天人名, 吻我名字, 五体投地, 积首作礼, 欢喜幸乐, 修菩萨行, 诸天世人莫不致敬。 若不尔者, 不取正诀。 无量寿如来会, 唐义, 无量寿庄严经, 宋义, 无量寿经超, 九品网生义, 批两百五十四。 人天教, 乃指世间教而言, 即不说宗教解脱, 而提倡受持五界的身为人, 与奉行时善能升天界之世俗宗教。 义指仁天臣, 系导入佛城之方便教说。 批两百五十四。 人天眼目, 樊柳卷。 宋朝会研制招编著。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八册。 细收集当时灵纪, 云门, 曹洞, 维养, 法眼等禅门五家各宗祖师之遗篇, 残记, 垂世等, 及五宗纲要, 以明五宗之特征。 书名乃玉, 人类及天界一切众生眼目, 之以。 此书与法眼文艺之宗门时规论, 与我国禅灵并享圣明。 批两百五十四。 人天圣妙善果, 指六去中人, 天二去之果报。 与其他四恶去相较而言, 人, 天果报可称为圣妙善果。 批两百五十四。 人天宝剑, 全一卷。 南宋谈秀传。 乃伊内典籍如, 老之外籍等, 编辑学道之须之, 修行之规贱等加研秀巨数百条, 于李宗少定年间, 一千两百二十八, 一千两百三十三, 上子刻版。 批两百五十四。 人仙, 乃对佛之尊称。 大班涅盘经卷二, 大一二, 三七五下, 为离于人仙, 永无有救护, 批两百五十四。 人身, 指人中之化身。 急于晨节之初, 欲界有情世间之成立。 长阿含经卷二十二, 巨舍论卷十二, 参阅, 节初, 两千八百一十五, 指人之降身于是, 人之生命。 班尼环经卷上, 大一, 一七七上, 为, 为人身, 无不有苦。 参阅, 七为, 一百零五, 批两百五十四。 人身学, 民国王恩养者。 全书分四编, 第一编为人身之实乡, 第二编为世间学, 儒学大义, 第三编为初世间学, 解脱道论, 第四编为大菩提论。 民国二十三年, 一千九百三十四, 出版于大陆。 六十八年台湾佛教出版社翻印再版。 P254。 人因, 人生于此世, 其容貌, 思想, 行为, 妖兽, 贫富等果报之过去因。 世事要揽卷下树, 生于人道, 所受业报不同, 如富贵或贫贱, 如端正或丑恶, 如安乐或恐怖等, 皆细由于业因之不同所致。 如受卑贱生者, 应骄慢, 刚强, 不克, 放逸, 不理事三宝等故, 若至成不期, 诵经护戒, 使人远恶就善, 不求人之长短, 则口气相结, 身心安乐, 为人所称欲, 绝不受磅。 身相尊贵者, 乃师会谱广, 敬礼三宝及长者, 忍辱不甜, 柔和签下, 博文经界之故。 夜报差别经, 批255。 人我法我, 即记者人之时有为人我, 记者法之时有为法我, 与我法二执同意, 全称人我执法我执, 又作人法二我, 生我法我, 人我为法我之果, 二圣景断果之人我, 菩萨更断因之法我执而入出地, 又大臣起信论为我见分人我见己法我见二种, 执着